其实,松赞干部一开始没有想打仗 他对有着肥沃土地,地域辽阔的强大的唐朝有着深深的向往 贞观八年的时候,松赞干部派遣使者去唐朝长安带着礼物通聘问候 礼尚往来,唐太宗也派了使臣冯德侠持着自己的书信回忆 松赞干部见到冯德侠很高兴,这就好比你和一个富有强壮的邻居打了个招呼 而这个邻居对你也是礼貌热情,几乎是与此同时 松赞干部听说了,土玉魂和秃殿两个国家的王都迎娶了唐朝的公主 就动了心思,派人准备了金宝等贵重的聘礼 跟着冯德侠回到了唐朝,提出了求婚 太宗皇帝李二陛下,怎么可能同意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提出的和亲要求 更别说这些女儿都是他手心里的明珠 他怎么可能把这些明珠拱手让给这些藩帮外国野蛮人 土藩的使者回国之后,就说土玉魂的使者也在唐朝 是土玉魂的人从中挑拨离间 因此,太宗皇帝觉得李薄不允许嫁公主 松赞干部听了之后,勃然大怒 联合当时还没有灭亡的杨童,小国明一起攻打土玉魂 土玉魂抵挡不住,逃到了现在青海一带的位置 这场战役之后,松赞干部大获全胜 觉得自己展设手腕和国力 这下,唐太宗应该能同意了吧 谁知道,咱们的李二陛下又拒绝了 这时年轻气盛的松赞干部就觉得很憋屈了 在暗中积攒力量,等到了贞观十一年 觉得能和大唐掰掰手腕了 集合二十万大军开始进攻唐朝的松州 这才有了唐太宗派遣李靖侯军及出军的事情 这些都是自己的副将张乐说的 既言略意思索,心里苦笑 松赞干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 带着那么多军队耗费粮食精力和大唐开战 明明就是兔藩已经把他周围的小国家尽数打下 都向兔藩臣服了 就连强大的土玉魂也不是兔藩的对手 公主赐婚和亲不过是个由头或者是导火索罢了 现在的土藩赞谱松赞干部 其实真实的意图是想要去扩展他的领地 这才是一个有野心的帝王的真正意图 等出军的号角吹响 既言摇摇回头看了看长安的方向 将军百战死 将是十年归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翠娘他们一定要把日子过好啊 张乐背着既言的银枪 骑马过来 对正 咱们也走吧 既言这才收回恋恋不舍的目光 用鞭子轻轻拍了拍马屁股 走 出发 号角在空中回荡 显得格外苍凉 远处似乎隐隐约约传来妇人的歌声 不知道是不是翠娘下落他们 在远处给他送行 既言低贺一声 双腿加马肚 坐下的马思明一声 朝着前面钻出去 半月有余 银杖里的油灯还亮着 张乐在一边站着 看着正在和吴刚商议的年轻人 脸颊上已经有了胡须 没有自家娘子打理 说到底 还是个邋遢的男人 偏偏唏嘘的胡渣 在他白净的脸上 又多了几分魔力的样子 吴刚说道 松州守将韩威贸然出兵 在甘松领兵败 韩威虽然退回城中严守不出 但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现在松州外面的地带 基本上都有土翻军队的影子 我们从拢右下来 只能走这一条路 吴刚指了指羊皮简易地图上的一条小路 被张乐偷偷打量的男人 正是纪言 纪言这几日在军中私混 已经了解不少 点了点头 松州作为一个都督府 并没有多少兵力 咱们要提前赶到 听说牛将军就在咱们身后 吴刚叹息道 是啊 牛将军领先锋军 不日就会到达 咱们要加快赶路了 不能再耽误行程 怕是牛将军到了 咱们还不到 那就是杀头的罪过 几相供 算算 咱们如果路上不出问题 按现在的矫程 多久能赶到 吴刚这几日了解下来 也知道纪言是相供 也参加过上书省授试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考上 但精通算学 甚至是地理 有什么事情 也都会找他商议 纪言看着地图 这十几日 咱们紧赶慢赶 带着粮食资重一日 能行将近百里 按照牛将军他们骑兵的矫程 我们得四日之内赶到 才算提前到达 不过 咱们前面走得快 按照现在的速度 能多于半日 吴将军尽可安心 听到几言这么说 吴刚这才心安 笑道 这样便好 这样便好 这趟有后将军 牛将军 还有李将军坐镇 兔翻怕不是贤病长 咱们应该没有什么上战场的机会 能及时把军粮送到 到时间论功行上 虽说没有前方杀敌的战功大 但按照军规 也是要论功加急的 几言也是笑着点头秤势 这几日接触下来 吴刚的性格属于比较稳重的 不求突进 做好本分工作 几言也可以随大流 等战争结束 好回去过他的神仙日子 商量完正事 这回天色还早 外面的军事正在摔跤 别看这只是资重赢 但是这些军事可都没有闲下来 时常操练 比气力 几言比不过 也从来不比 一方面其实他自己知道 自己的力气 肯定没有这些军汉大 不去自取其辱 二是在军汉看来 几言是对正 又捂得一手好枪法 摔跤这等手段 怕是看不上 所以也没有人主动要求 和几言比试 这摔跤也是有技法的 揣 腰背合一 合十发力 在战场上失去武器的时候 也能用得上 吃了晚饭无所事事 几言也在一边想要试试 吴刚见几言手痒 伸出黑熊一般大的手掌笑道 哎 几相供 我和你试试 几言一头黑线 心说吴刚这种 怕是他四处吃奶的劲 也无法撼动分毫 几言笑道 这等小技 就让我的副将张乐来吧 张乐应了一声 出来和几言切磋 几言先是扎稳根基 低喝一声 发力去拿张乐的腰 张乐闷哼了一声 脸上居然飞上两朵 翘丽红霞 反去拽几言的腰带 一时间两人扭打到一起 几言仗着身法还算轻盈 绕到背后 扣住张乐胸部 就要发力 谁知道这一扣 摸到两团软软四棉花的物体 张乐哼了一声 猛然给几言来了个过肩摔 几言砰的一声摔倒在地 尘土飞扬 呲牙咧嘴 张 张乐 你这也太狠了 周围军士 响起善意的笑声和叫好声 张乐脸色一红 知道自己失手了 连忙扶起继言 继言却看着自己的双手 又看了看张乐的胸口 半想才说到 兄台 你的胸肌恋得挺发达呀 张乐脸更红了 她其实就是家里的乐乐 又有易容术 家中娘子翠娘 让她伪装成小丝 来军中保护继言无性命之忧的 现在要怎么回答 张乐不过是个化名 她只好红着脸点了点头 继言却不再和她摔跤了 站在一边看着其他军事若有所思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乐乐坐在床边 看着正在洗脚的几言 有点不自在 突然有种好像要和人入洞房的感觉 几言回来之后 就一直板着脸 张乐伺候着洗完脚 见几言的眼睛一直古怪地 盯着自己的眼睛看 忙说 我去倒水 几言重重地一拍暗机 站住 你可知道 以女子身份进入军中 是何等大罪 自己被发现了 张乐手里的铜盆掉在地上 用手捏着衣脚 不敢言语了 纪言心里叹了口气 到了现在 她怎么可能还不明白 这张乐是谁 怕不是当她是傻子 眉毛一挑 转过来吧 想来就是你也没有旁人了 乐乐回过头来 一下跪在地上 只好恢复了自己原本的声音 声音有点发抖 纪先生 我和娘子是 怕你一个人到军中 身处危险之中 所以出此下策 乐乐见纪言半想不说话 以为她生气了 偷偷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家纪先生 全是一脸微笑 眼睛里还含着泪花 先生 纪言从踏上下来 把乐乐扶了起来 眼泪已经止不住流了下来 声音也有些哽咽 你和娘子的心思我们都懂 但是松州危险 我怎么舍得 让你们跟来犯险 乐乐听了 眼睛一红 先生 纪言有点动容 前朝北魏 有花木兰替抚从军 乐乐你也想效仿如此吗 之前我们在羊汤殿 那些杀手你也看到了 五一高强 但是在御池宝林 参与其中的天侧军 只要一个冲阵 就能斩落马下 沙场点兵不比武林记忆 家中还有翠娘 阿吉 夏洛等人 也不是需要个五一高强的人照应吗 乐乐抽了抽鼻子 哽咽地说道 那先生是让我回去吗 纪言点了点头 他倒不是不想让乐乐跟着 乐乐跟着 确实多了一份保障 但无形中 也让乐乐置身于危险之中 而且一个女人 在满是操汉的军武中 也太扎眼了些 纪言想了想说道 今晚 趁夜你就走 你的身份 样貌都是虚构的 也不怕以逃兵论处 我再和吴刚大人说一声 只说 你急发了疫病 会传染 这样 他也不会说什么 乐乐点了点头 只好如此 纪言带着乐乐到了大门口 门口的守夜军士也是新兵 见过纪言耍那套罗家银枪的 点头打了个招呼 挤兑症 这么晚还要出营 纪言点了点头 严肃地说道 我副将张乐 得了会传染的疫病 留在军中怕是传染 所以 我先让他一人离开 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地 骑在马上的乐乐 那几个门口守夜地吓了一跳 纷纷往后退了几步 其中一个领头的 倒是有点担心 挤兑症 吴刚大人知道这件事吗 纪言看了一眼领头的 明日我就会禀告这件事 还请放行 若是引起后果 咱们资众营不能按时到达 怕是杀头大罪 领头的心中稍意衡量 自然分得清楚事情大小 抬手开门放行 放行 纪言送着乐乐离开军营 上了大路 帮乐乐摘了头上杀金 笑道 回去告诉翠娘 先生在这里很好 让他们都不要担心 回去了好好在大理寺 跟着十大人好好干 等回去万一先生混不下去了 还得去找你呢 乐乐漂亮的大眼睛 泛起了泪花 突然抱住了几言 纪先生 你要保重 纪言摸了摸乐乐的头发 心里的感动 和翠娘分开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些人 无形中就成了他的家人 快走吧 都抱了好久了 再抱都天亮了 几言忍住眼泪开玩笑道 乐乐这才红着脸 从几言怀里钻出来 红着脸小声说道 纪先生 我不在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你回来了 再给我做好吃的 一定的 几言笑着点了点头 乐乐这才依依不舍地翻身上马 一抽马臀 马匹快速朝外窜了出去 跑了远远的 声音才传过来 纪先生 我等你回来 纪言看着乐乐的声音消失在黑夜里 嘀咕了一句 这小妮子 果然按照纪言的计算 提前半天到了松州外围 而此时牛进达的先锋部队 还有一天才能达到 吴刚心满意足地带着纪言监督将士 开始建立粮仓 汉手说道 多亏了有几队 正这次神机妙算 咱们才能这么快抵达 吴刚并没有追究张乐私自离营的事情 毕竟运良才是 头一等的大事 纪言拱了拱手说道 只是简单算学 全靠将军制军严禁 军令整齐 才能如此快速 吴刚笑着点了点头 他们这等军汉 最头疼的就是算学了 有了纪言 简直是解决了他最头疼的问题 纪言也发现了 原来不光是御池一家 大部分唐朝的军人的算学都不怎么好 还得专门添加计量官随行 才能测算粮食 松州这地方靠近青海 纪言在军营周围闲转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就在地上 外形就像是松软的青白色土块 用手一摸就掉下一层子来 这不就是石灰石吗 这东西可以入药 刚目 里面说 金人做摇烧枝 一层柴或煤炭一层在下 上壘轻食 自下发火 层层自焚而散 若要唯用风化 不加食者粮 纪言发现了这个 就像是发现了宝贝一样 而且 这东西御水会放出大量的热 有很大的用途 虽然别人调不动 但是自己这对几十号的人马 总是可以的 正好吩咐 他们用捣完粮食的袋子 用来装石灰石 能装多少装多少 这回已经送达了粮食 军令也交了 正好无事 吴刚倒也没有反感 倒是好奇地问几言 几箱供 此物你收集起来 有何用途 几言微微一笑 这东西可是好东西 至于用处 现在继某人还没有想到 不过哪怕是带回去 我也可以出高价收回 作为兄弟们军饷之外的好处 吴刚一听 几言还可以花高价收 他们资虫营 带一带粮食也是带 等打完仗 顺路带回去点 倒也是无妨 吩咐他这个资虫营的人 都开始收集这种青白色的石灰石 过了半日 刘靖达的先锋部队到了 继言远远看到为首的一个大将 四十余岁 下颗浓密的胡须 远远地看不清样貌 身着一身山文甲 背后骑兵尘土飞扬 口中低鹤声不断 在继言看来 刚蒙有余 与名将遇持尽得 也不妨多让 这山文甲 属于所子甲的一种 属于唐十三楷其中之一 顾名思义 适适指甲片形状 如汉字的山字 甲法十分独特 为措杂法 即通过甲片与甲片 互相支刹 咬错成甲 据说 如果甲片制造精巧花衣的话 拳甲不需一个甲钉 不需一缕丝线 后来传入日本之后 又被日本人称为唐甲文 是一种打造很精妙的铠甲 刘靖达快马进了资重营 马蹄不停 这个岁数了 仍然是一个药子翻身 稳稳地落在地上 一撩身后火红色披风 大步就朝着吴刚等人的位置而来 吴刚连忙拉了一下计言 就听吴刚丹西拜下 拜见阔水道行军总管 左五位大将军 狼牙俊功 牛靖达虎目瞪了吴刚一眼 低喝一声 声音如雷 什么时候了 还整那套虚的 军粮都到了吗 牛靖达也是 风风火火不拘小节的性子 要不是这么个性子 恐怕也不会在大年三十 离二陛下大宴群臣的时候 非得和御持竞德 当场打架比试比试 有句老话说得好 叫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既言心里猜想 大唐数得上名号的武将 多半都是这性子了吧 吴刚连忙站起来 报了报权 我们小队的军粮尽数送到 请将军到吴帐中喝杯粗茶 就可以验试 不做了 牛靖达略一思索说道 火头军何在 快快吩咐过来 吴刚连忙让人换火敷过来 万万不敢耽搁 又搬了把椅子 就放在帐前 牛靖达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下 看着马放整齐的粮食 不知道想什么 穿着围裙正准备做饭的老国头 阔水道行军总管牛大将军要见他 风风火火手里炒菜铁勺都忘了放 急匆匆跑过来 跪下就要磕头 牛靖达抬了抬头 起来说话 老国头五十来岁 在古代这岁数不小了 也是活成人精一样的人物 这么一瞧 大将军脸上虽说没带着笑容 但也是像是要杀人的模样 心中松了一口气 双手抱着铁勺 小心翼翼问道 敢问大将军 这么着急招小的过来 可是小的饭是做的不好 旁边的几言心说 何止是不好 简直是猪食 牛靖达摆了摆手 若是我今夜出发 五千个人 你现在能做出多少人的饭食 够吃几日 老国头一听有点猛 连忙看了吴刚一眼 自己这个火头军 一直都是给资崇营做饭 每天也就做五六十个人的 这是什么意思 吴刚还没有猜出来 牛大将军话里的意思 也不敢开口 倒是既言心里一动 猜出了几分 看了吴刚一样 吴刚隐晦地点了点头 示意己言开口问问 几言拱了拱手试探性地问道 大将军 卑职冒着大不敬的罪名问一句 妄自猜测一下将军的意思 将军是不是想连夜出发 给五千骑兵准备好 后续几日要用的口粮 火服老锅头一听 觉得眼前一黑 若不是吴刚掩明手快扶住了他 他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五千个骑兵啊 那可是五千个人啊 这可不是要了他的老命了吗 听几言说了这番话出来 牛靖达心里一惊 难道自己的打算不停息长途奔袭的计策 被人看出来了 故意板着脸 看了看继言说道 你是谁 看着面生 能看董老夫的意图 这等重要军机要是泄露出去 怕是要砍头的 吴刚吓了一跳 面色一变 连忙要拉着继言跪下请罪 继言却微微一笑 却不卑不亢地朝着牛靖打拱了拱手 牛将军放心 这里都是唐人 卑职继言 曾给秦琼秦老将军治过病 秦将军见我耕骨齐家 还传给我一套罗将军的枪法 牛靖达从椅子上跳起来 惊讶道 你就是那个 把我躺在病榻上的秦兄弟 医治的生龙活虎的 能耍一个时辰枪不停 还能吃三大碗饭的几言季先生 继言微微笑了笑 拱了拱手 如假包换 如若不幸 这敢迎枪牛将军肯定是的 继言把背后迎枪取下枪套 牛靖达一看 果然是 他们那苦命兄弟罗承的武器 要说牛靖达和秦琼的感情 估计还真没有什么人能赶得上 当时还在战伤为王的瓦冈寨失败的时候 还有程咬经几人 他们就在一起了 几人一起又投奔了王世冲 但是接触之后 又不满意王世冲为人狡诈阴险 找机会离开了王世冲 牛靖达后来祥唐之后 也是邓秦琼在一起领兵打仗 感情不用多说 这几乎就是秦兄弟一样的感情 知道秦琼的病好了 牛靖达是最高兴的 现在看到自己老哥哥的救命恩人 当场老泪纵横 直接单膝跪了下来 吴刚和火头军老郭头都惊呆了 没想到这个几言 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这不是半猪吃虎吗 吴刚倒啥好说 老郭头记得之前这个小白脸一样的人 还说军队里的饭食难吃 让他好好斥责了一顿 这没想到 这是半猪吃虎啊 你说你好好的 又是秦将军的救命恩人 又认识牛将军 跑到这里当个粮草小官 这也是没谁了 低调啊 低调 这怎么敢当 季妍连忙把牛靖达扶了起来说道 学生季妍虽然是个读书人 但是也向往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这次投军也是听说土拨人大军来犯 投国报效 秦老将军的病情也只是遇见的举手之劳 怎么敢当如此大力 牛靖达见季妍一脸诚恳之意 抹了抹眼泪 连说道 好 今日在军中老夫失态了 等此战结束 老夫定当在长安大摆宴席 以谢继先生贞德 几言点了点头 这才发现 火夫老锅头和吴刚都眼巴巴地看着他 这关系是有了 但是这是在军营里 万一牛靖达非要今天一晚 做出五千人的口粮 这也变不出来啊 几言话归正传 拱了拱手说道 学生也读过兵法 要先骑袭 人不再多 五千人的骑兵实在是太惹眼了 不如把人数调整一下 说起打仗 牛靖达又恢复了长色 点了点头 那依你说多少人合适 几言说道 两千人 从灵州这里到松州 即便是快马 也需要一天两夜 三十六个时辰 马可以吃草 但是人不能不吃饭 如果将军能控制在两千斤旗以内 这口粮问题 我可以解决 而且可以 让这些将士 就像在家里一样 还能吃一口热乎的 松州附近不缺水源 但边疆含苦 水含苦涩 人喝了之后 怕是要闹肚子的 学生说不定 还能让将士们喝上热水 松州附近水源不熟 但是这季节 多是寒水 几言一下就说到了点子上 齐齐齐齐 关键就在于这个旗字 如果烧火烧水做饭 被敌方发现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牛静打点头 身以为然 吴刚和老锅头一见几言 把话说得这么死 脸都黑了 老锅头更是欲哭无泪 之前的硬馒头倒是有 但也不够两千人 一天两夜的量 现在几言更是说 还要让将士们 吃一口热乎的 这怎么带 怎么保温 这简直天方夜谭 以前听都没有听过 君中无戏言啊 自己这颗老脑袋 怕是要保不住了 牛静打也是面色肃穆 捋了捋胡须说道 季先生救了我秦老兄弟 就是我的恩人 但是君中无戏言 这话若是做不到 我就当没有听过 就此作罢 一听牛静打 还给了缓冲的余地 吴刚和老锅头 都常常松了口气 但是季言拱手而立 站得就像一支笔直的长枪 季言一字一句道 君中无戏言 把学生所在的 资重引武士人交给学生 我甘愿立军令状 一夜时间 我准备好两千骑兵的口粮 还保证吃一口热乎的 吴刚就是想拉着几言 现在也来不及了 吴刚是以为 季言这公子哥的那套毛病又犯了 在长安公子哥之间 好强正个言辞口舌之快 但是现在是在军中 不是在长安啊 吴刚正要开口帮几言开脱 但是牛静打却先发话了 面如成水 显然不是把季言的话荡而洗 可当立军令状 季言爽力的丹西跪下 重重地抱了抱拳 卑职愿立军令状 好 牛静打再也没有什么迟疑 让人拿了军中文书来 让几言签字画鸭 就带人物字短暂养精蓄锐去了 吴刚和老郭头在旁边一身冷汗 脸色如土 偏偏寄言有点得意 甚至还想牛逼轰轰地插回腰 就被吴刚拉到 一边小声说道 季先生 你有县男的身份 虽然只是个县男 但也是本朝最低的爵位 功过向底 也不至于送了性命 我这就安排人送你出营 这几日相处下来 吴刚已经把季炎当成自家兄弟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就因为一时间的口舌之快死在这里 但是季炎愣了愣 我出营干什么 当然是逃命啊 吴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偏偏季炎面带笑意 不急不慢 真是要了命啊 季炎这才反应过来 吴大哥是不相信我能完成 老郭头在旁边也是心有余悸地说道 季显男 之前老头子不知道你的身份 说了几句斥责的话 但是没想到你心胸大度 还帮老头子揽下了这档子杀头的事 你快跑吧 我定当装作不知情 感情这两人是为自己担心啊 季炎微微一笑 这件事我有分寸 给我时间 我肯定能够完成 吴大哥 郭叔 你们把能用人手都叫来 随时待命 我今天定然不会掉了脑袋 好 现在是已至此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老郭头和吴刚把人手带来 就看到季炎若有所思 一个人拿了一个装着石灰石的袋子 和一根用来缝粮式袋子的粗针 粗现进了帐篷里 不知道在鼓刀鞋 对着几只木碗 不知道在鼓刀什么 这石灰石不是入药用的吗 拿着的做什么 吴刚着急的来回渡步 老郭头蹲在一边 唉声叹气的 本来我对季仙男还有点成见 以为是长安那群顽固的公子哥呢 但是他主动帮俺这个瓜老汉 拦下这些事 若不是如此 怕是 季炎在帐篷里面 先是取出了一块石灰石 然后找了个长条形石块 把石灰石净数压成粉末 虽然看起来颗粒粗了一些 但盘算应该也能要 就是不知道 效果好不好 然后用针线粗粗的 用麻布扎一个成人巴掌 一半大小的小袋子 把之前演好的石灰石粉末装进去 尽量不露在外面 但一动多少 是有从麻布的缝隙里露出来的 如果能换成密度更细的绸布会更好 但是现在聊胜于无 把缝好的石灰石袋 放进稍大一点的碗里 能不能成 就看着一下的了 兴奋地搓了搓手 拿来一块磨饼 掰成小块 放在小碗中 然后小碗中倒入冷水 连同掰碎的磨饼 一起做进放着石灰石袋的碗里 然后倒上水 找了一块布盖在上面 过了片刻 几颜眼睛一亮 成了 成了 外面的无缸和老锅头 就听到几颜在帐篷里面的喊叫声 急忙冲进来一看 只见大碗叠小碗 而小碗里面的饭热气腾腾 还有一股白雾在物渍蒸腾 但是奇怪的是 这营帐里面根本没有锅 灶台 中间的磨饼热气腾腾 加上一点咸菜 就是一碗热乎乎的汤饼啊 老锅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老锅头和吴刚刚才一直在外面 也没有见几颜拿别的东西 是怎么做到的 吴刚看着碗底的那个麻布包 倒是若有所思 但是老锅头惊为天人 双脚一软 直接对着几颜叩拜起来 口中还大喊 这是造王爷显灵了 造王爷显灵了 老锅头这么一喊 外面的人也钻进来 一看 自己的对正几颜没有用火 就热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饼 都唏嘘不已 就连不远处休息的牛静达 难道能用热水洗刺脚 也听到了动静 皱了皱眉头 这是何人在营中大声喧哗 帐前副将近来回禀道 禀告大将军 是资崇营那边传来的 喊的是造王爷显灵了之类的话 牛静达想了想 咧开大嘴笑了笑 我就知道 这小子有办法 走跟我去瞧瞧去 说完 脚上的谁也不擦 直接踩上靴子 就带着副将大不留心 朝着资崇营走去 等牛静达到了资崇营 纪严已经做好了第二个 而且在撕碎的磨饼里面 加入了资崇营里早就晾好的干菜 还把风干的羊肉和干饼 一并撕碎 放入冷水中 牛静达进来之后 众人没想到 惊动了这阔水到大总管 吴刚带头跪下 请将军恕罪 牛静达不以为意 眼若同龄望着 众心拱月一般 放在暗渡上的两层碗 好奇问几言 这就是给我想的办法 几言起身 笑着拱了拱手 正是如此 牛静达身边的副将一看 那水里有碎饼 有碎羊肉 还有碎干菜 但是用手一摸 仍然冰冰凉凉 嘲笑道 这就是造王爷将士 还是冷水冷饼 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给我们这些 在前线浴血杀敌的将士们吃的 这简直就是猪食 故弄玄虚 牛将军不如依我看 就带冷饼 我们对付两口 一样能杀敌 信这等无耻小儿之言 耽误战机 牛静达皱眉 看了看继言 似乎同样有此疑问 几言笑道 这位将军莫及 我继某人虽是无名小卒 但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说话算话 等我掩饰一番 你们就明白了 几言让老锅头 再拿一碗冷水来 老锅头现在把继言凤若神灵 连忙应了一声 端了一碗干净的冷水进来 继言端着 那碗水抬手示意 然后把水倒入了稍大的碗里 把盛着冷水和磨饼的小碗 坐了进去 但是并没有什么反应 副将讥笑道 也不过如此 这是什么把戏 一点毛用都没有 但是很快 就听到水慢慢开始滚动的声音 那个坐在大碗里面的小碗 也开始上下浮动 就像是下面的水开了 把小碗顶了起来 牛静达神色一变 走近一看 那大碗里面的水 居然沸腾了起来 那个副将看到之后 也是脸色大变 再看几言的眼神都不对了 几言用一块细包布 把大碗罩了起来 又让大家稍等片刻 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大家都不知道 几言卖的什么关子 这时候 几言才把不揭开 那碗之前冷水泡的饼 已经变得热气腾腾 而且因为 加了干菜 干菜变湿之后 是绿色的 加上碎羊肉的香味 看的人就是食指大动 虽然没尝 但是仅仅就从卖相上来看 就比平时军营里吃的大锅饭 好上十倍了 牛静达惊讶无比 之前那个副将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连连说道 这是什么艺术 能够无火生热 牛静达也一脸古怪地盯着几言 好想要从他脸上 看出个紫丑银帽来 旁边的将士 甚至还有人低呼一声 这怕不是妖术吧 一时间看着几言的眼神都变了 两脚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两步 离几言远了一点 几言苦笑 心说这些人 是把自己当成会妖术的妖人了 笑道 其实我不会妖术 这也不是西域艺术 那些也都只是一些障眼法 没有人能把自己的头摘下来飞出去 也没有人能从肚子里吐出火焰 这碗汤变在没有火焰的情况下 能够自热 完全是因为底下的这包东西 几言把一个张开口的小麻布包 递给了牛静达 牛静达一看 是一些白色的粉末 西齐问道 既然不是妖术 也不是艺术 那是何说法 是时候给这些古代人洗洗脑了 真加利略 几言笑道 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都是有它的特性的 比如在晴天的情况下 水坑里的水会蒸发 比如太阳在早上离我们远 下午的时候离我们近 这包东西名为石灰粉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遇见冷水 会散发大量的热量 而这一小包所散发出来的热量 足够让上面装着食物的小碗里的水沸腾 从而加热了食物 这一番话说的有点深奥 很多人还在心里琢磨 对啊 为什么以前没人想过 为什么太阳在早上离我们远 中午离我们近呢 牛静达倒是简单一些 直接跳过了那些听不懂的话 恍然大悟 眼睛瞪得像是同龄一般 你说 是因为这小袋石灰粉生热的缘故吗 牛静达也知道这个 以前在战场上治疗伤口 怕是伤口流血腐烂 有的时候 也会用这东西覆盖伤口 达到结巴止血的效果 但是万万没料到 居然还有此中妙用 怎么军中就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点呢 不错 吉言笑着拱了拱手 牛将军 这就是我解决军中兄弟 这几日口粮问题的关键所在 两千骑兵 只需要每人准备如此六袋石灰粉 多带一个碗 不用生活 不怕被敌人发现 就可以吃上一口热乎饭 还可以吃到蔬菜甚至羊肉片 也好有体力在战阵上杀敌 牛静达大喜过望 之前他还以为几言是吹牛 没想到 当真有如此本领 几言见所有人都挣住了 笑了笑继续说道 其实用来热饭的碗 用铁碗或者此碗传热效果最佳 但这里条件不比长安 若是在长安 我还能改良 甚至还能让他们吃上别的口味的食物 甚至是热乎乎的米饭 面条 包子 羊汤 但是边疆喊苦 暂且用这个凑合 没等纪言说完 之前质疑纪言的那位副将 老脸红了一阵之后 咚的一声给纪言跪了下来 重重地磕了个响头 纪言还有点不知所然 以为他是为之前的莽撞道歉 连忙好声好语 要把他扶起来 当时等这个副将一抬头 脸上已经带上了两行滚烫的热泪 这铁打一样的汉子 带着哭腔说道 若是有纪先生这等饭时 我那哥哥也不会冻死在隆西了 说完 嗷嗷大哭了起来 见几言不明所以 刘靖达叹息一声 满是老茧的手 麻撒着手中的麻布袋 把这副将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这副将有个兄弟 早年也在军中 那年和土玉浑人来犯 正是寒冬 天寒地冻 他哥哥那个队伍 被土玉浑人的骑兵冲散了 周围是一片大雪茫茫 根本分辨不出南北 身上只有冷窝头 开始那窝头还能咬得动 但是一夜之后 那窝头就冻得比石头都硬 几天之后 土玉浑的骑兵退了 他们去寻人 人完好无损 是被活活冻死的 就像是冰雕 他哥哥回阿里 还揣着半个咬不动的窝头 是活活饿死 冻死的 若是有一口热乎的饭食 怕是我哥也能坚持到 我们找到他们了 那副将捧着几言所造的小布袋 热泪滚滚而下 几言也红了眼圈 连忙扶起这副将 感动唏嘘道 这技术 我愿意无偿贡献给军中 作为以后作战用的自热军粮 回到长安之后 我还可以多研发一些不同种类的 这个时代虽然落后 虽然野蛮 但是仍然有无处不在的感慨 几言愿意让多些士兵能活着回去 和家人团聚 牛靖达听了 也是热泪盈眶 捏紧了手里的小布袋 有此物 我定当大破土翻 无当立此事 不死不还 不死不还 周围的将士 都是两行热泪 朝天阵臂高呼 牛靖达带人挑选精兵 剩下的人都在几言的指挥下 研磨石灰石 缝制布袋 看着那些军中操汉 把能招来的针都找来了 一个一个粗笨的军汉 时不时被针扎破手的样子 让几言看了会心一笑 这个时代说到底 还是带给了他一些不一样的感动 准备的实际上 没有用一整个晚上 只用了半夜 静万小小的布袋 已经被分发到了 今夜要出击的两千个骑兵手里 一个人可以用六个 正好是两天的量 除此之外 每人在马背的袋子里 多装了一个用来盛水的大碗 牛靖达身披 擦得蹭亮的山纹甲 骑在战马上 身后是两千个 杀气腾腾的精锐骑兵 在黑暗的夜色下 光是远远看上一眼 就觉得让人后背直冒冷汗 牛靖达看了身边的几言一眼 这战老夫要是打胜了 你当技手工 几言发明的这种 对了 叫自热军粮的吃食 其实不仅仅是吃食 更多的是给了 这次出战的先锋军 打了一记强心针 是最强的鼓舞 有了这东西 士气又提升了一大截 这是牛靖达所没有料到的 他身后那些穿着重甲的小伙子 虽然看不清面目 但是能听到他们的手 把武器转得发紧的声响 寒冷的夜风 吹起了几言的衣角 几言神情肃穆 朝着牛靖达拱了拱手 深深地败了下去 助牛将军此行 功无不克 牛靖达抬了抬手 一架胯下战马的小腹 出发 两千个骑兵 发出轰隆隆的马蹄声 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寄言在后面 看着他们离开的影子 他刚才的话 是发自肺腑真心的 他到唐朝来了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这么期盼过一件事 御迟宝林之前跟他说过 军营就像是个熔炉 不管你是公子哥还是乞丐 到了那里 谁都一样 会哭会笑会感动 御迟宝林这臭小子这件事 说的没错 历史上那么多战役 寄言还真的不记得 牛靖达这场 究竟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但是他那句驻牛将军此行 公无不克确实真心实意的 与此同时 在松州城 松州都军寒威 正在城墙上 寒风凛冽 吹得头发胡须 均是沾着一层寒气 他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兔藩军 忧心冲冲 他贸然出兵 损兵折将 差点让松州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若不是及时退入城中 现在恐怕已经是身手易处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土藩小国 没料到居然有如此战力 更恐怖的是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帐篷 精良丝鸣的战马 足足有二十万人 而剑南到松州城 不过是个几万人口的小城 此时副将来报 都军 兔藩人又派人来叫骂了 只要咱们陛下答应和亲的要求 他们就可以退兵 数字竟敢如此无礼 韩威首按在剑上 双眉怒术 勃然大怒 直接抽出宝剑 砍下城墙一个墙角 怒骂一阵 最后还是叹息一声 按兵不动 让人多被雷幕滚石 誓死守城 副将领了命下去准备去了 韩威觉得内心羞辱 但却无可奈何 其实刚一开始 只有一小队的土藩骑兵来叫骂 韩威当真要给这些叫化之外的藩帮蛮子 给点教训 点兵出击 没料到吐蕃人暗中射击 他中了埋伏 大败而归 本来守兵就不算众多的松州 如同雪上加霜 此时此刻他若是再强行出击 怕是松州城再也守不住了 兵力过少 是因为以前过往 和大唐在边境发生摩擦最多的是 西突厥和土玉魂 重兵都在拢西和拢右 松州不是重中之重 但是现在看来 土藩人这次发动战争 似乎有备而来 松州是大唐的门户 若是吐蕃人拿下松州城 大唐门户大开 而松州到长安 地势由高而下 土藩十万骑兵建制国都长安 那时候 怕自己就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韩威回头看向长安的方向 心有戚戚 援军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正在松州守将 韩威百般担忧的时候 在土博人迎寨 车铃铃马萧萧 最中间规模最大的营帐中 一个留着小胡子 面容白净 戴着传统脏式羊毛沾帽 身披白色斗篷的年轻人 正盘膝 而坐低头看地图 像身边一个副手而立的 同样戴着沾帽 留着浓密胡须 眼睛狭长 眼中不时又金光乍现的的中年人询问 大象 今日派出去 骂阵的效果如何 这时松赞干部不过才年纪轻轻 二十岁出头 但是已经是一个军事强国的帝王了 而旁边这位留着浓密胡须 眼睛狭长有神的中年人 就是土藩王朝的大象陆东赞 陆东赞此人 成文有谋 擅长激变 用兵进度有度 是松赞干部依仗的左膀右臂 以重为土藩大象 陆东赞微微笑道 我王天威 唐人不敢出战 松赞干部哈哈笑道 唐将也不过如此 松赞干部 拿起桌上的两杯马奶酒 一杯端与陆东赞 用手摸了摸手指上的猫眼绿松石的戒指 略意思索说道 唐人城墙高耸 若论马战不战 君不是我君对手 但前日攻城 我君则折损不少 大象可有计策 陆东赞笑道 大王可听说过 一笔知道还施 比身这句话吗 看到陆东赞成竹在胸 不急不缓的模样 显然是有了对策 松赞干部急忙追问 即将安出 陆东赞放下马奶酒 看了看地图分析道 根据我安插在长安的眼线 长安大军已然出军 不日则会抵达松州 唐人势必不会选择放弃松州 怕是有一场恶战 松赞干部点头沉思 陆东赞又拱手说道 松州人口有限 再有两日时间 我们只要不断地攻城 唾手可得 说到这里 陆东赞顿了顿 又笑道 但是大王胸怀天下 不能紧紧盯着着松州小城 松州此城衔接土藩 土玉魂 是唐人通往土玉魂的要道 所以松州是重中之中 若是咱们执念松州 必有一场恶战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 而在于西面 陆东赞守指了 指土玉魂的地盘 和党项的地盘 我们和大唐的交锋 只是第一次试探 不用纠结于城池 即便是我们占领了城池 唐军到来之时 兔藩士兵不擅守城 依然是要拱手向环的 但是我们有必要让 这个强大的邻居明白 我们兔藩是有能力 和大唐结为强大的盟友的 也是值得让他们和亲的 松赞干部确实很喜欢城池 也喜欢城池里的文明 他很早就听回去的使者 不止一次的传颂 称赞过附属和繁荣的 长安城池的风华 但是他知道 这次出来 不是和唐军决战的时候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计划 或许要用一生来完成 现在的兔藩需要更多的草原 更多的地方 来养马 来增加人口 而西边的土一魂人 和党项人的地盘 是比唐人的城池 更明智的选择 松赞干部心中已然明了 开口说道 为而不公 等唐人到来 在小规模试探性进攻 让这位强大的邻居 也知晓我们 土翻骑兵的刀刃的力芒 此为上策 我王聪会 陆东赞摸了摸嘴角的大胡子笑道 但是也不能让这位邻居来得太轻易 以比之道环师比身 早就听闻这位邻居 有能征善战者 兵法轨道专精 以比之道环师比身 咱们也可以主动出击 给这位还未到来的邻居 来一份大礼 松赞干部兼陆东赞 一直卖关子 笑道 大象快说 本王心中痒痒 陆东赞也是爽朗一笑 指了指地图 唐人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有句老话 叫做兵马未动 而梁草先行 我猜测唐人的梁草 已经到了这次位置 若是此时 我们派一对骑兵骑袭 唐人大军未到 梁草必然受损 这样到时候 我们和唐人谈判 也有了更大的筹码 陆东赞这么一指 正好指到了 几言他们所在的灵州的位置 松赞干部府长大笑 大象此计正合我意 挑选金骑兵 选一位能征善战者 去烧了他们的粮草 这件事就由大象来安排 陆东赞点头微笑 退出营帐 去妥善安排此事了 而吐蕃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候牛静达的两千骑兵 已经带着几言发明的自热式军粮 已经在路上了 在灵州资重营 纪言正在营中练枪 吴刚在一边叫好 等纪言一套枪法耍完 一个琥珀色的古朴小瓶 已经被军中 做饭的火夫老锅头递了过来 纪言正口渴 仰头一喝 惊讶道 这是葡萄酿 纪言细细一闻 微醺的香气 再往瓶口里一看 深红色的穷浆 是葡萄酒无遗了 万万没想到 在古代大唐居然还能喝到这个 虽说酿造的技术不如现代 但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意外之喜 老锅头连忙做了个晋升的首饰 贼没熟眼小声讨好似的 带着善笑道 纪先生 这是我拿干菜 和附近的游牧民族患的 就这么一点 先拿来孝敬您的 可不敢声张 一是军中不让喝酒 二是就这么点 也没有更多的 纪言笑了笑点头称事 古代人质朴 之前本来这座军粮的事情 是落在老锅头头上的 老锅头都以为自己脑袋要搬家了 但是没料到 这个自己之前还有点看不上的公子哥 给自己解了围 纪言发明的那种自热式军粮的原理 老锅头不懂 但是老锅头在军队里做了一辈子饭 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加热的 一股热气 然后饭食就热了 他简直把纪言当成活神仙了 换句话说 就是凤若神明也不为过 军队里条件有限 也不能饮酒 多少人都惦记着这一口 老锅头私下里用攒下来的干菜 和附近的牧民 换了这么点葡萄酿 偷偷拿来先给了纪言 自己都没舍得喝一口 看着周围的将士都在刻苦训练 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后方的资重营 就没有偷懒 每天天一亮 吴刚就开始组织他们操练 但是这几天下来 几言也发现了 这里的训练方式比较单一 多数都是方阵 然后训练长枪和短刀 看似如火如荼 但是没有科学性和针对性 大唐最强的对手都在西边 更多的是马上的作战方式 对付马战 最好的当然是长枪和盾牌 几言把自己的想法和吴刚说了一下 吴刚也觉得 几言提出的这种训练方式很新颖 但是也有质疑 你的意思是把所有人分开训练 训练弓箭的 只练弓箭 训练的枪术的 只训练枪术 训练盾牌的 只专心训练盾牌 而且还要排成形 进行口令训练 另外早上晨起 还要背着粮食带跑步 这是何道理 不错 几言摸了摸下巴上 已经有半寸的胡须 看着正在操练的士兵若有所思 我见过玄策军的冲阵 一个冲阵之间 即便是飞花摘叶 也能杀人的武林高手 也会惨死在铁蹄之下 资重营多数都是新兵 面对真正战争 这样的训练 恐怕也很难起到作用 就好比你面对一个 很强大的敌人 你的武功是零 和你的武功是一 结局应该都是同样的 吴刚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 但是目前这种训练方法 也是军队里 一辈接一辈的人传下来的 贸然用计言的方法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可行吗 计言见吴刚半信半疑 笑道 只需要一日 你给我一个小队的人马 我用来训练 然后可以和用传统方法 训练的新兵进行比试 到时候一试变之 这是牛静达带着骑兵去了敌方 粮草等任务也完成 就等李静侯军级的 大队人马到来 这两日无事 这回太阳已经到响武了 贼言这么有信心 半天时间就能打过自己 吴刚倒觉得有趣 豪气地说道 好 那就按照你说的 咱们就一天时间违宪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比试 我还不相信了 你的方法只训练一天 就会比传统 练兵方法有用 一言为定 贼言笑着和吴刚击掌为事 吴刚为了公平起见 选人的时候 选的都是高矮胖瘦力气差不多的 这样才能验证 到底谁的方法更有效 贼言看了看选出来的五个人 稍微细细一审视 其中一个稍微高点的 看着壮实一点的 问道 你叫什么 这人摸了摸后脑勺 裂开嘴笑道 几对证 俺没有名字 是家里的老大 你就叫我阿大就行 好 贼言笑了笑 把最重的盾牌和短刀给了阿大 你就负责这面盾牌和短刀 来了敌人就正面硬敌 充当肉盾 阿大听不太懂 但是他感觉 这活应该适合他 因为比较简单 拿好盾就行 几言又问道 你们谁会射箭 其中一个留着落三胡的汉子 主动举手说 几对证 他们都叫我李猎户 以前就靠打猎为生 弓箭安慧 几言把弓箭和箭带 还有一把短刀 扔给李猎户 你就负责远程弓箭 站在队伍最后 敌人冲过来的时候 你就负责从射箭 等敌人到了近处 再用短刀 记住了吗 李猎户点了点头 把箭带背上 短刀插入腰间刀鞘 剩下的三个人 几言从中间选了一个个子较高 臂斩最长的人 把长枪给了他 你站在队伍伺候 就是弓箭手的前面 盾牌后面 懂了吗 几对证 我懂了 这人倒是个机灵的 我就站在盾牌后面 一是 可以从盾牌后面出枪 伤害敌人 二是 阿大可以保护我 几言笑道 不错 正是这个意思 等到敌人冲到近处 你可见缝插针出枪 长枪威力大 你运用你手臂的力量 把枪一次次捅出去 即便是骑兵 也很忌惮 长枪这武器比较重 一定要有很好的臂力 也需要双手把握武器 这样基本就要暴露在敌人外面 稍有不慎 就会受伤 但是有了这样小队的阵营 就能很好地保护他 这人又问 那万一敌人从两侧冲过来呢 几言笑道 不是还有两个人吗 几言分别捡了两把短刀 两个小人盾 给另外两个人 整个五人队形 就像是一个梅花形状 把长枪手保护在中间 最后面是弓箭手 最前面是重盾手 两侧个是一个拿着皮盾 和短刀的轻盈保护手 几言拿出来自己的长枪 当然是包头的 几人的武器 也同样是包头的 也不会误伤 就这么演练起来 几言教他们及时调整方向 怎么应对各方的敌人 两侧的保护手如何灵活激动 这么一下午时间 阿大里猎户几人 把这个梅花形的作战队形 熟悉了十之八九 时间过得很快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 听说吴刚要和新来的几对证比试 整个资重赢的人 连饭都不吃了 都围着轿场 吴刚带着五个人笑道 继对证 战场上只有胜负 我不会客气的 几言带着五个人 走到了轿场这头 笑了笑说道 多说无意 手底下见真章马 夕阳西下 站在轿场边上的吴刚 充当发令官 举起了小旗 他偷偷地观察过 戒严交的五个人 好像都是神采意义 士气鼓舞 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依托不同不成 吴刚转眼一想 一下午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怎么练 也不可能超过原先的训练方法吧 这件事还吸引了其他人 就是这南军资重营 和吴刚同级的其他将军 听说吴刚这个小队 有了套新的训练方法 都跑过来瞧瞧热闹 看吴刚是怎么痛揍这些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新人的 吴刚这边的五人 其实挑选的时候 吴刚也是有私心的 特意挑了一个老兵 他没有告诉几言 这老兵和新兵的区别 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老兵是上过真正的 沙场战争的 手上沾过人血 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嗅觉 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存活下来 所以 吴刚几乎可以说 是有十足的信心 反观 几言这边 五个人全是今天才 征兵进入资重营的新兵 以前大多数是猎户 是农夫 甚至有人以前连刀兵都没有碰过 赢自己 这怎么可能呢 想到这里 吴刚挥动手中令旗 是一比试开始 吴刚的五人 迅速拿起武器 朝着对方而去 想要快速完成厮杀 解决战斗 也好在这么多同僚面前露个脸 在看几言这边五人 迅速拿起武器之后 不急不缓 慢慢组成了一个 五人奇怪的小镇 体型最壮的阿大 举着长盾 站在最前面 身后是拿着长枪的王二 在后面是弓箭手里猎户 然后左右两边 比阿大站位稍微靠后的是 两个拿着皮顿短刀 轻盈打扮的人 组成了五人小镇之后 纪严这队人 也没有着急进攻的意思 而是站在原地 警惕地看着围过来的吴刚小队 吴刚小队以那个老兵为首 没有什么队型 这个老兵也有点吃不准 纪严这队人的意思 上来不是厮杀 而是站住不动 这是什么战术 吴刚在叫场边上 也有点吃不准 这是不准被打了 老兵有点等不及展露伸手了 看了看身边几个人说道 咱们一起上 几人分开 嘀吼一声 分别冲过去 就要攻击纪严这队的每个人 但是这时候就看到李猎户动了 从背后箭筒里 快速抽出羽箭 拉满弓炫嗖的一声 射中了冲到最近的一个 对方敌人的身上 没有箭头 但是有一个沾着石灰粉的小包 这么一射中 正好射中此人胸口 这人就算是阵亡了 不能再动了 那个老兵一看 李猎户又要抽第二支箭 连忙喊道 快点 他们想用弓箭消耗我们 冲到跟前 和他们进站 但是 等老兵带着人冲过来 李猎户的第二支箭 又射中了一个人 现在吴刚芳只剩下三个人了 而人已经到了跟前 李猎户抽出了短刀 这时候 阿大嘀吼一声 冲啊 阿大端住中盾 朝着老兵跑了过来 老兵苍茫之间挥了两刀 往后退了几步 旁边的剩下的两个人立马顶住 但是谁知道阿大一闪 一赶长枪就刺了出来 正好刺中其中一个人的胸口的铠甲 整个人都被刺飞了出去 剩下一人一看傻了眼了 这明显打不过 就想后退 但是阿大身边之前 那两个圆盾手 早就已经徘徊过来 封住了他的退路 一顿乱刀之下 这个人 也沾着浑身石灰白粉阵亡了 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老兵 但是阿大他们 也没有放弃阵刑 而是一点点的保持队形 继续往前推进 那个老兵根本无从下手 面前有阿大沉甸甸的盾牌 到了远处有李猎户准确的语剑 到了近处 还要小心猛然从后面戳出来的长枪 而且还有两个持着短刀 时不时出冷刀的圆盾手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逼退这个老兵 老兵拿着刀慌张不已 一头冷汗 有一种浑身武艺根本施展不出来的感觉 直到他被逼退到了教场边缘 显然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老兵扬天长叹一声 扔下了手里的兵刃 我们输了 教场周围一片安静 好多人都没有看懂 这就输了 说好的大战呢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血与肉的较量呢 看了看旁边计时的香炉 一炷香都没有烧完 只燃烧了大半 这就结束了 大家面面相去 好一阵子 不知道谁反应过来 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几队正的小队好棒 这么快就打赢了 而且一个人都没有受伤 稳健 吴刚也反应过来了 原来纪言让这些人排列成这样 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那个弓箭手躲在最后面 在暗中释放冷箭 就像刚才 他的人还没有跑到近前 就已经折损了两个人手 最前面的重盾 起到的是防御的作用 无论你的刀兵在里 总穿不透一寸厚的重盾吧 中间的长枪手 本身是最薄弱的 因为要两手持握武器 所以保护在其他四人中间 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 两边的原盾手 因为武器轻盈 可以四下游走捕刀 让人防不胜防 阿达他们也没想到 自己可以打赢 而且 一个人都没有武器 或者石灰粉碰到 这可是全胜啊 扔下武器跑了过来 直接把几颜四肢抬了起来 喂 你们干嘛 几颜见自己双脚离地 与地平行 惊讶地高喊道 纪队正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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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他们兴高采烈地 一次又一次地 把几颜抛到了半空中 几颜那队的人 都跑了过来凑热闹 那些别队的将军看了 也觉得这队型好用 这要比毫无章法的单兵 厮杀有效多了 而且可以减少伤亡 甚至是可以培养一个 小队的人默契度 纷纷羡慕地看着 被抛向天空的寄严 不管是不是资重赢 但是只要能打胜仗的 对正才是好对正 吴刚也是老脸红了一阵 但是其他队的将军 都过来恭喜吴刚 说道 老吴啊 你这从哪逃来的宝贝 在你这干个队 正太取材了 不如让给我吧 是啊 老吴 不让也行 你把这方法 也跟我们说说 万一以后上战场了 或者是押韵粮草碰到山贼了 咱们也好露露脸不是 露脸倒是其次 这种小队作战的方式 减少伤亡 这些兄弟 谁家里没有亲人 跟我说说 我也想把手下的弟兄 都安全地带回家去啊 老吴本来还有点脸红 但是这些话一进入耳朵里 心说 是啊 这纪言再厉害 也是自己的对症啊 老吴的腰杆 立马硬了不手 满脸红光的拱手说道 哈哈 各位兄弟抬去了 我这对正是宝贝啊 可不敢拱手让人 听到这个 好多将军都露出失落之色 但是老吴笑道 但是 既然现在有了这种好方法 那咱们就得学习 明天你们 就派人来我这 学会去了再交给别人 这总可以了吧 好 周围的将军纷纷叫好 但是心里都暗暗记下了 这个叫几言的对症 之后的两天时间 各个资重队伍的人 都派人来观摩学习 几言也没有藏私 倾囊相授 等到明日 大军到来 他们资重营 就要跟着前行去往松州了 恐怕就没时间训练 下午用过饭时 今日轮到几言寻营 营头用土胚 搭建了一个撂望台 这回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刚吃过饭 士兵们一边站岗放哨 一边插壳打混 见到几言来了 大家都是肃然起敬 这几日 纪言的名头 在资重营无人不小 大家都钦佩得紧 看到纪言来了 都挺直了腰板 偏偏有个军中副将不服气 此人叫王尔 也是军中老将 以前是因为打仗伤了腰背 这才调到后勤兹虫 当了个副将 见几言年岁轻轻 又是一副读书人秀才模样 自然看清了几分 对纪言也没啥好说的 今夜正好是他带人首赢 几言倒是不介意 他每天乐呵呵的 还能偷偷地 喝点老锅头弄来的葡萄酿 平时没事了 还可以到老锅头那里 交上一两道后世的菜式 老锅头更是喜笑颜开 时常给几言开小灶 但是纪言今日寻营 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 往常日落 这会真是汝燕归零 飞鸟还巢的时候 但偏偏能看到 即将要坠落的夕阳 天空中却看不到一只飞鸟 远处的密林也毫无响动 有点过分安静了 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一只鸟都没有 几言感慨道 偏偏那副将 网耳听到了 讥讽道 既对正管的也推宽了 这鸟什么时间飞 也得听你调遣了 几言听出话中有刺 拱了拱手正色说道 王副将 都有他的规律 咱们也再次安营扎寨不下数日 每当此时 前方的密林鸟 正是提名的声音不绝于耳 偏偏今日静的可听落真声 不如派人去前方密林里打探一下 也省得夜晚心安 王尔笑道 这里距离松州 即便是上好宝马 也需要两日有余才能到达 若是有伏兵 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那套糊弄糊弄新兵还行 我以前也是沙场战将 刀口舔血才活下来的 还是不要误那多声事端 老师回去睡觉吧 季炎见王尔不愿意出兵去打探 自己没有出阴的军令 看着远处的密林有点担忧 只好下了瞭望台 回到营帐 吴刚正在帐篷里 偷偷弄了个饼子 还有一只鸡腿 再在炭盆上烤 笑道 快点来 把你的葡萄酿拿出来 也算是有酒有肉了 他这还是跟季炎学的 在鸡腿上磨点盐巴 再撒点猪鱼粉 花椒粉 腌制片刻 再放在炭火上烤 就会有一股又香又辣的味道 实在是下酒好菜 但是看到几言有点忧心忡忡的模样 吴刚又好奇道 季兄弟有啥好担忧的 几言说道 游将军已经去了两日有余 却迟迟没有军报回来 不知道情况如何 另外 我今日寻营 营寨西北方有片密林 到了日落时分 没有倦鸟归零的场面 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要不吴大哥 你和我带人出去一趟 一探究竟吧 吴刚想了想 也正次说道 这是确实非同寻常 但是领兵出营 需要手印和兵符 这两样咱们都没有 着实有点难办 仅仅靠这个 去资重营将军 那里说道 也会被副将推回来的 几言苦笑 正是被那个 王尔推回来的 吴刚也是苦笑 看着鸡腿 在火山雾渍流着油光 正正地看了一会 突然裂开 大嘴笑了 几言问道 吴大哥可是有了办法 吴刚笑道 你把你的葡萄酿拿出来 给我喝两口 办法就在嘴边了 原来是惦记自己私藏的葡萄酿 几言爽快地从怀中 掏出小瓶扔给吴刚 吴刚接管喝了一口 尝出了口气 砸吧砸吧了嘴感慨道 别说这西域人造的 这酒芳香凛冽 是要比绿意酒口感好上些许 听说在长安 只有湖姬的酒寺才用卖 一壶就是上百钱啊 几言拍了拍腿笑道 吴大哥有办法就快点说吧 等回了长安 这酿酒方法 还难不倒计谋 到时候 也不用钱去西市湖寺那里 买那高价酒 肯定管保管购 吴刚笑道 还是你有办法 副将王尔那里不同意 但是这件事由你就行了 你只需派人去各个营地 然后如此如此 若是晚上不出事 大家也没有什么影响 若是万一出事了 咱们也多个防备 也能提前准备 多保住一条性命 几言一听 确实如此 这样既不违反军令 也不用通过那副将王尔 着实是个好办法 一拍大腿 冲吴刚竖起了大拇指 将还是老的辣 听吴大哥一席话 我心里有数了 我这就去安排 几言把腿揪出来 吴刚笑了笑 给 拿着 我在这里时间长 这资重营其他将领 多少也卖我无某一个薄面 有这东西就代表我的意思 他们多少也都会听的 几言一揭 是吴刚象征身份的令牌 笑了笑点了点头出去忙去了 吴刚把葡萄酿放在一边 自言自语道 若真是像你说的一样 这酒怕不是不能喝了 晚上睡得太死怎么办 还是吃你吧 这季兄弟 怎么就这么会吃 这撒了猪鱼粉和花椒粉的鸡腿 当真是又顶饿又解馋 吴刚拿起鸡腿 不带吹凉了 就稀溜稀溜地咬肉吃 到了夜晚 夜幕降临 营地里点上了火把 这营寨的扎法 也是有说到的 一般会傍山傍水而建 这样即便有了嫡袭 也有一面是安全的 帐篷和帐篷之间有距离 有窄道 也有行军大道 到了晚上 巡逻的士兵 除了营寨门口的那一对士兵以外 还有四对士兵举着火把 来回穿梭 以防嫡袭 甚至又火患发生 营寨门口的那个士兵 白天训练好像有点累 正在抱着自己的长枪 站在瞭望台上 低着头打盹 看不清脸上的样貌 突然一只剑从他胸口穿梭而过 这个士兵就悄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 夜色静静 在营寨西北方的密林里 一个带着银制耳环光头 翩翩脑勺后面 留着一个小便的壮汗 骑在一匹俊逸的黑色马匹上 在月光下低声用土翻语 巴桑 瞭望兵死了吗 旁边一个梳者同样发型 但是看起来俊秀一点的年轻人 手里握着一只骑行的弓箭 这弓箭要比唐人用的弓箭长 整个就像一个半圆的圆月 足足有半人那么高 可见威力一般 他点了点头 编八大人 现在可以进攻了 咱们只需要进去走一趟 把粮食烧了目的就达到了 陆东赞大人交代了 咱们只带了两百骑兵 不能恋战 看着火烧起来了就走 被弓箭手称呼为鞭巴的人 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 后面的人准备好了吗 都在这里 像缩头乌龟一样 缩了一天了 都上马 现在要开始厮杀了 后面的人滴滴地应了一声 趁着夜色看去 清溢水的金状骑兵 慢慢从密林里出来 在密林外面排成了一对 巴桑抬起手里的弯刀 重重地挥下 所有人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很加码度 马匹斯明不已朝着唐人的资重银而来 而一直坐在银杖里手边 就放着银枪 假妹的季妍 睁开了眼睛 听到外面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只要不是 傻子都知道这是夜袭 旁边躺在床榻上面的吴刚 眼睛也在黑暗中眨了眨 笑了笑 按住身边宝刀小声说道 季兄弟 你真是神了 有夜袭你也能猜到 两人都没有着急动手 还在银杖当中 季妍点亮油灯 这么个小帐篷里 还拥挤着十来个资重银的士兵 季妍点了点头 压低声音笑道 辛苦各位兄弟了 众人拱了拱手 一个比一个兴奋 都拿起身边武器 委屈蜷缩在这小帐篷里 埋伏了半晚上 终于等到了 就等吴刚季妍一声令下 出去厮杀个痛快 鞭巴和巴桑 带着骑兵 砍开了迎战的大门 约约有两个小兵看到 回头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嘀嘻 这两个人跑得太快 一转眼就小时候在帐篷后面 巴桑的神功没有视野 鞭巴索性让人点起火把 二百骑兵就开始冲进营寨里 开始放火 一时间火光两天 鞭巴骑在马上哈哈大笑 大象还说 唐人用兵如神 我看就是虚名 这么大的资重营 居然只有几个小兵把守 不如咱们冲进去杀了敌将 摘了他的头颅 回去向我王寝宫 一边的巴桑连忙劝说道 且慢 鞭巴你注意到了没有 这些帐篷里着了火 里面有没有人叫喊冲出火焰 咱们骑兵这么大的动静 不可能一个援兵都没有 鞭巴也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嘴不服软 我看你是想多了 多半是他们 怕了咱们兔翻的铁骑 鞭巴的话音还未落 突然一个不远处的小小的帐篷里 响起一声闷声鼓响 咚 咚 咚 鼓声不绝于耳 然后是号角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 长长的响起 一对对的士兵 从路边边巴他们根本不留意的 小帐篷里钻了出来 迅速以五个人为一组 组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阵型 然后又排成了一个大阵型 切断了鞭巴他们的退路 鞭巴他们大惊 鼓声惊得他们 坐下的马匹 扬起马蹄思鸣不已 鞭巴他们回头就要冲杀出去 二百个骑兵的马蹄声 如同奔雷一般 夜色之下 地上尘土飞扬 但是 看着瘦弱的唐军 好像根本没有害怕逃开的模样 鞭巴抽出腰间弯刀 身后的骑兵 也是统一抽出腰间血量的弯刀 就要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切开唐冰的头颅 但是刷的一声 站在最前面的一排 看起来强壮一点的唐冰 从身后 拿出来一面中盾 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一字形 远远看去在夜色下 就像是一条黑线一样 古代人冲阵的时候 多数都是用盾牌 或者一些木刺来对正 鞭巴心里也有准备 心里冷笑 他们突翻的 马和唐人的马 有天差地远的差距 这种距离的加速下 能跃得更高 以为有盾牌挡在前面 就能挡住他们了 而且 他们吐蕃人 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马上 骑术也非同寻常 唐人的想法太天真了点 鞭巴信心大振 喊道 冲过去 杀了他们 割下头颅 回去向大王邀功 吐 兔翻的二百骑兵口中 发出呜呜的怪叫声 响应鞭巴 手中的弧形弯刀 放在头顶挥舞 胯下战马 不停就要破了这些唐人的盾牌 但是眼看着距离到了一百步的时候 唐人这边仍然没有动作 编巴心里更是快活 这次他袭了唐人的资崇营 顺便带回去斩获 说不定回去就能升官发财 成为大象陆东赞的左右手 也说不定 而站在营地这边阵形里的一个小兵 有点害怕地问身边的几言 几对症 你说我们能行吗 几言笑了笑刚要张口 就听吴刚笑骂道 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 刀已经到了咱们脖子上 你还想退吗 留下他们 咱们资崇营救他娘的是大功一件 回到长安吃酒喝肉 给婆娘买珠宝新衣裳 你想想 到时候日子得多美 那个小兵一听 信心十足 几言看了一眼李烈户问道 怎么样 距离够了吗 李烈户把指头放进嘴边 沾了沾唾沫 伸出来在空气里试了试风向 点了点头 距离够了 几言大喊道 所有弓箭手听令 这一条盾牌防线 后面还有刀盾手 还有弓箭手 还有长枪兵 一听纪炎开始发号施令了 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站直了腰板 竖起耳朵 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弓箭手准备 几言喊道 以李烈户为首的弓箭兵 在盾牌阵后面整齐划衣 从背后剑袋里 抽出一支弓箭 拉在了弓箭之上 所有人准备好了 李烈户朝着几言点了点头 是也可以了 纪炎这个时候 从盾牌分析中往外看 看土翻骑兵还有多远 却迟迟没有下令射箭 纪炎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嚎叫着冲来的吐蕃骑兵 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 等到先头部队进入射程后 纪炎立声下令 攻守射击 嗖嗖嗖 力箭在纪炎命令响起的一刹那 迅速飞射出去 箭矢和战马的冲量相互叠加 战争更大的杀伤力 扑扑扑 只是一次射击 敌方骑兵就倒下二十人 然而此刻骑兵已经十分靠近 纪炎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对方乱糟糟胡子下 隐藏的黄牙 出枪 他再度高呼 所有长枪手狠狠刺出长枪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诡异尖锐的嚎叫声 从尾首的骑士嘴里响起 最后最前排的骑兵狠狠一拉缰绳 战马竟然高高跃起 出枪 出乎吐蕃骑兵意料的是 这伙唐军竟然不止一排长枪手 就在第一排骑兵高高跃起时 第二排的长枪手狠狠斜向上四十五度角 刺出长枪 扑扑扑 战马柔软的腹部直接被长枪穿透 但冲击力也同时折断了第二排长枪兵的长枪 乌拉哗拉 吐蕃人发出尖锐的嚎叫声 队伍轰然分成左右两队 戟炎一把抓起一面盾牌 右手紧握战锤 盾强 哗啦一声 整个阵型立刻变成一个乌龟状 从上下左右全是大盾紧紧相连 鞭巴冷笑一声 他觉得这支后勤部队的军官简直昏了头了 面对骑兵如此严密的步兵阵型就是个靶子 忽然 他的视线中猛然捕捉前方的土地上 在月光下闪过许多寒芒 不好 是铁吉利 他惊呼一声 然而已经为时已晚 很显然这一支唐军早有准备 稀绿绿 很快战场上就响起战马痛苦的嘶鸣声 两百吐蕃骑兵此刻彻底发了狠 他们忽然猛地扑了下来 高举着弯刀狠狠冲向唐军 前进 忽然恶狠狠地咆哮一声 盾墙瞬间崩解 所有人树立大盾 整个人斜侧身子狠狠朝着吐蕃人冲撞上去 这一刻 赤裸裸的血肉交锋正式开始 砰砰砰 沉闷的撞击声接连不断 忽然死死盯着前面的一名吐蕃士兵 大盾狠狠撞开 他劈砍下来的弯刀 趁机一脚狠踹敌人的腹部 在敌人立足不稳的当口 战锤砸下 破 顿时脑浆崩裂 哇啦哇啦 诡异的叫嚷声突然出现在几岩身边 不等他回头 已经闻到一股子恶臭 从右边飞速靠近 破 一只利剑恰到好处地射穿 袭来敌人的脖子 鲜血顿时喷溅在几岩的脸上 心臭无比 几岩下意识地回身 用盾牌护住自己的大半身子 多多多 连续三声的利剑 深深嵌入盾牌之上 冲量击打着几岩的手臂 只能朝后连退两步 啊 哼 啊 七八道闷哼声在身边不远处响起 余光中至少有七名唐军重箭倒地 盾牌 几岩再度大喝一声 周围的士兵立刻飞快靠近 大盾再度连成一片 向前冲锋 盾牌里 几岩当先领头冲锋 所谓武功 从来都不是眼花缭乱的招式 依靠着全身的力量 谁的力气大 谁就是胜利者 技巧更多是体现在对时机和命中位置的把握上 依靠着纪炎死死抵挡住冲来的吐蕃人 后方的长枪手终于干掉了正面的敌军 此刻他们举着长枪狠狠冲向两边 扑扑扑 长枪入肉的声音响起 藏人口中爆发出来的叫嚷声 如同催魂的魔音 一下下冲击着几岩的心脏 他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加速 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但力气却是飞速地流失 他隐约间似乎听见吴刚在呐喊着什么 几岩想到了很多 唯独没有想到他因为激荡的心情 导致血液飞速循环 高原反应最终击溃他的神志 几 是 隐约间 他听见有人在呼喊他 随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等到几岩醒来 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平板车上 嘴唇干裂的吓人 这里不过是灵州的一处高地 海拔高度远不如青藏高原可怕 我们赢了 他强撑着身子 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赢了 赢了 吴刚连连点头 您的战阵太神了 有用就好 几岩扯动嘴角 身上竟然一时间提不起太多的力气 战况如何 他缓缓坐直身体问道 他曾认为自己可能会因为死人而呕吐 但最终却是在最后时刻 输在了高原反应之上 我们死了十几个兄弟 不过吐蕃人被我们俘虏了一百多 还有他们的神射手巴桑 很快吴刚就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遍 牛进达的两千先锋军 也突破了松州外的防线 带回来两千人头 根据前来传递军令的士兵说 几岩发明的 用生石灰加水生热的方式 的确给前锋军提供了一些便利 但显然 这种便利并不断太大 似乎有不少士兵因此而烫伤 如果不是现如今的唐军坚韧不拔 或许前锋军就会输在几岩的发明上 想要制造真正的自热米饭绝非那么容易的事情 至少如何防止士兵烫伤就是个麻烦事 几岩心情有几分低落 他觉得自己的很多想法似乎都太想当然了 季先生不必介怀 虽然您的发明还有几分瑕疵 但瑕不掩瑜 能够在没有明火的情况下吃一顿热饭 不仅给牛将军的先锋军提供了很好的隐蔽 还充分保证了他们的体力 能够顺利解为松州府 您鞠躬至尾 吴刚满是崇拜地说道 对了 我们现在是去哪儿 几岩此刻才疑惑起来 李将军的中军已经抵达灵州 传令官让我们送您去中军 说是李将军召见 吴刚说到这里 十分羡慕地看了一眼季言 李竞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 但他却是大唐军人心目中真正的军神 没有大唐军人不崇拜这位 近乎战无不胜的传奇统帅 与此同时 打扫完战场的牛靖达 却是望着城外重新汇聚在一起的吐蕃军 脸上显露出一抹苦涩 大帅 这是牛将军送来的战报 中军大仗内 一名紧急从松州赶回来的传令兵 气喘吁吁地将一份战报送到侯军级手上 与此同时 李竞也在阅读另一份战报 仔细翻阅后 侯军级神色诡异地看向李竞 要是兄如何看待这份战报里提到的难民对证 李竞沉默片刻将战报放在桌案上露出最下面的一行字来 末将牛秀紧奏他缓缓站起身来 牛靖达此人不会妄语 这后生老夫也算是有过一面之缘 还算有些想法 要是兄的意思是如牛靖达所言上奏 侯军级冷冷一笑道 这份战报恐怕满朝成功都不会信吧 李竞丹凤眼邪腻了侯军级一眼 忽然轻笑一声 侯帅还是少花些心思在这上面吧 随后他便不再看脸色略显几分恼怒的侯军级 直接看向副将道 传令全军开始拔营 一个时辰后 启程前往松州 传令资重营对郑几言跟随 几言很无奈 刚刚抵达中军大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又要启程 但身在军中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暗自赴匪李竞 不拿小兵当人看 一路无输 几天后 大队人马终于抵达松州 松州在后市名为松攀 离这里不远就是著名的旅游景区九寨沟 据后市测量 松攀县海拔约2600米 来到这里 吉言只觉得呼吸更加困难 他记得后市有一次陪妹子去拉萨 刚下飞机没多久 他就彻底卸菜了 差点没死过去 松州的海拔虽然比拉萨要低至少1000米 但也让吉言感觉够呛 士兵们同样不好受 在高原休息和负重行军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里已经是大唐士兵能够坚持作战的最高海拔 再往上走 唐军士兵就要失去战斗力了 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将边境设立在松州的原因 松州西南方是后市黑水县 东部则和绵州接壤 西部沿着洪源到阿坝县和马尔康县一路走高 随后才又往西南方慢慢降低 脸色煞白的 躺在平板车上 端起桃碗 喝下粘稠的牦牛奶 用尽全力咀嚼风干的牦牛肝 几言常常叹息一声 牦牛乃有着一股难以描述的味道 对于不常喝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奶面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脂 据后世的说法 红圆奶粉厂生产的牦牛奶是大补 曾一度卖断了货 但几言只想说 这种奶谁爱喝谁喝去 反正他是喝不惯 当地的羌人喜欢制作一种发酵奶制品 他们称之为酸奶子 这种牦牛奶制作的奶制品 与后世的酸奶异曲同工 但是味道却截然不同 这已经不适合的饮料了 简直就是吃的果冻 一种看起来如同吐蕃鼠一样的 镊齿类动物 漫山遍野地奔跑着 当地人将这种动物称为雪桌 今天的晚餐 除了坚硬的牦牛肝 就是这种镊齿类动物的肉 看着不远处白雪矮矮的山峰 呼吸着虽然清新 但是缺乏氧气的空气 几言只想快点打完这一仗赶紧回家 高原反应是吐蕃人最大的武器 他们利用自己对环境的适应 肆意消耗敌人为数不多的体力 等到纪炎随同大部队 进入到松州堡垒时 陆东赞已经借助高原的阻挡 重新将溃兵收拢集结起来 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羊毛毡子 搭建的帐篷 纪炎就感到一阵阵的绝望 他不担心这场仗会失败 因为历史上 这就是一场胜仗 他唯一担心的是 自己熬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就给交代在这里 据线报汇报 年轻的松赞干部 带领着另一路军队 从若尔盖草原出发 准备沿着阿坝县 马尔康县 金川县 进入后市德甘兹州 然后从后方切断灌口县 和汶川县之间的补给通路 因此 侯军级不得不紧急带领一支部队 从黑水入小金川 再进入到马尔康西北部 组结松赞干部的西路军 李静还是没有召见计言 牛静达每天都在率仗内 和李静商议对策 或许是因为蝴蝶效应的缘故 松州的第一次围攻 被计言成功破坏掉后 反而让陆东赞 提前开启了他的无奈战术 相比于后勤困难的唐军 身后就是若尔盖草原的吐蕃人 则要轻松血液的多 他们有足够的耐心 不断消耗唐军为数不多的体力 只要唐军试图出城 他们就会迅速躲进九寨沟里 后市大名鼎鼎的旅游圣地 成了陆东赞大军的避难所 对于常年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人来说 这不是打仗 反而是一场集体的度假 九寨沟绝美的风景 即便是藏人 也会感觉到心旷神疑 陆东藏过得很滋润 李静却多了很多白头发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大帅 对证计言求见 他说有破敌的方法 就在这时 一名副官走进来禀告道 荒唐 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能有什么办法 李静这几天 心情很不好 胶着的战士 加上恶劣的气候环境 使得他嘴上长了还几个疗炮 李帅 几言这小子 颇有些鬼诈的点子 不妨见一见吧 牛静达在此时静言道 嗯 让他进来吧 李静柔了柔眉心 希望他能给出了好点子吧 很快就有资重营的士兵 抬着几言走了进来 一看几言这副 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李静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哪里是一个军人样子 简直就是个被酒色 掏空了身体的废物模样 几言 李静不悦地呵斥一声 甚至直呼其名 这个年代直呼其名 是十分失礼的一件事 都帅 几言有气无力地缓缓撑起身子 背一指有破敌之法 哼 李静略有几分不以为然地呵呵一声 但最终还是问道 你说吧 从红园穿插进入若尔盖草原 再从背后偷袭陆东赞 几言赶紧说道 废话 若能穿过红园 本帅还需要在这里头疼吗 那一片全是崇山峻岭 而且多有障毒 只要往上再爬一会 士兵就会喘不上气 还以为你有什么妙计 李静没好气地呵斥道 卑职有办法让一只 偏尸穿过红园 抵达若尔盖草原 几言道 什么办法 李静将信将疑地问道 李帅 您看过孔明灯吗 几言微微一笑 很快 几言被调配到降作大营 同时 李静命令赤后出城 大量采购牦牛皮 以及黑水线里的黑水油 古代使用的猛火油 本质上就是一种混合的煤油 煤油的费点最低 因此 也是最先从石油里 分流出来的燃油 几言翻越红园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利用热气球 将少量的人送上山顶 然后垂下绳梯 让精选出来的士兵攀爬上去 几言又命人配置大量的颗粒火药 同时撒出人手 去开采屋矿 几言恰恰记得 在冒险境内就有一处乌矿矿卖 他自己则是带着姜座间的工匠 开始制作第一台母床 所谓母床 便是制作其他机床的机床 这个年代的唐刀 有一部分钢材 就可以作为弹簧钢使用 用来制作碎发枪的机晃 他就没有打算 先制作有严重缺陷的火神枪 而是直接一步到位 制造碎发枪 很快 一车乌矿被送来 几言又带领着姜座间的工匠 建立起一座小高炉 开始练钢 几天后 热气球制作完毕 几言陪同李靖等人 悄悄出城 验证了一次热气球的性能 李靖和牛靖达等人 可谓是惊为天人 随后的日子 李靖开始挑选 深入入入尔盖草原的人马 几言则是继续带领工匠制作机床 母床完成后 则是利用母床 开始加工钻床 钻头则是使用乌钢制作 制作枪管 必须采用无缝钢管技术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先用车床加工出一根根源柱体 再用钻床 直接钻出枪管 最后则是用堂床和洗床加工出卡簧扳机等部件 整个过程里 钻枪管的工序 最是费时费力 在纯粹人力的驱动下 一个熟练的工人 也要三天才能钻出一根枪管 但是计言也不需要太多 这一次总共能加工出一百只碎发枪就足以 等先锋军从若尔盖草原突袭陆东赞屁股的时候 这一百名碎发枪手就能在大军的掩护下 给陆东赞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这段时间 几言几乎足不出户 一直带领着江座舰的工匠 不断利用母床制造钻床 剩余的工匠则是全力轮班钻枪管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几言终于稍微缓解了一些高原反应的症状 重新站立起来 见识过热气球的神奇后 李靖表面上不说 实际上却是对几言惊为天人 难怪皇帝会如此看重他 他的确有几分本身 这更让他开始好奇 几言正在制作的大杀器 按照几言所说 这是古代剑仙们使用的飞剑 日子一天天过去 早就被选出来的碎发枪手们 每天都在单独的营地里训练队列 华塘枪时代 就是一个排队枪壁的时代 那一方的队列能保持更久 胜利就会属于谁 几言没有尝试制造火炮 在山地 笨重的火炮还不如一柄头枪管用 不仅如此 几言还让士兵们搜集自己的尿液 并将搜集起来的尿液熬煮成尿渣 这道命令 让最佩服几言的吴刚都感到难以理解 但最终却是在李靖的强行命令下得以执行 几言的想法很简单 利用尿液和二氧化硅 大米等剔去白铃 白铃又被称为鬼火 其燃点只需要40度 但是在摩擦和氧化的作用下 哪怕是常温下也会很容易造成局部起火 从而引发整体燃烧 白铃燃烧有着可怕的威力 它几乎难以被扑灭 白铃弹层一度给士兵们来到了巨大的心理恐惧 被士兵们当成魔鬼之火 几言打算让热气球空投白铃弹 等到彻底占领下若尔盖草原 将可以利用俘虏开采油矿 整个若尔盖草原 是中国已知的最大油矿矿卖 利用油235制作原子弹 目前还比较麻烦 其他设备都不难 难得是浓缩油的处理 但是用油238制造平油弹 却是可以提上日程 几言从来就没打算按部就班的攀科技术 浓缩油不是做不出来 而是达不到后世那般高的浓度 导致有效起爆质量少 微力弱 原子弹从来就不是一项高科技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 由235原子吸收一颗中子 变成油236 但油236极其不稳定 它会迅速分裂成两个重元素 和一些自由中子 其中损失掉的质量 就会转换能量 中子源可以使用雷 这也是早期原子弹的一种模式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 那就是一瞬间 极大压缩油235的体积 从原子弹的原理就能看出 只要单位体积内的油 235密度足够大 释放出来的自由中子 就有更大的概率 击中下一颗油原子 被击中的油原子 又会再度重复一次之前的核反应 然后释放出自由中子 因此 只要这种反应 能够保持连续性 那么就会在瞬间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或许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制造一批消化干油 用炸药爆炸 来压缩油235 用土法制造一颗原子弹 来给陆东赞送一份大礼 几言的想法是这样的 用极低浓度的油 235搭配炸药 将一块低浓度的油 235包围在中间 只要四周的油235 同时进行一次最低级别的核爆炸 其威力应该可以使得 中间的油235 进行一次较高效率的核爆炸 土法制造原子弹这个想法 几言高中时候就产生了 但那个时候 油矿是被政府严格管制 他无法得到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几言可谓是绞尽脑汁 他甚至疯狂到 已经开始思考 如何在唐朝制造戒子气了 反弓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加班加点的持续进行 第一支碎发枪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主体部分已经完成 只剩下最后的卡簧安装工作 几言带着工匠们花了两天时间 才利用唐刀的现有技术 研发出可用的弹簧片 卡簧解决也就意味着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完成 很快第一支碎发枪被组装出来 枪管采用的是无缝钢管技术 甚至比明朝时期的枪管还要先进 火药方面则是采用的颗粒火药 一旦硝酸和硫酸这两大酸被制造出来 就可以进行棉花的脱水和消化 制造出无烟药 枪托则是采用的木质枪托 整支部枪全长1.8米 树立起来比大部分士兵的身高都要高出一个头 滑塘枪时代 为了提升准确率也只能增长枪管 第一支碎发枪制造出来的第一时间 纪炎立刻请来李靖和牛靖达等一众高层军官进行试射 站在60米外 一名训练多日的碎发枪手静静出力 如此远的距离莫非也能击中 李靖达了半辈子的仗 在这个距离上即便是众母也有可能失去穿透力 牛靖达这一次即便对几颜再有信心 心里也有些打鼓 他很怀疑几颜这一次会不会太拖大了 纪将座就这么一根古里古怪的铁管子 也看不见任何的见识 你要如何击中标靶 牛靖达疑惑地看着纪炎问道 这叫碎发枪是利用火要燃烧 瞬间产生的大量气体作为推动力 将弹丸推出去的一种武器 你们看一看就会明白了 纪炎微微一笑道 对试射的火枪手点点头 在众人疑惑和不解的注视下 这个时空的历史上 第一名火枪手缓缓抬起枪管 滑塘枪时代几乎不存在所谓的瞄准问题 子弹飞出去后 在空气阻力和锋力的作用下 基本上就只能跟着感觉走了 不过六十米的距离还算能勉强保证一定的准头 开火 随着几言的一声令下 火枪手扣动扳机 卡黄在弹力的作用下迅速击打碎时 在药池内产生一丝火星 火星飞快地坠落在颗粒火药上 砰 一声闷响 在一阵硝烟中弹丸飞快地冲出枪管 扑的一声 击中作为标靶的皮甲 牵完带着冲量将皮甲撕裂 从前往后击出一个大洞 全场鸦雀无声 六十米开外 直接穿透两层皮甲 这威力远比弓弩强劲得多 这 就连李靖都惊恶在当场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牛靖达更是长大嘴 一双牛眼都快掉在地上了 就连作为碎发枪手的士兵 也震惊地呆立在原地 除了寄言意外 他是最清楚这支武器的可怕 比起强弓靖弩 他当前仅仅只是扣动了一下板机而已 就在此时 几言开口了 骑兵李帅和牛腹帅 卑职制作的这种武器 有三大优势 正如你们所看见的这样 碎发枪的第一个优势 就在于威力 第二个优势 则是节省士兵的体力 比起弓箭和弩箭 碎发枪无论是填装还是激发 都不需要耗费太多体力 这对于我们目前的高原环境 尤其有效 第三 则是上手容易 训练一名弓弩手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一名碎发枪手 最多只需要十天 就能掌握各项填装 清理和激发的程序 基于以上三点 卑职认为 我们可以专门成立 一支百人规模的碎发枪部队 几言的话音刚落 李静和牛静达的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只需要十天 就能训练出一名士兵 这是李静的问题 作为帝国军方的高层 他更重视的是 整体上的战略布局 比公弩节省体力 这是牛静达的问题 作为第一线的战将 他更重视实战上面的优势 面对这两个问题 几言的回答十分简单 邀请两人亲自试验一次 很快 李静就接过碎发枪 手递来的火枪 碎发枪的激发方式 和弩机十分相似 他缓缓抬起枪管 对准标把扣动扳机 碰 牵完击中皮夹 再次穿了的透心凉 神器 这简直就是神器 李静一张脸 瞬间就这样的通红起来 亲自试验了一次 他才知道 什么叫节省体力 为什么只需要十天 就能训练出一名士兵 这种武器太容易上手了 别说是他手下的精兵 就是一个农民多练习几次 也能学会如何开枪 最多也就是后续的 填装弹药的过程 稍微麻烦了一点 牛静达已经顾不上尊卑之分 一把夺过重新填装好的碎发枪 对着镖把进行了一次射击 碰 第三声枪响 拉开了一个战争史上 一个画时代篇章 李静和牛静达 彻底被碎发枪的威力 震撼得久久无语 几乎是同时下达命令 要求几颜全力赶制碎发枪 天又无大唐国座 有次神器 何愁大事不成 李静激动得满脸通红 吉小子 这碎发枪就不能多制造一些吗 一把杆也太少了吧 牛静达拉着几颜的胳膊 死活不肯放手 这样的神器 如果能装备一千名士兵 他甚至有信心 直接出城和陆东赞的大军 来一场应战 几颜何尝不想多制造一些碎发枪 但是带着两位大帅 参观过一次碎发枪的制造过程后 他们再也提不出 让几颜加快速度的话来了 要用人力来钻一根枪管 其效率和难度不言自明 站在人力钻床旁 几颜轻叹一声 两位大帅不要灰心 等到我们打完这一仗 回到长安 就能使用水力来驱动钻床 到时候效率会极大的提升 几颜 这次你了大功 此战若胜你当居首功 李静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他已经找不到其他语言 来形容碎发枪的神奇之处了 这哪里是武器 分明就是杀人的戾气 是一种屠杀的工具 他已经开始在脑海里 幻想一百名火枪手骑射 几十名屠博士兵 惨叫着倒地身亡的美妙画面 先是搞出了热气球 现在又发明了如此神奇的碎发枪 有了这两大神器 李静已经有足够的信心 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传令 从现在起 将坐监为最高机密之地 除了我的守令 不许任何降坐监以外的人 进入理念 彻底见识过碎发枪的威力后 李静当场就下达了命令 传令 从现在起 将坐监为最高机密之地 除了我的守令 不许任何降坐监以外的人 进入理念 彻底见识过碎发枪的威力后 李静当场就下达了命令 立刻 给我派兵保护起来 不许放过任何的可疑人员 李静对着牛静打打道 李静下达完命令之后 在将坐监中 看着忙忙碌碌工人们 李静上去又嘱咐了一下 务必要在这几天 赶制出来这一批碎发枪 和三千发子弹 毕竟现在时间也很有限 再加上就是材料的有限 物质匮乏 李静也自知 自己能做的 也就是好好地把这些保护起来 开始走了出去 侯军集 牛静打也紧随其后 回到中军大战中 李静对着站在身后的侯军集 和牛静打道 静打 侯帅 你我三人联名上报陛下 为纪言这次的碎发枪请功 你们说怎么样 牛静打答道 这孩子 从一开始就散漫惯了 这一次 虽然上得了战场 彻底的血性 陛下本来就是 让他来战场上摸摸性子 我们这次上报上去 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悦 侯军集 这时也不敢再打什么小九九 毕竟自己的上司都这么说 就顺着李静的意思道 李帅 说得对 这小子这回立了那么的功 一定要上报陛下 李静撇了撇侯军集 心里道 这家伙 从一开始 就看几言那个小家伙不顺眼 这怎么改姓了 侯军集看着李静瞅着自己 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不好意思道 李帅 我虽然是看那小子不顺眼 但是我侯军集 还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李静听了侯军集的话 哼了一声 来到找来纸和笔 牛静达上前开始摸摸 李静开始在纸上 书写着几言的一言一行 和这次行军的表现如何的优秀 又写道 几言如何创造军阵 防备吐蕃的夜袭 特别写明了 既然发明的热气球和碎发枪 他的威力 直到写了足足有三页多 才算完成 最后写上 李静 侯军集 牛静达 他们三人的署名 写完拿出一个信封 放了进去 打上火器 对着外面叫了一声来人 外面进来一个士兵 对着李静施礼道 元帅 有何吩咐 把这份军报 八百里加紧 给我送到长安交于陛下 若有延误 定斩不饶 是 元帅 属下一定送到 好的 你去吧 李静望着出去的士兵 又想到了碎发枪的威力 还是不由的大声一笑 哈哈哈哈 牛静达 侯军集看着李静笑了 也知道怎么回事 跟着笑了起来 走 二位弟弟 今天高兴 咱们去戒严那孩子呢 去看看 能不能吃到什么好东西 在长安的时候 就听说这小子做了一手好菜 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口福 李静他们三人说着 走出军中 大帐向着戒严的帐篷走去 刚到门口 就闻到一股香气 三人不由的吐了吐口水 互相望了望 走了进去 看着戒严正抱着一只 鸡腿吃得起劲 牛静达上前走到戒严后面问道 你小子道好 我们三人给你请公 你自己在这吃得挺香 吃什么呢 吃得那么香 戒严被这牛静达的话 吓了一跳道 牛说 你这是要吓死小侄啊 俗话说的好人吓人 会死人的戒严站起身来 看着李静三人 上前施了一礼道 三位叔叔 侄这名叫叫花鸡 正好小侄这是从家带来的 本来想等下给三位叔叔送去 没想到三位叔叔居然来了 那就坐下尝尝吧 李静带头坐下 三人看着戟严在一个坑里拨了拨 这道个大土块 对着大土块敲了敲 露出一个整机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三人一人拿起 开始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 看着外面等我天色 也不早了 就各自 回到自己的军帐中了 戟严感觉这几天也是累坏了 这几天的高原反应 已经好很多了 想想这几天的发生的经过 又是夜席 得一系列的事情 就等着三天以后 得第一批的碎发枪 和热气球生产出来 慢慢等我进入梦乡 一夜无话 在这三天了 戟严一直在江座监理 指导者热气球 和碎发枪的生产 终于在这一刻 一百套碎发枪 和三千发子弹 二十个热气球生产完成 李静三人 这时也在现场看着 是两个神器 对着早已经训练好的士兵 一声令下 士兵 为了让吐蕃人 见识到我们大唐的强大 你们愿意做此次的先锋吗 一百个人 每人拿着一把碎发枪 整齐滑衣地站着 戟严这几天 除了在江座监待着外 还让这群士兵 用了现代的部队 等我基本训练法 喊道 我们愿意 誓死守卫大唐 大唐无敌 戟严作为此次的先锋队的小队长 指挥者 因为在场的没有一个人 比他熟悉这两个神器 将士们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的凯旋 等着你们在这里 我为你们办庆功宴 李静一声令下出发 士兵们有序的五人一队 登上热气球 李静看着热气球一点点的升空 慢慢地飘向吐蕃军队的后方 翻越红圆 而此时的长安城里 皇宫的大明宫内 李世民坐在最上方 打开送来前线的军报 打开火器 一注相后 李世民哈哈哈哈大笑道 真是天佑我大唐 天佑大唐 我大唐有此神器 此后天下皆大唐 底下的五官 文官一席化 猛了 李世民笑了一阵 听了说道 众位爱卿 看看这是前线 传来的最新宪报 只见一位小司 接住李世民手中的书信 送到长孙无忌的手中 长孙无忌看了一会 又递到别的人手里 直到众人看完 长孙无忌带头道 陛下 有此神器 我大唐何仇不兴 天佑我大唐 没想到纪言能发明出此神器 陈建议等到他们凯旋应当重赏 只见有人带头喊了句 天佑大唐 整个大明宫回荡着天佑大唐的声音和李二的笑声 大唐边境正在与吐蕃对阵的军中 再等到一百人全部登上热气球 用着现代标准的军资站立着 只等着身为指挥官的纪言一声令下 纪言看着一百人拿着碎发枪和分发的一人三十发子弹 发出声道 点火 出发 随即也上了一个热气球上 五人当中都有一个熟练的掌握热气球性能 控制热气球的人 而早在几天前的牛静达 也带着几千人的先锋队 早就已经出发 朝着若尔盖大草原出发 估计现在已经穿越若尔盖大草原了 到达陆东站前方 正等着自己这边打响战争来一招 声东击西 全军几万只眼睛目送着热气球飞向空中 甚至有些士兵有点羡慕那些乘坐热气球的士兵 毕竟在这个时代 谁都没有体验过飞的感觉 站在热气上的几言 看着热气球慢慢的起飞 过了一会 开始不再上升 稳定在了一百五十米的高空 正好是唐代弓箭的极限射程 几言站在热气球上 看着地下的景物 有点恐高 想着自己这辈子 也是第一次坐热气球 在前世的时候 连飞机都没坐过的人 过了一会 几言感觉不是那么恐高了 克服心理困难 快速地收回目光 不再往下面看 几言又看着自己身边的士兵 也都在望着下面看去 不由地后退一步 导致热气球晃了晃 几言快速地稳定热气球道 注意点 不要老是往下面看 眼睛注视前方 那名士兵听了几言的话道 是 将军 又忘了忘 旁边的热气球上的士兵 也不自己身边的人好不到哪去 不由地大声喊道 都他娘 给老子往前看 不要等下头 全都往前看 由于二十个热气球 相距比较远 又有几个士兵重复计言的话 大声喊道 士兵们开始抬起头来 不一会就调整好自身的心态 看向远方 一个时钟后 眼前出现一片山脉 这就是困扰着唐军的红原山脉 计言看着底下的起伏的山脉 荆棘丛生 杂草丛生 里面更有毒蛇猛兽 三个时辰 热气球开始翻越红原山脉 就这样 热气球向着陆东赞军队的后方飘去 直到陆东赞的后方来得偷袭 展现碎发枪的威力 让吐蕃尝尝划时代的热武器 又过了一阵子 计言从百米的高空上往下看 看到人烟 零零散散的几个帐篷 但是却堆积着粮食 计言估摸 这八成就是陆东赞部队的粮草 但是几万人部队的粮草 不可能只堆积这一个地方 计言心里想到 没想到这还没见着陆东赞的大部队 就先碰见你的粮草 那我就先把你的粮草给烧了 计言看着下方 开始下命令道 遇见陆东赞的部队 但是却先碰见他们的粮草了 咱们先把这个给他们干了 霍乱他们的后方 让他们乱起来 给牛将军制造突袭成功的机会 只见一百士兵们 整齐划一的 开始拿出碎发枪 瞄准开枪 下方的守卫士兵 只能听见 砰的一声 看见一个一个的同伴倒下去 直到最后一个吐蕃士兵倒下去 到死也没有明白 自己是怎么失去生命的 这是一场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的战斗 在这个还没有 热武器 出现的时代 发枪就是无敌的 纪炎看着吐蕃的军队全部倒下 但是再也没有以前的悲天悯人了 眼里只有一丝冷漠 这就是战争 我不来犯你 你就来犯我大唐 还有 这就是犯我大唐下场 在这一刻 纪炎的心里只想着一句话 那就是 非我足类 犯我大唐者 必诛 这只是一个开始 纪炎下命令道 你们几个跟我一起降落起初 那几个士兵还不乐意 不愿让纪炎下去 怕惊动陆东赞的部队 再走就来不及 纪炎对着他们说道 不用害怕 我们点燃了粮草 就撤退 再说了 我们也耽误不多的时间 纪炎命令十人跟着自己下来 两个热气球 一点点地降落到一片平坦的地方 纪炎等人走了出来 还没纪炎下命令 就已经分工明确地配合起来 开始拿出火源 吹出火星 开始点燃粮草 纪炎看着这些士兵苦笑道 看来 你们没少干这样的事吧 一个士兵听到纪炎的话回答道 小的 在上次曾跟着牛将军干过一回 一炷香后 所有的粮草都已经点燃 纪炎开始下令士兵集合 登上热气球 迅速地升空 又看了看地下燃着熊熊烈火 冒着滚滚黑烟的粮草 站在百米的高空 纪炎都能感到一股热浪 纪炎下令开始行军 在心里想到 这一次行动 能给牛静达创造很大的机会 让牛静达突袭成功 毕竟自己这一支偏师 虽然装备了碎发枪 但是毕竟还是制造有限 主力还是在大军 热气球继续向着 陆东赞的部队行去 又过来三个时辰 纪炎看着地下 已经不是连绵的山脉 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纪炎知道 已经到若尔盖大草原了 根据李静给自己的情报 再往前方二十里 就是陆东赞的后方了 能不能让牛静达突袭成功 就看自己碎发枪 带来的效果了 而此时在前方二十里的 陆东赞的部队中 一个帐篷当中发出来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粮草居然被烧了一处 只见底下跪着一个 正在浑身发颤的士兵 惊恐地回道道 回禀 赞谱 我们发现去到哪里的时候 就看到哪里一片狼藉 只有我们的士兵 他们都是死于一种戾气 直接穿透身上的护甲 戾气 我也知道是戾气 什么戾气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直接离奇地死亡 还有我问你们的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粮草会被偷袭 它后面是连绵的山脉 前面是我们的大军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 一个男人对着那个小兵挥了挥手道 下去吧 继续打探是怎么回事 士兵如释重负地退出帐篷 只见那个男人道 赞谱 吐蕃对君王的称呼 这件事 确实有些蹊跷 就算是唐军 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眼皮底下 去烧我们的粮草 难道是我们的士兵自己烧的 然后再自杀吗 大象 陆东赞听到松赞干部的话 陷入了沉思 原来这上方的 是吐蕃的松赞干部 和吐蕃的大象陆东赞 让他们想象不到的大唐出了计言 发明出来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热气球 直接飞到他们的上空 更让他们想不到的 还在后面呢 有一场更大盛宴在等着他们 看着前方 就是陆东赞后方的一处大营 计言下令 开始方满热气球的速度 升高热气球的高度 慢速的前行 大摇大摆地 进入陆东赞的部队上方 将士们 看见了吧 这就是陆东赞的一处军营 给我用碎发枪 狠狠等我打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唐是不可侵犯的 计言一股自信的道 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地干掉你们 只听见一声声的响声 砰 砰 砰一个接一个的吐蕃的士兵 倒下身去 只听见下面说了一声 有敌袭击 一个身穿和别的吐蕃士兵 不一样的服装的人 从军杖中走了出来 正在像兔子一样乱窜 这钻一下 那躲一下 一个士兵发现了这个情况 对着正在指挥着的计言道 将军 你看那个人 是不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几言观察了一会 也发现了 几言降低热气球的高度 对着他瞄准 砰 只见那个指挥官 倒下并没有死去 原来几言并没去打死那个指挥官 因为碎发枪不打准确 瞄准的原因 只打中了他的腿 但是一想到碎发枪的威力 基本上那个指挥官的腿已经废了 这时 下面大喊了一声快看天上 那是什么 怎么能飞在天上 那个指挥官 也被几个士兵快速地拉起来躲起来 等到计言再想瞄准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目标 刚刚被那个士兵一喊 吐蕃的军队也都往天上看 他们也看见计言他们 成做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都感到很好奇 虽然都有心想要看看 但想着自己的小命重要 过了一会 一个吐蕃士兵探出头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只见一排拿着弓箭的 对着几言他们的方向射箭 但是射出去的箭 还没到达几言热气球的位置 就无力地掉下去 古代的弓箭 一般弓箭射程也就50至100米 超过这个距离精度 杀伤力就很差了 那些百磅大弓 超过150米也没什么精度了 而且杀伤力 也就勉强能穿透皮甲 总之 一般弓箭射程也就60至70米 再强的弓射程也超不过250米 毕竟只是弓箭 是纯人力的 太大的弓人也拉不开 而且弓箭手也不好培养 弓箭对于忌炎来说 只是原始武器 本来箭还担心呢 看着箭都落了下去 命令士兵们继续射击 一个一个的弓箭手倒下去 最后又出来一个额头上 印有两个奇怪的 标志的弓箭手出来 拿着弓箭咻的一声 朝着忌炎旁边的热气球射去 箭离弦之后 直接刺破热气球 只见热气球的 五个人掉落下去 在百米的高空落下 那是死死无生 箭炎分别下令 赶紧上升热气球的高度 和对着那个 有着奇怪标志的弓箭手射击 只见那个弓箭手背部 被打中了一枪 迅速找到一个掩体 藏了起来 这时 只见那个纪炎 没有打死的指挥官 几里咕噜地说了一些 纪炎听不懂的话 那些士兵开始慌乱地 找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 纪炎眼看着掉落下去的 五个士兵也无力回天 看着他们掉落下去 彻底地点燃了 纪炎对吐蕃人的愤怒 激发了纪炎的血性 你们要是不来侵犯我大唐的边境 老子还在家陪媳妇聊天 继续在家当老子的老板 做老子的生意 纪炎看见他们已经躲了起来 已经不能再做无谓的浪费 子弹有限 停止射击 纪炎道 纪炎接着趁着下方士兵混乱的场面 急忙下令道 迅速找降落 杀光这些侵略我大唐国土的人们 剩下的士兵 也被刚刚掉落下去的士兵 对吐蕃的人有更大怨念 下方的吐蕃士兵看着不再有人牺牲 而上方唐军不再有射击的声音 就露出头来 纪炎他们热气球平安降落 士兵们拿出各自的武器 实际上虽然用碎发枪更容易杀敌 但是唐军还是更喜欢用冷兵器 结束侵略者的生命 纪炎则是拿出一支背在背上虎头流金枪 加上这一段时间的锻炼 纪炎已经能够接受虎头流金枪的重量了 用着自己一直苦练的罗家枪 毕竟自己虽然一直练罗家枪 但是实战狠手 这次就让你这尘封已久的虎头流金枪渐渐血 吐蕃的军队看着唐军下来了 也拿出自己的武器 纪炎一看就知道 纪炎是指挥官 纪炎一合计 开始向着纪炎这边冲来 纪炎拿着枪 一步一步冲向身边的吐蕃士兵 对着纪炎实行一个包围计策 围着纪炎 纪炎也不敢大意 自己毕竟第一次上战场 进行实战 一不小心就会把小命搭着 只能先发制人 纪炎静下心来 开始拼命地回忆着 罗家枪的招数 一朝一世 在自己的脑海中回忆着 手上也开始动了起来 对着一个吐蕃士兵劈去 那个吐蕃士兵当场死亡 来几名吐蕃的士兵愣了一下 没想到纪炎的武功如此之高 三人一起挥刀 向着纪炎等我头部劈去 纪炎提起虎头流金枪 格挡去 后退几步 差点没接住 又一个士兵趁着这一个空荡 对着纪炎的小腿砍去 这一回纪炎无法躲避 纪炎忍着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提枪使出罗家枪中的一枪 猛然一击 三个士兵直接毙命 此时的纪炎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像是地狱走出来的一个恶魔 纪炎每挥动一下虎头流金枪 就会有士兵倒下 鲜红的血液顺着枪尖流下来 再加上脸上有一些血液 更加的像一个死神收割者 在纪炎挥动虎头流金枪之后 那个指挥官倒下地 死了也没想到 纪炎能从天而降 从而杀死自己 等到最后一个吐蕃士兵倒下地 纪炎转身看到那个带有奇怪标志的弓箭手 正在和八个唐军战斗 纪炎直接也加入战场 每几个回合就拿下他 并成功击杀 仔细地看见他额头上的印记 回忆到这个印记 自己好像在哪见过 突然想到 自己上次俘虏的巴桑 不就是这个印记吗 这不过巴桑上边的是三个印记 这个才两个印记 又想到这个家伙的剑术了不得 那巴桑就更了不得了 就算想要留你 就冲你刚刚那一剑 就更留你不得了 纪炎挥枪一击撕的一声 那个弓箭手毙命 纪炎望着自己身后 满地的尸体 战争留下的鲜血 浸湿了脚下土地 纪炎用衣袖抹抹额头的汗水 抬头看看照耀着红色土地的红色太阳 让本来就暗红的土地变得更加的鲜红 眼见鲜血染红了战袍 刀剑声还在耳边响起 纪炎心里不舒服 想到这就是战争 战争牺牲 是必要的 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圣人 但是还要尽一份力 利用自己发明的东西 快速地结束这场战斗 纪炎主着虎头刘金枪 对着唐军士兵下命令道 打扫战场 统计伤亡 赶快撤出战场 纪炎又叮嘱道 记得把兄弟们等我尸体带回去 不能让他们葬在异国他乡 此时剩下的唐军 看着纪炎再也没有任何的轻视之心 而现在只有从心底里的敬畏 战场上的士兵从来都是崇拜强者的 纪炎主着虎头刘金枪 一瘸一拐地走着 巡视着 剩下的唐军也在互相的包扎伤口 那些受点轻微伤的开始打扫战场 纪炎找了一片平坦的地方 把那些已经死掉的唐军放到这里 命人在吐蕃的军杖中找到一些火柴 开始焚化唐军的尸体 纪炎大声地喊道 你们是我纪炎带出来的 我纪炎也一定把你们带回到大唐的土地 一定会命人善待你们的儿女 让你们回到自己的故里 入土为安 愿有来世 你们投胎到我原来的华夏 哪里没有战争 没有硝烟 一片祥和 一阵微风轻轻拂过纪炎的耳旁 纪炎好像隐隐约约等我听到 谢谢将军 此生不会入大唐 我们会在天保佑大唐 保佑着你 半个时辰后 大火燃烧殆尽 纪炎命人开始搜集地上的骨灰 只见一个个的唐军 从身上的战袍上 撕下来一块又一块的布 把他们的骨灰装了进去 一刻钟后 等到所有的唐军收拾完毕 一个唐军 开始向几言报告伤亡 报告将军 我军一个死亡25人 轻伤42人 无一人重伤 我军歼灭吐蕃士兵 一共1012人 其中碎发枪歼灭852人 剩下的将军 自己杀敌52人 几言听着军情 居然没有一人重伤不解地问道 难道就没有 重伤 那时士兵抱拳回答道 回禀将军 我们在这次的交锋中 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达成了共识 兄弟们 这次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所以很少有重伤这一说 我看见好几个兄弟 在受到了很重的伤势 还是选择和吐蕃人同归于尽的 因为一旦重伤了 等到战斗结束 还要麻烦将军 弟兄们都不想麻烦将军 所以 将军伤亡情况 要么是牺牲 要么就是轻伤 这个士兵说完有手臂擦了一下 已经被眼泪打湿了的眼眶 身体还在颤抖着 脸上泛起一股伤心的笑容 纪言听着这个士兵的解释 又望着士兵的表现 突然一愣 接着就感觉到眼眶一热 我纪言何德何能 让你如此啊 你们都是 我大唐最忠诚的士兵 而我纪言只是一个新兵 承蒙几个老将军的后外 才有幸同领你们啊 士兵咧嘴一笑道 嘿嘿 将军你也不用谦虚 我们这些人 大部分人都是自小从军 小的名叫王世强 从军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余年 那次战争 不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我们这些都曾跟着秦元帅 成将军 还跟着陛下打过王世冲 这一次 有幸本李元帅 选入这次的部队中 跟着将军 本来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没想到又赢了 纪言又愣了愣 看着王世强盗 既然这样 你们把性命交到我纪言的手上 我就一定会带着剩下的人 与牛将军会合 带你们继续杀死这些吐蕃人 纪言看着战场已经打扫完毕 刚刚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时辰 估计这回吐蕃的大军 应该已经察觉到了 开始往这边增兵了 开始下命令道 迅速登上热气球 开始撤退 又看向王世强道 以后 你开始负责照顾这些伤兵 把死者的名字统计一下 接着记得交给我 只见王世强从怀中拿出一块布 上面写着 布多布少 正好二十五个名字 早就知道将军会要 刚刚俺就写好了 纪言接了过来 看着上面的名字 看着王世强问道 你会写字 小人的家庭在前朝的时候 过得还算可以就读过几年的书 接着 纪言让王世强 开始组织剩下的唐军 登上热气球 王世强望向纪言的腿部 纪言此时已经感觉不是很痛 但是走动起来 还是有稍微的疼痛感 王世强本来有心想搀扶着纪言 走向热气球 但是纪言不肯说了句 我这不碍事 你先去帮助其他人吧 王世强还是给纪言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一柱相后 所有人登上热气球 把事先准备好的火把扔了下去 一片熊熊烈火燃烧起来 在纪言他们 登上热气球一刻钟后 一股足有几千人的兵马支援到这里 指挥官看着天空中 飘向远区的纪言等人 飘在天空中的唐军 热气球飘在百米的高空 纪言继续下命令道 给我打 狠狠打打 但是打完就赶紧撤退 纪言还是怕再出现一个 和刚刚那个神射手的人出现 毕竟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等到热气球飘向远方 下令停止射击 吐蕃的军队 望着空中的唐军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无可奈何 吐蕃的将军望了望 自己身边的一个 和刚刚的两月的神射手 吐蕃神射手的等级 暂定为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的等级 一位最低 五位最高 五月的神射手历史上 就出现过一回 那就是他们的守护者 摇了摇头 表示已经超出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 指挥官心有不甘 又看向前方的熊熊烈火 只能命令士兵开始灭火 纪炎看着下面 纪炎命令士兵时不时地开两枪 吓吓他们 看着底下的吐蕃的士兵 如同个瘦了惊的兔子 左瞅右看 纪炎突然想到子弹的问题 突然对着王世强的问道 世强 你给我统计一下 还有多少发子弹 王世强开始吩咐下面的唐军 查看着自己的子弹的剩余数 一注相后 王世强向着纪炎回复道 将军 我们一共还剩一千发子弹 几言想着还剩下三分之一的子弹 看了一下前面的伤亡 平均两发子弹 打中一个敌人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还是瞄准的问题 热气球开始飘向 事先与牛静达约定好的地点飘去 吐蕃的军杖中 松赞干部在上方坐着 听着下方探子带回来的情报 探子说完退出军杖 松赞干部看着陆东赞道 大象 你怎么看 这会飞的物体 怎么回事 陆东赞听着松赞干部的问话 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毕竟他自己也亲眼看见 热气球飞出他们的大营 而且看着唐军的 拿出一个桶子样的东西 只听见砰的一声 自己的士兵就死了 也仔细观察过士兵的伤口 具体不知道什么武器造成的 只能硬着头皮地回道 赞扑 我觉得这应该是 唐军新发明的武器 但是应该不多 松赞干部陈思 被这陆东赞道 大象 此话怎讲 唐军 这样的武器和载人的那个东西 多的话 根本不会只派出一只百人的偏师 来袭击我们 而是应该直接大军压境 陆东赞 不愧是在历史上流明的人 三言两语 就把事情的弊端看了出来 而此时的几言 正带领着自己的偏师 来到一片城池前 热气球直接飘入城中 引来了城中百姓的围观 热气球直接向着城中的军营飘去 城中的百姓 开始议论纷纷 这是什么新奇的玩意 松州城内的军营中 牛静达和他的副官正在军中研究防御松州城的策略 暴从外面传来一个一个声音 等到士兵进来 牛静达一看是一个赤猴 慌慌张张有何事情 如实到来 不由地生气道 那个赤猴答道 禀告将军 外面有何不明的飞行物体 已经降落在我们军营中 只是我们见着那个人身穿我们的唐军的服装 所以望将军定夺 牛静达一听也不淡定了 一听见不明飞行物体 就知道是几言那个臭小子 没想到就不会低调点 一上来就这么高调 真的好吗 看我不去揍他的臭小子 就是没想到 那个臭小子这么快就回来了 急忙地走出军帐 到了外面看见几言他们已经把热气球降落下来 军中的士兵拿着枪和刀 正对着几言他们 战士们看到牛静达过来 士兵们让出一条道路 牛静达站在那里 看着纪言向着自己走来 牛静达望着身穿被鲜血染红战袍的纪言 一蹶一拐地走到自己面前 行了一里道 报告牛将军 我们回来了 牛静达看着纪言的样子 又看见纪言身后的士兵 一些人拿着一个个的布包 刚刚说的话 也全都忘了 上去拍了拍几言的肩膀安慰道 辛苦了 恭喜你凯旋而归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接着 纪言像是找到了亲人一样 对着牛静达 开始有着哭腔地说到牛叔叔 我把我们大唐的勇士带了回来 望牛叔叔能够上报朝廷 望陛下后代他们的家人 因为他们是因为我而死 从怀里拿出一个布 这是死去战士的名单 牛静达接下名单看了一眼道 放心吧 我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又对着纪言说道 你小子 这次很不错 成长了很多 行了 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 一觉醒来 你牛叔叔还等着你的破敌之策呢 接着看到纪言的腿部受伤了 没事 牛叔叔 就是不注意的时候 被吐蕃人给砍了一刀 纪言咧嘴笑道 牛静达看着纪言的样子 没好气得到 去休息吧 让军一把腿部的伤给处理一下 纪言听了牛静达的话 牛叔叔 那我去休息了 纪言被一个士兵领着 郑玉离开 突然间转身对着大家也都好好休息 都给我把伤口给我处理好 别等我醒来的时候 都探娘别躺那几个 继续和我一起去杀敌 说完话 继续跟着那个士兵 接着跟着士兵来到一个营帐前进去 看着里面有只几个伤兵 一个老人正带着一个童子 给这些伤兵治疗伤口 纪言看着这些伤兵有断手指的 甚至还有断手臂的 纪言不忍心再看 走了进去 躺在了一个简易的床上 躺在床上等待着军医的治疗 也许是劳累所致 不一会 床上的纪言就睡着了 传来呼声 纪言一直在战争的钟 和热气球的空中游走着 再加上第一次亲手杀人 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负荷 一夜无画 一缕阳光穿过房间 照在纪言的脸上 刺眼的阳光 纪言醒了过来 挡了挡刺眼的阳光 纪言晃了晃 有点发疼的脑袋 过了一会 纪言打量着四周的房间 又看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谁给换掉了 不再是昨天那件 已经染血的战袍了 看了看 自己腿部伤口 已经包扎好了 站起身来 稍微活动活动 纪言发现自己的腿部 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纪言解开自己腿上的布条 看着已经结痂的伤口 不由得感慨道 我这恢复也太快了 平常的人 纪言最起码也要好几天 才能结痂 伤口长住 又把 系在腿上的布条 重新给包扎好 看向前方桌子上的水壶 纪言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感觉到嘴唇的干燥 直接拿起水壶 对着自己的嘴巴 大口大口 等我喝了起来 等到实在喝不下的时候 打了个嗝 纪言开始打量着 自己身处的地方 听到外面 时不时地会传来 噪杂的讨论声 纪言开始回忆一下 昨天自己 在军营上军衣包扎 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就在这里 纪言起身打开房门 打量着这是一家客栈 刚要准备去到下楼时 纪言从昨天一天到现在 一直从未进过 半滴水凉纪言的肚子咕咕 咕咕地叫了起来 虽然刚刚喝了一点水 但是根本没啥用 毕竟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楼下的人都 突然扭头看向纪言 尴尬一笑 纪言也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后脑勺 一个小二特别有眼色地 向着纪言说道 客官 你终于醒了 昨天几位军爷 把你送过来的时候 让小的一定要照管好你 看到军爷醒来 小的也就放心了 客栈里的人 也都不在看着纪言 纪言随便找到一个空座位 随即坐下 对着小二 随便来点能吃饱的就行 毕竟现在松州城 还在吐蕃军队包围着 粮食紧缺 小二听到纪言的话 快速地向着后方的厨房走去 纪言在这无聊地坐着 听着这几个人的谈话 路人甲 你们看没看见昨天那个 从我松州城上空飞过去的东西 路人甲一听 激动地道 昨天我正在和我婆娘弄事的时候 就看见了 我就急忙地穿上裤子 就跑出去看了 纪言听到这货的情况 还是想笑了一声 但是还是被纪言给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 纪言这点定力还是有的 路人甲一脸嫌弃的 还把自己的位置 稍微离路人甲一脸远了点 路人甲一脸嫌弃的 不由地生气道 王老二 你这是什么意思 路人甲看到此情况 急忙地劝驾道 咱们这不是谈论那个东西的 怎么扯到这上面了 还有就是 大白天的 怎么能做出那么有辱斯文之事 路人甲也开始不好意思了 急忙地转移话题道 咱们先别说我和我婆娘了 我昨天一路追着那个东西 一直追到咱们松州的军营 哪里有士兵的把柱 俺就进不去了 但是俺还特地找了一个高的地方 才看见那个会飞的玩意 在军营里停了 所以俺可以肯定 那一定是咱们大唐心 研制出来武器 这时 又一个人对着路人甲一饼 说道 我也看到了 而且 我也有最新的消息 你们要不要听听 几人一起点头道 要 要听 指尖那人转过头 伸出手掌晃了晃 几人不解这是那个 什么意思 一人一闻前 交了 我就给你们说 几人凑到一起 望着路人町 一起坐到路人町的桌子边上 路人甲把手指 揉得那就一个响 路人町听着咯吱 咯吱的声音 看着几位要动手的行事 急忙地扶下软说道 几位爷 有话好说 我这可是 拖了很大的关系 花了好几两银子 才让我在军营里的一个弟弟 在军营里打探到的消息 我弟弟在军营里 也算是有个官身 是一个对证 所以我就拖他给我打听了一下 那是我们唐军里一个 叫几言的人 发明的好像叫什么 热气球的神器 还有一个叫做 碎发枪的神器 可以带着我们唐军的士兵 飞到天上 打吐蕃军队的一个措手不及 还就就是我听我那个弟弟说 好像前几天 那个叫几言的 带着一百名士兵 穿越若尔盖大草原 来到了 吐蕃的大后方 把他们的粮草给烧了 还有就是 杀了好几万的吐蕃人 在松赞干部的眼皮底下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回到咱们松州城 说完 路人丁拿起桌子上的水杯 喝了起来 也不管是谁的了 一饮而尽 路人假一饼 三人开始慢慢消化 路人丁的话 这时那个小二 从后厨端着一碗面 走到几言的面前 把面放到几言的面前道 客官 你的面请慢用 几言听着他们的话 也不管什么了 也许是饿的原因 三下五除二的解决完了 感觉并没有吃饱就叫到 小二 再来两碗 好嘞 客官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几言对着那个小二一笑 继续吃饭 等到三碗面都吃完时 才感觉到饱了 感觉身上传来用不完的力量 再也不是刚刚软绵绵的样子了 不由的叫来小二 但是一摸自己的钱袋 没在身上 一想这里是松州城 自己一觉醒来就在这 哪里会带钱包 小二看到几言的窘迫 就从刚刚几言在身上的摸索的时候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是不知道 这些年小二白当了 对着几言道 客官 你不用再付钱了 送你来的那几个军爷 已经付过钱了 所以客官不用担心 几言不由尴尬的一笑 那就麻烦了 对了 这里离松州城的军营 有多远 松州城的军营在何地方 这里军营并不远 半个时辰的路程就到了 从小店的门口左转一直在 你会看到一个偌大的松树 在左拐就能看到军营了 几言本欲想要离去 小二叫住几言 让几言等一会 几言正想说话 但是店小二就急忙地跑出去 几言就找个了位置 坐下等着店小二回来 大约过了一刻钟 几言看小二气喘吁吁的怀里 拿着一套衣服递给几言道 客官 这也是那几个军爷的吩咐 说你以前的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所以命小人 让裁缝店按着大人的衣服的尺寸 重新买了一件 本来是打算再做一件 但是时间就不够 几言拿着衣服 不由地想到 这谁会想得那么周全 客官 你可上楼 更衣 几言听了店小二的话 上楼拿着衣服 回到房间几言 穿上店小二送来的衣服 感觉还不错 大小正合身 几言下楼走出客栈 小二上前迎道 客官 你慢走 出了客栈门 并没有第一时刻前去松州军营 而是开始慢慢地在松州城内 漫无目地转了起来 大约一个时辰后 几言感觉已经把松州城给转完了 才开始顺着店小二 说的位置 走了大概一刻钟 见到一个大槐树 继续左拐 不一会就看到军营 看见两个士兵 正在把守着营门 几言上前对着两位士兵道 还请大哥禀报牛将军 就说几言前来报道 其中一个士兵道 原来你就是几言小将军啊 快进去吧 将军知道你会来军营 所以都已经和我们说 几言来了 不用禀报 直接带你去找将军 就好了 继言跟着其中一个士兵 走了一炷香的时间 来到一个重兵把守的地方 士兵让继言在外面等一会 他进去禀报 一会士兵走了出来到继将军 久等了 将军让你进去 说完 士兵对着继言抱拳行了一礼 继言走进房间 正看见牛静达 正在和他的副官说话 时不时地指指这里 一会又指哪里 继言在原地等了一会 等到牛静达走向这里 对着继言道 小子恢复得不错呀 才一天而已 就能下地走路了 我还以为 你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呢 继言对着牛静达说道 末将 继言已经好了 特地回音报道 请指示 在你牛叔叔这 就不要来这套了 这里又没有外人 不必来这种的虚拟 牛静达不由地生气道 继言望着牛静达板着一张脸 不好意思道 牛叔叔 不要生气嘛 这不是看着你在穿着军装 牛静达听了继言的话 脸色好了一点 把继言拉到一片松州的城方图的地方 对继言 道 几小子 来你给我看看 咱们这松州城的防御怎么样 说说你的看法怎么样 给你牛叔叔指点指点 那几个士官不可思议地望了望几言 一个大将军 让一个矛头小子 给自己指点指点 但是几位士官还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这是军营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说的不说 他们还是懂得的 几言听了牛静达的话连忙说道 牛叔叔 你要是这样说 太折杀我了 让你说就说 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快说 说不好 军棍伺候 等回到长安老夫带陛下 那再去告你一桩 牛静达威胁道 几个士官不由的 重新打量着 这个平日里 都是很严谨的 今天怎么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怎么好像市井里的无赖一样 几言也不由的擦了一下额头的汗 果然还是将老的辣 耍起来 想起远在京城的程咬金 都说程咬金是最会耍无赖的 我看没一个简单的 就是十个 自己也比不上他一个呀 看着正在吹胡子瞪眼的牛静达 此时的京城的重乐坊里的一片釜底 其中一个釜底的练武场上 练武场上 一个大汉正在拿着两把大斧子 在练武场舞动着 只见大人打了几个阿秋的 打了几个喷嚏道 那个龟孙 在背地里骂俺老成 让俺知道你完了 一定让你尝尝俺的三板斧的厉害 继续武动着手上的三板斧 一不下心扯得有点远 言归正传 纪言看着牛静达的样子 看来是不发表一下是不行了 说不好 还有可能会被打板子 还有就是 牛叔叔咱不带这样的 哼 还去告我状 你以为我怕吗 当然纪言还是害怕的 当然这些话 只能在心里想想好了 接着 纪言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边观察着松州的城房 开始说道 牛叔叔 我看了松州城的城房 整体来说 守住松州城很难 而且 我在刚刚来的时候 把松州城大致转了一下 松州城太小 虽然城墙很高 吐蕃利用云梯 很容易攻破我们的城房 更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粮草 已经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 我估计最多也就半个多月 差不多就没了 到时候 我们会被活活地饿死在这松州城内 再加上我们的兵力有限 无法坚持很长时间 牛静达和几位士官 听着几言的分析 不由得脱口一问 那纪小将军可有什么应对的做法 几言看了看牛静达 示意几言继续讲下去 想要 防守住 吐蕃的攻击 只能在外面修筑一个瘟墙 在外面挖一条护城河 再以投尸车 把装有猛火油的燃烧弹 发射出去 足以抵挡住吐蕃的进攻 再加上前两天我带回来的热气球 让人上去碎发枪的子弹 大概还有一千发 还是能给吐蕃一个很大的震慑 毕竟上一回我的突袭 他们八成到现在还没有反省过来 是怎么回事呢 牛静达几人愣了了一下 有点听不懂得几言的话 反问道 贤侄呀 这燃烧弹 我们还是能懂一点 就是请问这瘟墙是何物 几言望着牛静几人 赶紧想着自己望望 自己刚刚说的连忙解释道 翁城就是为了加强松州城的防守 而在城门外 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 修建一个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 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建立 设有建楼 城墙 的防御型的城楼 亦城城门 而在松州城门的另一边 接着找来一张纸 在上面画了一个简易的示意图 接着让牛静达几人细细观看 几人看着几言的话的图 开始研究起来 既然望着牛静达几人 既然也不好打扰到他们 虽然亦强 在这个时代 已经有亦城的出现 而自己提出的亦城 可是经过了几千年老祖宗的心血总结而来 唐代的亦城 和自己的 比这可是差远了 在这里科普一些 在后世的一考古学家起初发现最早的亡城 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再又一次考古发现 至少将中国亡城的出现 向前推到了商代前期 陕北神墓的时髦城址 其年代约处于龙山晚期至下代早期 比新政望金楼商代城址年代还要久远 有点扯远了 言归正转 几言走到牛静达坐的地方 拿起桌上的水壶 给自己倒一杯水 喝完一杯 又倒一杯 拿着走到牛静达面前 牛静达他们 这回应该也讨论完了 都扭头看着几言 凝重地开口道 季小子 这瘟城 要是建成了 你有几分的把握 挡住吐蕃的进攻 几言知道 牛静达开始认真起来 不再嬉皮笑脸 没有直接的回答 而是走到牛静达面前道 牛叔叔你来看 瘟城的是其功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了保护城门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 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 自然是城门 相反 我们会加大对松州城的 对其加大保护力度 强化松州城的防御能力 而我要建的瘟城 就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 我称呼它为 叫越城 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 而五经总要前级守城 记载 其城外瘟城 或圆或方 是地形为之 高后与城等 为偏开一门 左右各随其变 这样来看 即便吐蕃的军队 攻破了瘟城城门 而我们还有主城门防御 还有就是 由于瘟城内地方狭窄 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 从而延缓了吐蕃军队的进攻速度 就是这事 我们就可以再等吐蕃 等我军队攻破的瘟城的时候 在松州城城墙顶部的提前布置后 弓箭手则可居高临下 射杀吐蕃的军队 瘟中捉鳖 咱们给吐蕃人来个很大 还有 诗经 正风 初其东门 云 初其阴都 由女如图 阴都 指的便是瘟城 可见早在春秋时期 城池的城防技术 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 只不过 到了唐代 已经慢慢忘却 到中唐时期 才开始大规模的应用 明清更是把瘟城的改良 让瘟城的防御 更上一层楼 季言拿出的 就是明清已经完善的 季言望着 还在被自己的一片长篇大论给惊呆了 刘靖达正在陷入沉思的表情 季言也不打扰他们 心里想到哥 可是拿出的是比你们晚几百年的技术 你们看呆也很正常 一刻钟后 刘靖达不可思议地看着季言道 季小子 这建议做瘟城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刘靖达这一句话 把季言问到了 陷入沉思 自己一直在讲瘟城的防御性 却忽略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现在时间根本不等人 松州城目前还在土拨人的包围圈里 季言粗略估计了一下 在松州城门处建一个 长一百米 宽三十米的城墙 一百个瓦将 大概要半个月 季言把自己的估算给牛靖达说去 牛靖达没想太多 对着其中一个士官道 你立刻给我召集城内所有 会弃强的瓦将 限你一个时辰 把他们集合在松州城门 办不好 军法从事 士官拿到将领 急忙地走出军营 向着城内走去 牛靖达看着 季言继续道 季小子 你说的这瘟墙 就由你监督建造 我现在 命你为督造官 季言一听 又要自己亲自上阵 不由地后退一步 渐渐地笑道 牛叔叔 我就那会说说 我把那个示意图画出来 找个人就会建造 不用这么麻烦的 牛靖达一听 季言不愿意干 假装生气道 季小子 真的不愿意干 季言那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牛靖达看着季言的样子 不由地叹气道 看来 我这把老骨头 要亲自上阵了 那老夫尚书 请示陛下 极限男 罔顾松州城内的一城百姓 生命与不顾 就想着偷懒 看陛下怎么处置你 等到你被陛下砍头的时候 你再想想 家里的翠娘 一脸无阻的样子 在家里痛苦等我哭涕 说完 牛靖达还假装地抹了一把鼻涕 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季言看着牛靖达装哭的样子 无奈地说道 好了牛叔 我去还不行 还有你老 就不要再演了 都没有眼泪 还给那哭呢 一点都不如成大哥 牛靖达听见季言答应了 瞬间止住哭啼 又恢复他原本的模样 对着季言说道 极小子 这可不是老夫强迫你的 是你自己答应的 几个士官看着一向严肃的牛靖达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由得相互看了季言 牛靖达哪管的这些继续说道 季小子 你刚刚说的瘟墙是懂了 可是你说的投石车 咱们这也有一百台 都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还有这燃烧弹 又是何物 季言对着牛靖达变脸的速度 也是无语了 对着牛靖达解释道 这投石车 我需要看一下 我才能估计一下 我的这个招数能不能使用 要是不能用的话 说了也白大 要是能用 我会让吐蕃的士兵来一次痛苦的噩梦 还请牛说 把那些投石车拉出来 让我看一下 说完 牛靖达对着季言挥手道 好 我这就命人把投石车捞出来 牛靖达传令下去 把投石车拉到校武场上 过了一会 有个士兵来禀报道 将军 所有等我投石车 都已经拉到校武场上 牛靖达带着几人来到校武场上 季言看着这些投石车 好多都已经生锈 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使用 牛靖达说道 几小子 这就是我们松州城内所有的投石车了 你看这些都怎么办 季言上前看着这些投石车 发现有几台还不能用了 已经被老鼠给啃噬掉了 季言上前用手摸了一下 被老鼠啃噬的地方 用手一扣就掉了 显然已经放置太久 不能使用了 几言把每个都给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些投石车 都已经放置太久严重的损坏了 虽然有些还能用 但是大部分也有各个部位的损坏 但是通过修理一下 再把这些投石车再进行改装 都还是能用的 这样势必成为我们守城 进攻的一大利器 牛靖达有点搞不懂 几言在干什么 不觉问道 季小子 这些投石车 在这库房里 都已经放好多年了 要不是我上回 让人去库房整理 还真不知道 还有这么几台破旧的投石车呢 都已经坏成这样了 还能用吗 这又和你说的燃烧弹 有什么关系 几言听了牛靖达的话道 牛叔 这你就不懂了吧 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在几言正准备侃侃而谈的时候 一个大耳八字 对着几言的后脑可扇了过去 我要是知道 还有你说啊 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的 真是一会不打 就上房接瓦了 是吧 你最好小心了 赶紧的说 说完 牛靖达还朝着几言挥了挥手 意思是你小心便 校武场上的士兵 看着牛靖达想到 这是才他们的将军吗 此时的几言 那叫一个痛呀 直接抱着头乱跳 眼泪汪汪的 摆了一副受了欺负的小媳妇一样的 看着牛靖达 让我讲 就让我讲 你动什么手 有话好好说 牛靖达又扬了扬手 对着几言挥手 几言也不再疲了 开始讲述自己的计划 我打算开始把这些投石车进行改装 用上上好的牛筋 利用牛筋的弹性 再加上燃烧弹 投放到吐蕃军队里一砸死一大片 那叫一个爽 这个燃烧弹 就是主要用于猛火油 把猛火油放到一个密封的淘气里 再放一个用猛火油浸泡过的布条点火 再利用投石车 发射到百米之外的吐蕃士兵 而且利用猛火油制作的燃烧炸弹的 猛火油会燃发出的高温燃烧时间 大概有一炷箱的时间 而且具有较强的粘负性 而且身上穿的衣服属于易燃物 可以让燃烧弹 燃烧更长的时间 投石车是利用杠杆原理抛射实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 它的出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战争的需要 中国像齐黑方的炮 写作炮就是投石车 火字偏旁的炮 古文中多指的是炮弱 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 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 但宋代 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不仅用于攻守城 而且用于野战 古书中的抛石 飞石指的就是投石车 而且是历史著名的中国战争史上投石车首次大规模使用 应当是李姓 非将军李广的元祖 公楚 楚军秘密准备了大批投石车 当秦军渡河时突然同时发射 无数坚立的石块乌云般砸向秦军 二十万秦军全面溃败 后来战国四名将之一的王俭 率领六十万大军 才攻下了楚国 可见当时投石车的威力 所以 几言打算利用投石车 而投的不是石头 而是带有燃烧的猛火油 牛静达听着几言的话 凝重地望着几言 过来一会说道 鸡小子 你这一记虽然是好 你可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 这样的做法 是有为天和 有伤人和啊 牛说 我不管什么有为天和 什么有伤人和呢 我只知道 犯我大唐的时候 杀我大唐的百姓的时候 践踏我大唐国土的时候 在他们的与我大唐开战的时候 在他们的脚步 踏上我大唐的国土时 就应该已经想好 他们的后果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其意必诛 毕竟我大唐只是防卫而已 是他们先侵犯我们大唐的 纪言解释道 牛静达好像也被纪言的话 说的是一腔热血 是啊 他们先侵犯大唐的 我们为什么要管那么多 给一通大绕 给绕糊涂了 只感觉纪言说的很有道理 点头道 那纪言也不再废话说道 那就请牛将军下令 让下面的人 开始准备吧 牛静达等人回到会议室 开始一条条的军令的下达出去 看着进进出出的士兵 开始执行着军律 牛静达也对着纪言等人道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执行命令吧 纪言你等一下 我有事和你说 纪言等着所有人都走了出去 就剩牛静达和纪言两个人 对着纪言说道 跟我走 纪言知道 牛静达要带着自己干啥 就让牛静达等自己一会 借用一下你的办公的地方 纪言开始拿起一张宣纸 开始在上面画出 瓮城的示意图和投视机改装图 大约一个时辰后 牛静达就是旁边坐着 慢慢地品着茶 也不急 又过了一炷香 纪言终于放下手中的毛笔 揉了揉已经发酸了手臂 活动一下 看着自己忙碌了一个多时辰的成果 感觉又不是很累了 拿起来递给 牛静达看了看 牛静达拿着示意图看了一会 就走了出去 纪言跟着牛静达 来到松州城的城门口 看着已经的站着一群人 小姐 这就是城中所有的瓦将功 在以后得几天里 前门口会严令进出 他们会全听你的差遣 我还会给你五百士兵 随你差遣 牛静达看着这一群百姓 百姓们 这位就是纪言 昨天就是他乘坐热气球 也就是你们看到的 飞进军营的那个东西发明者 而且是他带着一百名战士 突袭吐蕃等我后方 给吐蕃等我军队一个袭击 让吐蕃的松赞干部和陆东赞 至今还不知道突袭他的是谁 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 那我就告诉你们 他就是吐蕃的君王和大象 而在今后的几天 我们要在松州城外 建立一个城墙 所以望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建造 保护你们的妻儿 保护你们的世代生活的地方 所以以后的几天纪言 也就是身边的小兄弟 会带领着你们 在我们的城门外 再见一道城防 防卫吐蕃人的进攻 就这样 几颜开始带着瓦将功 刘靖达说完 看着纪言 示意讲两句 当着大家伙的面认识一番 接着 刘靖达开始让纪言带领人们 行动起来 就这样纪言开始 带着瓦将功 过了一会有一队士兵 向着几颜这边行来 一个走在前面的士兵 来到几颜的面前道 纪将军 我们是前来协助你的 请纪将军吩咐 纪言看着这些士兵 突然看到王世强 又看到了很多的熟面孔 一一地点头笑道 纪言开始分发工具 一条条的命令下发 士兵们开始当劳力 挖地基 纪言看着示意图 这边来几个人 那边再来几个人 城门前 一片忙碌的景象 而此时的 在松州城外 三十里外的吐蕃的军营中 一个和大唐斥后一样的传讯兵 从外面来到营帐内禀报道 我们已经派人 去唐军的城池里打探清楚了 从我们上空飞过去的 是唐军中的士兵 发明的一个叫做纪言的人新武器 名叫热气球 可以带人直接飞上天空 还有一个属下打听不出来 望赞谱赎罪 说完 头变得更低了 松赞干部听了士兵的回道 下去吧 继续监视松州城内 唐军的一举一动 士兵 慢慢地退出营帐 松赞干部 看向正在闭目养神的路东赞道 大象 你怎么看 陈以为 应加快我们大军的集结 快速的集结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爆发 大规模的战争 毕竟唐军的大军 一直在 灵州驻扎着 而且唐军里面 更有在大唐有军神之称的 李晶带领的十万大军 在和我们对峙着 即便我们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我们 可以对松州城 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和骚扰 毕竟一个小小的城 怎能低过我们吐蕃的勇士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松州城拿下 再进行下一步对策 说完 陆东赞还是不由地 对着自己的吐蕃军队 有着极大的信心 松赞干部 听了陆东赞的分析道 等到我们攻下松州城的时候 正好让我们那个邻居 看一下我们的强大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强大 以报上回的仇恨 松赞干部 大象 那你此季可有分晓 迅速挑选骑兵 不日准备攻城 陆东赞回答道 是赞谱 属下这就去准备 陆东赞退出营帐 开始挑选骑兵 准备攻城 可是他还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这个使用 因为纪炎的到来 发生了 蝴蝶效应 本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已经出现了 所以战场战争 注定唐军就是胜利者 历史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松州城里 还是正在一片忙碌着 而几岩正在拿着图纸 一点点的观察 监督事工 忙碌的景象 天色慢慢的变暗 黑夜即将到来 几岩让所有的人开饭 在这个时代 干活能吃饱饭 就已经很不错 根本不用给不给工钱都行了 况且 这次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几岩和民工们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 一个士兵来到几岩的面前说道 纪将军 牛将军让你去找他 纪炎就胡乱的扒拉两口 一抹嘴 把嘴上的饭扎茶干净 跟着士兵来到会议室 士兵让纪炎自己进去 纪炎整了整顿衣服 走进去看着 牛静达正在和松州城的韩威等人 正在商议着什么 牛静达看着牛纪炎进来 看着纪炎的模样 灰头土脸的 不由得打去说道 怎么这副模样 掉泥坑了 纪炎装作没听到的样子 直接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也不管牛静达几人 直接拿起水壶喝了起来道 牛叔你这那苦活累活都交给我 你又在这嘲笑我 小心我撂挑子不干了 牛静达一听 纪炎要撂挑子不干了 不由得脸色一变 臭小子 好了 不打去你了 说完 牛静达变了一个脸色道 小子 这回让你来有事情找你 接着又道 我打算带领骑兵 今夜再次去偷袭吐蕃蕃的军队 今日我们接到情报 吐蕃的大象陆东赞 已经开始集结大军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松州城 松州城是大唐的要塞 是大唐的边塞 一旦松州城被攻破 那时又会发生什么 谁也无法预测到 所以 我们决定了 这次计划 这样一来 打吐蕃一个措手不及 正好报上一次 吐蕃人突袭我们的资虫营的仇 还能为松州城改建 争取更多的时间 所以 这次突袭是不得不施展的 这次让你来 是想让你跟我一起 你有什么意见 牛说 我跟你一起去 正好我这腿 差不多也好利索了 正好报上回的一刀之仇 让他们知道我大唐的强大 几言愤慨道 那你就回去准备吧 一住相后 在北城门集合 牛敬达下达命令道 一住相后 几言带着虎头刘金枪 来到北城门口 看着已经整装待发的唐军们 牛敬达正在下达命令 看着纪言到来示意 几言入列 牛敬达说什么 纪言也没听见 只听见一声出发 大部队轻装上阵 只带了一个刀剑 并没有带随发枪 这玩意并不适合突袭 一发子弹出去 说不定会把吐蕃的大军 给招惹来 所以并没有带着 几言上去 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马匹 随着牛敬达出发 半个时辰后 此时距离吐蕃的大营 大约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几言看着前方星星点点的火光 几言就知道 前方就是吐蕃的大营 这时 进过一片树林 牛敬达下令开始不行 在骑马的话 一定会被吐蕃的巡逻兵发现 那今夜的一切行动都白费了 还会让吐蕃的人 加快攻城的进度 这是一个没有一丝月光的夜晚 乌云遮住了月亮 阻碍了黑夜光的唯一的来源 几言打亮着周围的夜色 不由地感慨到 这真是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夜 朦胧的夜色之中 可以看到一个个马匹的影子 正在快速地 朝着吐蕃军队扎营的地方 一个个的唐军士兵 就像一只饥饿的猎鹰 不停地徘徊着寻找食物 一股微风吹得树叶嗦嗦作响 树林中发出呜呜的低叫声 紧跟其后的是 震耳欲聋的雷声 唐军开始步行500米的距离 一会就到 在离吐蕃军队 还有200米的时候 牛敬达开始命令 所有的人趴下 利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来隐藏自己的身体 纪言轻声地来到牛敬达的面前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惊到近在眼前的吐蕃人 纪言看着吐蕃营地里 点上了火把 纪言开始观察 一会发现吐蕃人的巡逻方式 和大唐的很相像 四人一队的巡逻兵 巡逻着营地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人换班 以防有人突袭 也设有瞭望塔 上面有一个士兵四周巡视着 也许是黑夜的原因 这和正在抱着自己的武器 要睡着的模样 晃晃悠悠的 看着要掉下来的样子 纪言看着那个瞭望上的兵 只见牛敬达拿出一个弓箭 羞的一声穿过黑夜 朝着士兵而去 黑夜之中 纪言看不清他脸上的样貌 一只剑从他胸口穿梭而过 这个士兵就翘无声息地倒在了地上 牛敬达开始下令 命令一股百人骑兵 先去探索情报 干掉吐蕃的巡逻部队 只等待牛敬达的一声令下 牛敬达看见排出去的士兵 发了一个手势 对着后面的士兵发出命令 后面的人嘀嘀地应了一声 趁着夜色看去 清一色的青庄上阵的唐军 慢慢从树林里出来 一千人的先锋队 在密林外面排成了一队向着吐蕃的军队杀去 而纪言也跟着杀进去 纪言挥起手里的虎头流金枪 重重地挥下 就有一人致命 跟在后面的唐军 谁也不愿慢谁一步 拿出自己的武器 冲进吐蕃营帐内 对着正在熟睡的吐蕃士兵 上去就是一刀结束他的生命 所有的唐军 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朝着的吐蕃的营帐而去 而此时的纪言又一挥 吐蕃的士兵倒下 纪言想到这样也不是办法 就拿起一个火把 朝着一个个的帐篷走去 点燃帐篷 唐军看到纪言的动作 也开始效仿纪言 拿起火把朝着帐篷点去 纪言这时大声喊道 都给我把火把扔到帐篷里面去 给我来个双层夹击 让四个人守着帐篷的门口 当他们逃窜的时候砍杀 不要放过一个吐蕃的士兵 一时间火光通天 满天的大火 燃烧起来 一个个帐篷来传出嘶吼的声音 正当有几个吐蕃的士兵要冲出门口 只见守在门口的唐军 刀一起一落 人头落地 纪言把一个火把丢进去 正准备去点燃外面的帐篷时 忽然 啊的一声一个人影 从帐篷里冲了出来 纪言正准备举起虎头流金枪的时候 突然看见这个身影有点熟悉 纪言迟疑了一会 路过纪言旁边的士兵正想举刀 杀向那个人的时候 举了举手 示意你不用管 那个士兵疑惑地看了一眼纪言 也没有多想什么 就走向下个帐篷 继续放火 待到那个人把身上的火给扑灭的时候 纪言才看清 这个人的模样 这个人就是突袭自己 资重您的领兵 我说 咋看你那么的熟悉 我还就想找你呢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得来全部费功夫 真好 编八开始打量着四周 看见已经漫天都是火光的军营 叫了一声吐蕃话 但是纪言没有听懂 纪言大概猜测了一下 应该是来人的话语 但是没有一个人应答编八 转过头看见纪言正在看着自己 几言二话没说 提起虎头流金枪 就是一枪 编八正在迷茫中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也是没及时地反应过来 躲闪不及 肩膀生生地受了虎头流金枪的一击 身体一沉 半跪在带上 眼睛露出一丝锋芒 抬起头来看着纪言 八成现在才明白 是有人突袭 这回编八 不再看着纪言 身体的疼痛感传来 忍着剧痛 看着自己四周到处都是死亡吐蕃士兵 仇恨的眼睛环视了一周 纪言也不给鞭八反应的机会 举起虎头流金枪 对着鞭八的心脏刺去 鞭八看着 又一击朝着自己刺来 忍住身上的剧痛 转换一个位置 纪言一枪刺到了地面 刺空了 纪言又一枪刺出 只不过明显比这上一枪的力道强 纪言感受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自己体力的流逝 刚刚自己已经使用虎头流金枪 很长时间了 即便纪言已经适应了它的重量 但还是因为自己的体力原因 不能长时间驾驭虎头流金枪 鞭八也看出来 纪言体力的原因 尽力地一直地躲闪着 只带找一个机会逃出唐军的包围 就在这时 鞭八抓住纪言体力不接的一瞬间 鞭八忍着身上的剧痛 快速地闪到纪言的身边 对着纪言的胸口就是一脚 不好 这一刻 就连观战的牛静达也神色大变 纪言感受到胸口的疼痛感传来 直接飞出两三米远 纪言有心想要站起身来 但是身上的疼痛感不允许自己再站起来 鞭八等待 等我就是这个机会 把纪言踹倒地之后 拼命地向着唐军的后方跑去 鞭八满怀希望的 眼看着就要逃出唐军的时候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挡住了正在逃跑的鞭八 几个回合就把鞭八升擒住 按道在地 几个唐军从牛静达的手中接过鞭八 把鞭八找了几根绳子绑住 这场突袭的杀戮依旧在持续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的几颜看着自己拼了命的 也没拿下的鞭八 被牛静达几下给拿下来 不由得心里有一份挫败感 牛静达来到几颜面前道 纪小子 感觉怎么样 还能站起来不 说完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 扶着纪言站起身来 几颜站起身来 脚步有点亮呛 面色有些苍白 脸上更是浮现一丝苍白之色 牛静达扶着纪言 牛静达看着纪言的脸色 纪言的状态安慰道 纪小子 你也不用这么丧气 毕竟你才多大二十岁 你能跟他比 就是老夫要不是趁着他 被你打的那两下 要是他拿上武器 老夫也要费一番功夫 才能拿下他 所以你也不用气馁 牛说 你也不用这么安慰我 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的几斤脊两 没想到 到最后 还让牛叔你出手 纪言咧嘴一笑地说道 都说了 那吐蕃的家伙 是个练家子 你想试试自己的几斤脊两 也要有把握 要是一不小心 把你的小命交代着 你让我拿着你的尸体 去你陛下交代 还有你那家中的小娘子 牛说 你就放心吧 这天底下 还没有能要到我纪言小命的人 他还没有出生呢 还早八百年呢 纪言哈哈笑道 牛静达正想说什么 纪言赶紧又补充道 当然 陛下除外 牛静达撇了一眼纪言 纪言一脸尴尬地笑笑 过了一会 纪言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次走向战场 杀向吐蕃的士兵 只为把鞭巴的那一脚之仇 我打不过鞭巴 我还打不过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牛静达不由地望了望 正在指挥唐军厮杀的纪言道 这小子就是一个天生的帅才 性格也挺好 对自己的人 那是百般的好 对待敌人 却是杀伐决断 只是有待磨炼 就会成为 我大唐的动量之才 看来我大唐武将后继有人了 等我们这些人老去 也不至于会让大唐的军队 无人统领打仗 让大唐的武将 没有已领军的人物 接着又道 小子慢慢地成长吧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还能再为你在朝堂之上 撑一段时间 在你未成长的过程中 有我们为你遮风挡雨 希望你在未来的时候 不要让陛下和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失望 当然这些话 纪言是听不见的 当他知道 大唐等我武将正在培养自己的时候 等到那个时候 纪言就真的会心甘情愿吗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牛静达站在远处 正抚摸着他那刚长出来的几根胡须 望着吐蕃军队厮杀得差不多了 已经达到这次偷袭的目的下令到 准备撤退 所有人撤退 纪言拿着虎头流金枪 来到牛静达的面前 牛静达问道 纪小子 怎么样没事了吧 纪言哈哈地笑道 我们有什么事 再来挤脚我 还能挺得住 接着又小声嘀咕道 没想到 本想就去试试 我最近的功夫怎么样了 没想到吃了那么这狗日的一脚 你还别说 还挺有劲呢 到现在 我还没有缓过来呢 对了 牛叔那个编疤呢 你们没有把他给杀了吧 纪言问道 没有 早就知道你小子的性格 所以专门把那小子给你留着呢 说完 牛静达开始点兵准备撤退 特意嘱咐纪言快点 看见没 给那一直给你留着呢 牛静达指了指 纪言顺着牛静达指的方向 看到一个被绑成粽子的人 在地上蠕动着 还说不出来话 原来是嘴里塞了一块布 看压着编疤的几个士兵 看着纪言连忙解释道 纪将军 刚开始他大吵大闹 怕引来更多的吐蕃的士兵 兄弟们把他的嘴给堵上了 这回倒是挺安静的 纪言摆了摆手 试意干得好 纪言走到他的面前 编疤反应得更加激烈了 随着摆动的幅度 编疤身上被虎头流金枪造成的伤势 流血更严重了 不一会就近视了地面 纪言拿掉编疤口中的布条 对着编疤说道 老狗 还记得我不 是不是很想杀死我 编疤也不被纪言的话嘲讽到 用着他那别口的汉语道 笑 你不用 得意 我们伟大的赞谱 一定会踏平你们的大唐 掠夺你们的土地 说完编疤开始大笑起来 几个士兵快速地不调 从心塞回到编疤的口中 只能发出一些呜呜呜的声音 纪言看着正在蠕动的编疤 没有任何的同情之心 就像他在杀死大唐的士兵的时候 是一样的眼神 正要举起虎头流金枪 结束他的生命时 突然对着编疤说道 在你们踏上大唐土地的那一刻起 在你们掠夺我大唐土地的时候 在你们侵略我大唐的财产等我时候 在你们让你们的大象 上我大唐求娶公主的时候 再说 我们的公主金枝玉叶的 从小就生在我大唐 凭什么让我大唐的公主 嫁到你们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去 所以你们就罪无可恕 我会把你们的什么松赞干部 路东赞一一地付出应有的代价 灭掉你们吐蕃 当然这一天 这一天你是看不到了 说完纪言也不管编疤 听没有听懂自己的话 直接那拿起虎头刘金枪 对着编疤的喉咙出杀去 此时的编疤眼神中 也露出绝望的神色 刷的一声 一道血线飘出 染红了虎头刘金枪的枪尖 血液顺着枪尖流落下来 纪言看着编疤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又上去补了几枪 纪言环顾四周 看着满天的大火 牛靖达正在结束这场突袭 正准备撤退的时候 突然听见谁大喊了一声 将军 吐蕃的军队正在增援了 牛靖达听着这个士兵的禀报 赶紧地让士兵们加快撤退的速度 牛靖达让士兵们带着这次的收获 一个人拿着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在黑夜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的恐怖 此时 纪言看着吐蕃的大部队 正在一步步地往这边增援过来 等到撤退一段时间后 纪言告诉牛靖达让士兵们 灭掉手中的火把 让吐蕃的军队失去目标 牛靖达当即下令让士兵们 灭掉手中的火把 虽然灭掉火把 撤退的速度变得有点慢 牛靖达继续命令唐军撤退 朝着拴马的地方撤退 利用黑夜的衬托 有序地撤退着 等到纪言等人回到小树林的过程中 碰到了吐蕃的一股三十人的骑兵 纪言等人在黑夜中隐藏着 神不知鬼不觉地 迅速地解决掉这一股骑兵 继续撤退 回到密林中 快速地上马撤退 一个时山后 与此同时 松州城的城墙上 站着一人静眼望去 居然是韩威 两并斑白 夜半的冷风 把他那本就日渐消瘦的身体 在黑夜中显得更加的不堪 向风一吹就到 冷风吹着 他那山羊胡子 上面已经有了些寒霜 本来韩威的身体正直壮年 自当日韩威冒险出兵 差点把松州城 骇入万劫不复之地 多亏牛靖达带着的军队 前来支援 而他本身作为松州城的都军韩威 所以这几个月来 吐蕃的频繁工程 所以本来正直壮年的韩威 却已经提前步入了老年 自从牛靖达来到松州城 已经接管了松州的所有事务 即便现在的韩威是个空架子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担心 牛靖达这次突袭 能不能平安归来 要是不能归来 这松州城的一成生命 又到了生死关头 这时 一个妇人来到城门低下 守城的士兵看着那妇人 走上前来 本遇前去禀报韩威 只见那个妇人摆了摆手示意 不要打扰韩威 只见那个妇人沿着楼梯 走到城门楼上 看着韩威 不忍心让韩威已经站了很长时间 又看了看韩威那单薄的身体 来到韩威的面前 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披风 为韩威披上 韩威扭头看向妇人道 夫人 你怎么来了 只见那妇人忧愿地一道 老爷 你这是何苦呢 为了一个小小的松州城 也不能累坏了自己的身体 再说了 牛将军不是已经接管松州城了 就算破了也有别人盯着 等到陛下最多 也就致你守城不利之罪 再说了 现在不是城还没破吗 现在担心个什么 韩威听了那妇人的话 不由地呵斥道 哼 妇人之见 你可知道 我们松州城破了 是不可想象的 这一城的百姓怎么办 要是我大唐 都有你这心思 还怎么守卫我们祖宗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死后无言 更是愧对列祖列宗 说完 冷哼的一声 不再理会那个妇人 过了一会 那个妇人突然开口道 老燕 你看前方的那是什么 怎么那么亮 好像是着火了 韩威顺着妇人的指的地方 看去 好像是吐蕃军队扎营的方向 韩威眺望着远在三十里之外的 吐蕃军营的方向 突然间 韩威仔细一看到 居然看见片片的火光 韩威本以为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 再次眺望 火势越来越大 心来想到 难道突袭成功了 这一刻 韩威恨不得呐喊出来 已来解放这几个月的憋屈 但是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牛静达等人 还没有归来的那一刻 他不能发出胜利的怒吼 正当这个时候 韩威看着远方有兵马 朝着松州城的方向奔来 带到纪严等人来到城门楼前 看着城门楼上 站着一人大声喊道 开门 快开门 韩威听到熟悉的声音 那是大唐的士兵 始终放不下的心 而现在看到 牛静达等人归来 终于在此刻 放下心中的担忧 韩威对着 正在守城的士兵道 快快打开城门 牛将军已经归来 说完 韩威也上去搭手 打开城门 突袭的士兵 快速地通过城门 进入到城内 正在观望的韩威 那个夫妇人 和守城的士兵 看着码头上的血淋淋的人头 不由地发出震撼 看来这次突袭成功了 带到所有的人 进到城内 看着 还在震撼中的韩威 拍了拍韩威的肩膀道 韩老弟 回神了 韩威被牛静达的这么一拍 也迅速地反应过来道 牛将军 你们这是突袭成功了 这些都是吐蕃的人头 牛静达哈哈笑道 韩老弟 不用如此地惊讶 这些都是我们今夜的战利品 这还不算 现在吐蕃的军营 那才叫一个爽呢 你是没见吐蕃的军营 现在还是一片的火光 牛静达说完 还特意地提到说 这还是几言的这个小子 提到的主意 来他个里外夹击 让吐蕃的人可想到 我们会来个包饺子 牛静达朝着纪言摆了摆手 对着韩威道 看就是 就是这个小子 陛下刚封的县男 韩威看着几言道 纪县男 真是英雄少年呀 小小年纪就获得了县男的称号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我们已经老了 现在已经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 纪言也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挠了挠头 望着牛静达 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这样干巴巴地望着牛静达 牛静达看着纪言的模样 急忙地回答道 韩老弟 你也不用这么夸他 这小子你一夸他就能上天 韩威点点头 牛静达 纪言 韩威等人 站在城门楼上 看着远方的火光 吐蕃注定 今夜是一个无眠等我夜 吐蕃的军营里 吐蕃人正在着急地救火 只见有士兵拿起一个羊毛毯子去打火 却不见火势变小 却越变越大 一不小心 身上的衣服也跟着 着火了 只见那个士兵 在地上翻滚着 开始大声嘶吼地叫道 救救我 救救我 快救救我几个吐蕃士兵 拿起水 朝着士兵泼去 过了一会 火焰被扑灭 但是那个士兵 已经昏厥过去了 陆东赞看到这一幕 命令几个士兵 把他给抬下去 处理伤口 陆东赞看着一片狼藉的军营 此时的吐蕃的士兵士气 也极其地低下 不由地叹了口气 朝着中央的军帐走去 刚到帐篷外 就听见正在发怒的松赞干部 你说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整整三天 三天哪 居然被唐军给偷袭了两次 被他们给杀死我们伟大的吐蕃勇士 将近三千人 陆东赞听了松赞干部的话 在外面迟疑了一会 最终还是咬咬牙 走进去 看到满地的狼藉 翻到的桌子 满地打翻的麻奶酒 正在收拾的仆人 额头还有一些血迹 陆东赞看着他们说道 都下去吧 把伤口处理一下 仆人们 赶紧跪下求饶 不敢出去 松赞干部看了一眼他们 陆东赞本来就生气的心情 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不用磕了 都下去吧 几个仆人如蒙大赦地 快速起身 跑去帐篷 松赞干部 等到仆人都撤了出去 质问道 你不是说 唐人胆小吗 唐人只能守城 不敢出来吗 不是万无一失吗 你说这一回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句话 松赞干部 几乎是喊出来的 陆东赞此时 也不得不平复一下 自己的心情 过了一会 陆东赞回道 赞普 你先不要生气 这次我也没能料到 唐军会如此大胆地偷袭我们 松赞干部 听到陆东赞的 更气了不由地 又踢向身边的桌子 怒气冲冲地 对着陆东赞吼道 你没料到 还能有你陆东赞的 没有料到的事情 看看外面的样子 看看我们的勇士 松赞干部叹了一口气 又想了想 外面正在救没的 吐蕃士兵们 这一场战争 他也无心再打下去 即便他们打赢了还好 但是他们面对的 是中原的霸主大唐帝国 一想到大唐就不由地叹口气 甚至在灵州 还驻扎着大唐的五万兵马 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 对着陆东赞 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大象 准备 撤 撤兵马 陆东赞听着松赞干部的话 不由地劝说道 赞普 我已经集结好 我们的勇士 只待明天 天一亮 就可只许松州城 一路北上 让大唐看到我们的强大 松赞干部转过身 没有看看陆东赞说道 大象 你来看我们的士兵 再说你说我们还有二十万大军 那你有没有想到 大唐的军队呢 他们一直在灵州驻扎着 陆东赞也是着急上头了 看着 正在收拾残局的士兵们 都低落着头 士气极其低落 平复了一下心情 听了松赞干部的解释道 对不起 赞普 是我太着急了 可是我们真的 就这么甘心地撤退吗 我们的目的已经快要达到了 就只差一步 就可以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的大军 让他们把他们的公主 嫁到吐蕃了 松赞干部说道 不甘心 又能怎么样 经过唐军等我这么投袭 对我们的勇士打击极其之大 而唐军的士兵仅此一役 会士气高涨 对我军也极不利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期了 我们这一战已经败了 再打下去 只是让我们的勇士徒增伤亡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去牺牲我 吐蕃千千万万勇士的生命 所以还是撤军吧 陆东赞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对着陆东赞道 赞普 你也早点休息吧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与此同时的松州城的军营 就显得格外的热闹 牛敬达和几言等人在会议室里 看着全军营的士兵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牛敬达和几言 也被这种喜悦所感染 但是身为将军的他们 不得不时刻地保持警惕 毕竟这是一场战争 过了一会 一个士兵竟来向牛敬达 汇报这次的伤亡 我军一共带回来的人 吐蕃人头 一共是1582克 再加上吐蕃军营的我 大概估计了一下 有2000余人 而我军无一人伤亡 只有个别的轻伤 牛敬达听完汇报 不可思议 居然掌获这么多的人 听完汇报牛敬达道 行了 你去休息吧 告诉将士们 今晚好好休息 都累了一天了 牛敬达看着几言道 行了 你也下去休息吧 多下去休息吧 几言哈哈笑道 等的就是 牛叔这句话 我去休息了 几言郑宇走出去 突然转身道 牛叔 你也早点休息 说完一溜烟地 跑去自己的房间 打开房门 直接躺在床上 衣服都懒得脱了 呼呼大睡起来 一夜无话 等到第二天 日上三竿 军营的士兵 已经在外面继续训练着 而我们的几言在干嘛 画面一转 我们来到几言的房间 几言被外面的训练 给吵醒了 季延揉了揉眼睛 肚子开始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季延起来 简单地收拾一下 看着桌子上的饭菜 随便吃点 电饱肚子 走出房间 向着军营的议食厅走去 在季延去的过程中 和季延走碰面的人 都叫一声季将军 季延也被搞得糊里糊涂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来到议食厅 走进议食厅 看着牛静达 正在写着什么东西 几个士官在旁边看着 片刻之后 牛静达抬起头 看着季延道 怎么睡醒了 起得挺早的吗 季延听着牛静达的打趣 不由尴尬地笑笑道 牛叔 这不和周公的 见面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就到现在才行 季延赶紧转移话题 接着又道 牛叔 看你挺忙的 现在的吐蕃有什么反应啊 看你挺高兴的 和小植分享一下 让我也高兴一下 牛静达被季延这么一提 也是哈哈哈哈大笑 旁边的几个士官 也开始跟着笑了起来 季延摸不着头脑 不由得一猜道 难道吐蕃有 撤军的行动吗 牛静达没想到 几言居然猜到了 疑惑地看着几言道 这次还真被你小子猜对了 吐蕃还真有撤兵的迹象了 几言望着牛静达的解释 心里想道 我猜不是猜的呢 历史就有记载 左五位将军牛静达 夜袭吐蕃军营 斩首千余级 遭到唐军教训后的松赞干部 虽然十分愤恨 但无奈之下 只能退兵归国 唐伯双方见识到彼此之实力后 均改变对对方此前的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 不就是 你牛静达夜袭吐蕃 只是没想到的是 这次战争 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只是一想到 松赞干部会在贞观十四年 前时请罪求和 同时在遣大象陆东赞 赴长安献金五千两 贞完数百件 以为聘礼求亲 太宗随即应遇 这时既然想到和亲 就不得不愤怒 这一次回到长安 一定要利用自己的能力 这一结果 牛静达看着纪妍的 脸色有些不对 关心道 怎么回事 急小子 纪妍反应过来 嗨嗨笑道 牛叔 我没事 就是昨天的伤复发了 过会就好了 牛静达拿起桌子上的一封书信 递给纪妍 示意让纪妍看 纪妍说了一声道 牛叔 你直说是怎么回事 就行了 我也不用看了 那就好 今天晨时 我接到前方的赤后 来报发现 吐蕃的军营的地方 现在是一片狼藉 更重要的是 吐蕃人已经 开始拔债了 隐约有撤退的迹象 而今日 我也接到李帅的姓韩 姓上大致意思 也就是说 让我前往灵州商议一下 下一步的方案 前提是 带上你一起 牛静达看着纪妍说道 说着也不等纪妍同意 牛静达拉着纪妍 前往早已经准备好 马匹的地方 两人骑上马 打开军营大门 一路向着灵州的方向奔去 等到两人来到 灵州方向的军营 把马匹 给到正在值班的士兵 牛静达带着纪妍来到 大军的营仗前走了进去 正在商讨事情的 李静和侯军吉 看着牛静达和纪妍的到来说道 静达来得正好 正好说到你们 具体的讲一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牛静达行礼道 参见 李帅 侯帅 纪妍 对着李静 侯军吉行了一礼 李静摆了摆手道 不必多礼示意牛静达讲解 牛静达也不是矫情的人 开始讲从几言带着热气球 来到松州军营 再到修筑瓮墙和燃烧弹 再到这次的夜席一一的讲来 其中把几言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不由得想到 自己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吗 几言仔细一想 自己好想 还真的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不由得信心也撞了几分 此时 正在听着的侯军吉 也不得不震撼 心里想着 这小子才多大 真是不简单啊 加上前面 搞得自热是军粮 这次的军功 可以说是投工了 说不定这次班师回朝 陛下会给他封侯 大唐自建成以来 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过封侯了 但是这小子 深得陛下的厚爱 加上 长孙无忌和御池尽得的说道 而且 这次又立下这么大功劳 只怕这小子封侯 是板上钉钉了 扭过头 用眼神打亮着继言 继言看着侯军吉 用着他那一双小眼睛望着自己 不由得鸡皮疙瘩都要掉了 对着侯军吉尴尬的一笑 挪了挪身体 牛静达和李静汇报完军情 侯军吉也不再望着继言 而是对着李静说道 李帅 现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是继续观察 还是向陛下汇报 李静并没有直接回答侯军吉的话 而是扭过头 看向正在魂外飞天的几言问道 几小子 对待此事怎么看 李静自从上次几言发明出热气球和碎发枪 到这次的冲锋陷阵 也开始改变对继言的看法 不再当他是一个小孩子了 牛静达看着纪言还不回答李静的问题 对着纪言的屁股就是一脚 对着纪言说道 小子 干啥呢 没听见李帅问你话呢 纪言被牛静达的一踢 回过神来 挠了挠头问道 啊 牛静达看见纪言的样子 气都不打一出来 刚刚老子还在夸你 你这回却走神 不由的生气道 啊 你呀什么 李帅问你话呢 问你你对下一步 怎么看 纪言也算是反应过来 对着李静行了一礼道 李帅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这两天有点累 有点心不在焉而已 李静摆了摆手 示意没事 又问道 我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是在观望几天 还是 纪言一听 不由的一愣 李帅 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好说吧 没事 你只管说 我就是听听你的意见 至于采不采取你的意见 那就要看我们最后的商议阶段 李静说道 纪言也不在矫情 对着李静开始分析道 从昨天晚上 我军偷袭 成功取得两千余吐蕃人的首级 再到今天 吐蕃军队撤退的痕迹 应该是吐蕃人要服软了 毕竟现在我们大唐 室内又外患 而且我大唐 等我士兵 还不能长久的适应高原生活 所以 还没有要灭吐蕃的决心 他们也没有和我们要打的决心 只是想让我们看看他们实力 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强大 让我们知道 我大唐拒绝他们的核心政策是错误的 拒绝和他们结盟是错误的 让他们没想到我大唐会如此的强大 而且我估计 他们很快就会送上 他们俯首称臣的帖子 李静听了几言分析的头头是道 特别是听到纪言说吐蕃已经服软 很快就会送到自己的手中 但是还是惊讶地望着纪言 侯军吉也是不可思议地望着几言道 纪小子 你就这么肯定 吐蕃的松赞杆不会服软 他们可是号称 有二十万大军在他们吐蕃 虽然我们的大军还没有动 吐蕃就这么容易服软了 但是 吐蕃也不可能就被这么一偷袭 给吓软了 那吐蕃的松赞干部 可是号称吐蕃历代的君王李 最开明的 甚至还有陆东赞的辅助 几言真是不由地反问道 侯帅 你这是长他人威风 灭我大唐的威风啊 侯帅难道还想继续想把这次 已经没有必要的战争继续打下去 侯帅这是拿我大唐将士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侯军吉被几言说得体无完肤 几次想要开口反驳几言的话 但是到嘴边的话语 却怎么也说不出去 就连坐在哪里准备看戏的李静和牛静达 也被纪言的一番话 给说得哑口无言 试想一下 要是自己会怎么回答 接着 几言又说道 而且我前面已经说了 他吐蕃并没有和我大唐决战的信心 也没有和我大唐死磕到底的理由 只是想让我们大唐看看他没的实力 几言就料到侯军吉会为难自己 就这么望着侯军吉 过了一会 几言脑子一灵光 说道 侯帅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打赌 侯军吉望着纪言问道 如何个打赌法 纪言听到侯军吉答应 哼哼 小爷 我打赌还没有输过 等着给小爷送钱吧 虽然纪言来自后世 但是谁知道 因为自己的到来 会不会发生什么蝴蝶效应 万一是这样 那就完蛋了 但又一想 现在大唐的走向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来到 而发生什么质的改变 最多也就出现几个超时代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是利用大唐本有的东西造出来的 只不过没人想到罢了 自己又只是让他们提前出来罢了 要是吐蕃人送来帖子 侯帅你也不用 做什么 毕竟你是长辈的 再说了我 这人从小就有尊老阿佑的习惯 所以侯帅真的不用做什么 要是吐蕃人没送来帖子 我给您一千罐的铜钱 我家里还是有一点积蓄的 你看如何 纪言把打赌的赌注说出来 李竞刚坐下 刚喝了一口水 听了纪言说尊老阿佑的话 一口水全吐了出去 幸好纪言躲得及时 要不然就全喷到纪言的身上 纪言望着李竞道 李说 你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吗 李竞尴尬地摆了摆手道 没事 没事 就是一时激动 一时激动 你们继续 接着纪言又道 侯帅 你看怎么样 你也不用付出什么 只需要等待着结果即可 侯君急冷哼了一声 急小子 你也不用耍滑头 老夫家大业大的 还稀罕你那点钱 莫要以为老夫已大欺小 等到长安的时候 告诉陛下再说 老夫欺负你 纪言也不是什么受气的人 但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忍着 毕竟自己饶了那么大的一圈 到手的钱不能飞了 平静了一下心情 心里告诫自己 这都是钱呀 这都是钱呀 跟谁过不去 不能跟钱 过不去呀 果然 几言感觉 心情好了很多 几言笑呵呵地 对着侯君急说道 侯帅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 就也给小子一千贯铜钱 如何 这样等到来日 让别人知道 你没有以大欺小 没有欺负小子 侯君急哼一声说道 最好如此 几言听了侯君急的答应 连忙说道 那就一言为定 等待结果呢 过了一会 侯君急开始反应过来 心里想到 这小子 从一开始就开始给自己下套 先是提起吐蕃会服软 接着下来 就料定我会钻进去 接着自己一步错 步步错 直到自己答应他的赌约 没想到这小子的心思如此的缜密 等到我们这些老将都老去 在朝堂上 谁还是他的对手 虽然现在有陛下压着他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侯君急古怪地看着几言道 你小子是不是 一开始就计划好 要算计我的 牛静达和李静刚开始 还有点迷茫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也都瞪着几言 但是最后两人 还是相视一笑 最后哈哈哈哈地笑出声来 李静哈哈笑道 侯帅啊 没想到你戎马一生 到最后败在了一个后背的手里 侯君急恶狠狠地 看了一眼几言 本欲离开 但是几言就在这个时候说道 侯帅 你可不能反悔啊 这可是有 李帅和牛将军看着呢 又瞪了几言一眼 拂袖而去 几言想继续开口道 只见李静说道 季小子 好了 后帅还不至于 言而无信 他也不差你这点钱 可是你小子 这次算是把侯帅给得罪惨了 小心那天到陛下面前参你一本 记得 回到长安 请侯帅去你那羊肉馆里吃上几顿 以前就听说 他对你的羊肉汤有看法 但是一时没有时间去 到了那天 好好地给他赔个不是 就好了 毕竟都是大唐的臣子 以后都要同朝为官 当以和为贵 几言听了李静的一番话 低头称是道 回到长安 小子 请你们去小子家的羊肉馆 大吃一顿 小子的羊肉汤的技术 也是在长安称的上一绝的 牛静达听着几言的话 对着李静说道 看见没 李帅 你就不能夸他 一夸他 他就又要上天 你看看 李静看了几言一眼 笑笑 几言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此时拂袖而去的侯君吉 也在郁闷着 心里想到 自己怎么就这么容易 着了那小子到了 还正好被他给套住了 要是真如这小子说的 吐蕃人送来俯首称臣的帖子 我就算真给他一千贯钱又如何 毕竟换来的是我大唐千千万万将士们的生命 这么一算侯君吉 心里也算是好受点 在这里讲解一下历史上的大唐将领 都是一心未堂的 就连侯君吉古刀里程前造反 其中也是有隐情的 这里也不让多说 遇之后事如何 请各位客观往后看 以后会一一揭晓 还在军营喝茶的李静地看着季言说道 小子 你就这么肯定 吐蕃的人会送来详书 我都不敢肯定 你是如何判断的 季言放下手中的玩意说道 我说 小子是猜的 您老信吗 牛静打感觉 季言一会不鞭策一下 就会欠打 不由地提起脚 对着季言的屁股 又是一脚生气地说道 你这小子 还耍迷糊 刚刚李帅还在帮你说话 你这回倒好 在这里卖弄起来了 牛静打看着季言的样子 又想来上一脚 李静站起身来 阻止道 算了 静打 既然这小子不想说 那就不要为难他了 我们现在只需等待结果就好了 牛静打这才算完 哼哼一声 转过身去 季言在一旁委屈地 揉着自己的屁股 心里极为不平衡 人家来战场上 是来立功的 打仗的 我这倒好来 这是IT的 即便我这功也立了 但是你让我怎么说 我要是说 我来自你们的一千年后的人 再告诉你们 历史就是这么写的 你们倒是信啊 说不定到时候 又会被你们和骑伙来揍一顿 说我再说胡话 所以我能告诉你们吗 还不如挨两脚算了 片刻后 季言站起来身 向着李静行为一礼说道 小子 有点不舒服 想回去休息一下 就先告辞了 季言也不等李静同意 一溜烟地就跑了出去 李静哑然 看着季言跑出去的速度 对着牛静达道 这小子不是不舒服吗 牛静达哈哈笑道 李帅 这小子就是那样 感觉自己在这里无趣 又怕挨打 所以就故意找个借口 逃了出去 但是这小子就是有点小心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侯帅从一开始 就这小子不顺眼 这小子好不容易找个机会 坑侯帅一把 其他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有待打磨 李静听了牛静达的解释 又望着已经远去的 几言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可能只有李静自己知道 几言一路小跑到外面 站在原地喘着气 歇息道 哎 总算逃出来了 总算可以不用 和他们待在一起 几言一想到 马上就有一千罐铜钱入账 不由地开心笑道 带着愉悦的心情 走在大军的营帐中 就这样走着走着 几言看着训练的士兵 形形色色的士兵们 这些都是 我大唐最勇猛的士兵 守卫我大唐的士兵 不知不觉地来到一片军营 只听见里面 传来阵阵痛苦的呼救声 几言隐约地听见救救我 救救我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 等着我去照顾 我不能失去我的腿啊 大夫求求你了 救救我吧 几言听着痛苦声 沿着声音找去 来到一个帐篷外 看这里面 一个倒是打扮的人 对着士兵摇了摇头说道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你的伤口的尺度太大了 老夫也无能为力了 几言看到老道 走了进去 并没有仔细观察孙思廟 又看了一下士兵的伤口 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把 他的伤口的溃烂的地方 给刮掉 再把用刀破开他的伤口 放出浓液 最后再给缝合住 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说无能为力 老道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转过头看向几言说道 原来是纪将军啊 你的伤口都好吗 自上回秦府一别 也有好几个月没见 在上一次见 还是纪将军直接昏过去 没想到 今日又见到纪将军 几言打量着 眼前的老人 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头发梳得十分认真 没有一丝凌乱 用发际竖发 可那一根根银丝一般的白发 还是在黑发中清晰可见 微微下陷的眼窝里 一双深褐色的眼眸 悄悄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在自己的脑海中 快速地回忆着 突然想起来问道 原来是孙道长呀 自己好像这几天是受过一次伤 但是因为过度的劳累 就直接昏过去了 还有我的伤 孙思淼说道 纪将军 不记得前几日见过老夫也很正常 因为上回 在军营 老夫为小将军 治疗过伤口 只不过当时小将军 昏过去罢了 接着又说道 看着小将军的腿部 已经可以正常的活动了 看来已经好了 但是也要记得多休息 经此孙思淼的一提醒 几言也想起来了 自己前几天还受着伤 但是为何 没有一丝的不适感 自己昨天还在打仗 突袭吐蕃的军队 俯下身子 挽起裤腿 几言看着自己腿部 只有一道小小的伤疤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呢 孙思淼看着几言的腿部 不由地感慨道 小将军的恢复力真是惊人 老道行医几十年 从未见过将军的 如此惊人的恢复力 几言听着那老人自称老道 没错 他就是大唐的药王孙思淼 他著有千金药方 和千金义方 为我等候是华夏儿女 做出了无法估量的价值 不由地对着老人尊敬起来的问道 孙道长 不是应该在长安吗 怎么会出现在灵州的军营呢 孙思淼抚摸着自己的胡子 微笑地说道 因前几日路过此地 看见我大唐的士兵再次打仗 会有伤亡 就来到这里 为我大唐的士兵尽一份力 几言听着老人 急忙地失身行礼道 没想到您老会出现在这里 刚当得多有得罪之处 还望您老原谅小子不对 更没想到您老会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 您老辛苦了 科普一下孙思淼 金兆华园 及金陕西省药县 人 生于581年 足于682年 享年102岁 是我国隋唐时期 伟大的医药学家 孙思淼因病学医 热爱医学 但博名利 再在历史上 隋文帝 唐太宗 唐高宗在位期间 曾多次邀请他入朝做官 都被他蜿蜒谢绝 他一边行医 一边采药 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 中南山 山西的太行山 河南的松山 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地 广泛搜集单方 艳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 为我中华后人 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 住有千金药方 和千金义方 孙思淼上前扶起纪言道 老道 生在大唐 自当为大唐尽一份力 只希望战争 早日结束 让我大唐百姓 过上安生的日子 孙思淼又接着问道 刚刚小将军说的 缝和之术 敢问是何办法 是纪将军心想到的 治愈伤口的办法 纪言一想到 唐朝还没有出现缝和之术 而最早缝和术 是我国外科史上的 重要发明之一 广泛应用于 人体各部的开放性损伤 历代一家带有发明 五十二病方 终有用久清理创伤的记载 近代葛洪手创 用盐水清理伤口 外肤舌弦高后 再进行手术 诸病原后论 金创长出后 在金创长断 两头见者 可速续之 现以针履如法 连续断肠 便取鸡血图奇迹 物令气泻 急退而纳之 但创痛者 当以生丝履细 绝其血脉 证明当时 已经能做早期的断肠青窗缝和包扎术 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 常吻合手术记录 而千金方也有记载 只不过现在的孙思淼 还没有整理出千金方 科普一下 千金方成熟于永辉三年 652年 该书及唐代以前 诊治经验之大成 对后世一家影响极大 而孙思淼 经历过唐朝的好几代的帝王 在唐朝的民间 有着极大威望 几言望着孙思淼说道 孙道长 这缝合之术 是说的是 先把病人的伤口利用酒精 清理干净 用绳子把伤口给缝合起来 再再加以要外敷 加快伤口的恢复 这具体的缝合之术 就像一件衣服破了 人们拿针线 把它给缝合起来 孙思淼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道 听了小将军的话 我也是明白许多 只是此次出来 带出来的高浓度等我酒精 已经用完了 所以才会发生此事 多怪老夫出发前的准备不足呀 季言一拍脑袋 自己光顾着说了 这里是军营 怎么可能出现高浓度等我酒精 季言对着孙思淼解释道 孙道长 原来是这样呀 没事 这里有县城降座间 可以现座 孙思淼听着这回季言说出来的什么 缝合之术 细菌什么的 有心想要继续问季言 季言打断孙思淼的问答 对着孙思淼道 孙道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讨论医术 但是我现在需要看一下 这个士兵的伤口 季言走到这个士兵面前 看着他那已经 已经画浓手臂的样子 不忍心地问道 伤口怎么来的 孙思淼回答道 听说 这是前几日 吐蕃人夜袭的时候伤的 而且他的伤口还好 但是就是这个伤口 已经开始溃烂 画浓了季言打量着这个士兵 难道你是前几天 被吐蕃军队夜袭资注您的士兵吗 只见那个人士兵 对着季言点了点头 季言看着他的伤口 已经耽误了好几天了 伤口已经画浓的迹象 需要立即刮掉溃烂的肉 划破伤口 放出农业 这个士兵才有的救 再这样下去 伤口感染了 会有死亡的风险 这个士兵已经坚持这几天 没有昏厥过去 更重要的是 伤口已经开始溃烂化浓 所以要加紧处理 对着孙思淼道 孙道长 我需要去准备一些东西 您先继续治疗其他的病人 我去将座监一趟 几言来到将座监 看着正在忙碌的将座监 想到自己现在还在将座监 担任着将座监的降座 这就好办了 将座监的工人们 看到几言的到来 纷纷停下自己手中的工作 毕竟曾继言带着他们 做过碎发枪的制作 大家还都是记得他的 几言摆了摆手 对着将座监的工人们说道 大家好 我就是过来看看 大家继续忙 继言找到将座监的负责人 说需要借几个人 需要做一些东西 将座监的负责人 二话没说 就给继言拨了十几个老人 说道 继将军 这是我们将座监的最好的师父 你要是需要打造什么 直接吩咐一声 这可是我们将座监的最好的师父 继言汉言赶紧说道 我用不了 那么多的人 就五个就够了 继言就挑了几个年纪 和自己上回一起合作 过得几个老人 接着又道 我还需要 借将座监一用 将座监的负责人说道 继将军 说的哪里的话 你现在还是 将座监挂着名呢 在自己的地方 哪能说借呢 只管用 继言也被这个人搞得 不知道再怎么接下话 就说了声 那个 我这有点急 就先去忙了 说完就跑进将座监的议事厅 拿起桌子上的纸盒笔 说起蒸馏酒的工具 继言还是知道的 因为前世的继言的家里 是一个酿酒世家 父母一心想要继言 继承家里的产业 而继言却不想继承家里的酿酒 因为他感觉 这是父母对他的控制 所以和父母闹翻 出去做了个苦逼的程序员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完了 既然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自己也是有亲人的 想到翠娘 她那可爱的样子 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自己 自己已经走了好几个月了 继言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不再去想翠娘 毕竟现在是人命关天 几言开始凭借着 自己家里做蒸馏酒的工具 开始在脑袋里回忆着 开始一步步地在纸上 画出示意图 大约一个时辰后 几个老人 在外面等急了 在外面来回地走动 谁也不知道 几言在里面干什么 期间江作间的负责人 也来了一趟 看了一眼几言正在忙碌着 也就没有打扰 安慰了一下几个老人 说不定几言在做啥好东西 让大家联想一下 上回做的碎发枪和热气球 几人也不再焦躁 继续等待着几言 半个时辰后 几言总用 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终于画好蒸馏酒的工具 伸了一个懒腰 活动活动已经站久的身体 拿着示意图来到外面 看着几个老人 正在说这话 望着几言出来了 几人赶紧起身道 见几言手上拿着几张纸 图图画画的 看得不是很轻 对着几言道 几将作 我们能看一下你手上的东西吗 几言把纸张递给他们道 你们看一下 今天下午能不能打造出来 几人并没有立即回答几言的话 而是看了起来 几言也不着急 就找了一个地方坐着 继续活动自己的腿部 几言看着他们正在商议 过了一会 几人好像也商量完毕 其中一个对着几言说道 几将作 我们几人合计了一下 这个图纸 画得很详细 今天下午能打造出来 几将作就等消息吧 几言听着几人的保证说道 那就有劳各位了 几人走了出去 开始工作去了 几言走出将作间 再次回到商兵营 孙思庙还是在为商兵们 诊治病情 几言也不好打扰 反而孙思庙发现了几言的到来 说道 纪小将军 可曾是 找到了高浓度的酒精的工具 几言答道 孙道长 不用纪小将军的叫我了 小子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对证 你老要是不嫌弃 就叫我 小记或者是小言 老是纪小将军 纪小将军的叫 叫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还有那个蒸馏酒的工具 我已经吩咐将作间打造了 估计下午 就能打造出来 所以 孙道长不用急 孙思庙听到几言的话 哈哈笑道 那我就听你的 叫你小言 既然你已经吩咐好 那我就不着急 几言一听孙思庙 叫自己说的 叫小记或者是小言 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 想了一会 就是感觉不到哪里不对劲 转念一想管他呢 几言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的太阳 估计已经中午了 到了用午饭的时辰 孙思苗也看着 正午的大太阳 已经到中午了 几言对孙思苗 发出邀请说道 孙道长 你看时辰也不早了 到用餐的时辰了 你也忙碌一上午了 休息一会吧 随我一起去吃午饭 小子做饭的手法 你是知道那是一决的 自上回一别 也有好几个月 说好的上次 让你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一直没有机会 正好这会让孙道长 尝尝我的手艺 自从上次在秦府 给一国公秦琼 自那一次 孙思苗不得不 改变自己的看法 小小年纪 就会如此了得的医术 再加上这次 他所说的缝合之术 更是改变了 对几言的看法 但就是没想到的是 几言又会提起红烧肉 古怪地瞪了几言一眼 几言装作没看见 开始说 红烧肉的如何 如何的好吃 如何香气肆意 香嫩可口 大块朵頤 味美肉酥 大有嚼头 回味无穷 接着扭过头 看着孙思苗道 道长 借点你的药材 几言伸出手 孙思苗有心想要 打掉几言的手 但是又被纪言说的 红烧肉 说得不由喉咙中 被馋了半天的口水 吞下去 又一想 自己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那些药材 可以入药 但却不知道 可以作为佐料 不由地看了看 自己背的包袱 从里面拿出来 几样比较珍贵的药材 纪言看着孙思苗 拿出来的药材 自己大部分都不认识 只能认出 一个人参 一个血连 其他的都不认识了 孙思苗把包袱 递给几言小心的嘱咐道 你小子 给我省着点用 我这次出来 带的药材并不多 几言哈哈一笑 结果孙思苗的包袱 小心翼翼地背在肩上 孙思苗跟着几言走着 向着军营中走去 走的过程中 几言对着孙思苗道 孙道长 你来到军营也有几天了 李帅知道吗 孙思苗不由得眉头一皱 摇了摇头说道 这段时间 一直忙着在军营治疗士兵 所以一直 未能去见李帅 所以他也一直不知道 再说了我这也是路过而已 那孙道长 就先随我去见一下李帅 孙言说道 孙思苗随着孙言 来到大军的军帐 看见牛静达和李静 正在喝着茶水 商议着什么 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牛静达和李静 看着孙言回来 本欲想要质问一番 但是看到孙言身后 跟着一个老道 仔细一看 居然是孙思苗 赶紧起身行李道 孙道长 您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孙思苗也对着李静和牛静达 还了一礼道 本在这一片采药 经过此地 见我大唐的士兵在这 就来军营行医 为给李帅汇报 还望恕罪 李静听了孙思苗的话 不由得一哆嗦 自己哪敢恕罪啊 赶紧请罪道 孙道长 你说的哪里话 我哪敢恕罪啊 这事情要是让陛下知道 又要治我的罪了 李静又说道 说起来 这件事都怪我 前几日曾有士兵向我禀报 说有一个路过的大夫 来我大军中治疗伤兵 我本以为是附近的一个行脚大夫 加上这几日军中繁忙 也就没有管他了 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孙神医 说起来还是怪我啊 还望孙神医不要见怪才是 孙思苗对着李静说道 李帅 忙是应该的 毕竟统领着大军 哪能每个人都能顾过来 说起来 今日要不是见到小颜 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本遇过几天就走了 看着大军已经很少有伤病 所以 老道准备在进山中去采药了 季言看着李静 他们已经聊开 就告罪一声 说道 李帅 牛将军 你们先和孙道长聊着 我去给你们准备吃食 你们看 这马上都已经 要过午饭的时辰了 李静抬起头 看着营帐外 刺眼的阳光 想到这回只顾聊天了 说道 急小子 难得的下回厨 这回孙道长来了 你可以好好地露一手 季言拍了拍胸口道 放心吧 包你满意 说完背着包袱走出营帐 向着大军的后勤的地方走去 李静看着季言 拿着孙思淼的包袱 跑了出去 本以为季言是帮孙思淼拿着的 没想到 居然拿着包袱跑了出去 不由古怪地看着孙思淼问道 孙道长 你装有药材的包袱 那小子怎么会拿着出去 这和他要准备的吃食有何关系 孙思淼听了李静的话 不由地哈哈笑道 你说小言 这小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太懒散 接着又道 这就要从我第一次见到吉小子说起了 孙思淼开始把第一次在 异国功夫发生的事情 又去将座监 去做提炼高浓度的酒精工具 再到这次的缝合之术 到最后 孙思淼都不得不佩服季言的学识 提出来的新奇的治疗伤口的办法 再说到 季言第一次 到自己的医馆中买药材 谎称自己上火了 居然是做什么红烧肉去了 这次老夫又是上了他的当 把老夫说的都嘴馋了 为了见识一下红烧肉的真言 所以又不得不把老道的药材贡献出去 李静和牛静达 听了孙思淼的话 生气道 这小子 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孙道长你等着 等他回来了 我让他给你赔不是 孙思淼哈哈笑道 李帅 不必如此 这些都是老夫乐意做的 况且 老道也想看看 被季小子说的红烧肉的真言 所以不用 让那小子赔什么不是 牛静达站起身来 对着孙思淼行了一礼道 那我就替吉小子 多谢孙道长的体谅 孙思淼赶紧把牛静达扶起道 都说了不必如此 老道也不是那些太多的礼俗 所以都是随心所欲 要是我不愿意 他也从我手中 拿不到老道的药材 而此时 纪言来到后勤部 也就是给大军做饭的地方 看着正在做饭的士兵们忙碌着 纪言就找了一个不用的锅 对着旁边的人说道 我用一回这个锅 士兵憨厚的一笑说了一句 没事 纪将军只管用 纪言一脸的惊讶道 你认识我 士兵回道 现在的军营中 谁不知道纪将军的大名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发明热气球和碎发枪 带领着我唐军 在吐蕃的军队里 七进七出 真是威猛 纪言听着士兵夸自己 不由的脸色一红白白手道 没有了 没有了 我很低调地说完纪言 也不好意思了 就开始做菜 在包袱里找到 八角和大料 行军厨房里 纪言开始忙碌起来 准备好一个个的材料 把火给生着 放入火柴 准备盖上锅盖 一刻钟后 锅里传来香味 正在做大军午饭的士兵们 也闻到香味 纷纷围过来 一个士兵对着纪言问道 纪将军 做的什么 这么香啊 准备说了一声秘密 又过了一会 准备看火候差不多了 就打开锅盖 香气扑鼻 纪言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收锅 放入碗中 又简单地弄了几个小菜 弄了一个托盘 放入其中 端着托盘 正准备端走的时候 突然想到 自己和他们一众大佬 坐在一起 还能有自己的吃的 转过身来 把托盘放下 拿出一个小碗 把每个菜都剥一点 放入小碗中 又看着有的士兵 吞了吞口水 说了一句 你们也不用嘴馋 这是做给李帅 和孙道长的 正准备走的时候 你们要是想吃的话 我准备 在长安开一间酒楼 其中就有这几道菜 说完 几言端着托盘 走到军帐 几言看到拂袖而去的侯军集 也在和孙思淼说话 计言压然 毕竟自己刚刚才坑过他 就只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在侯军集身边路过 找到一个空置的桌子 把饭菜放了上去 侯军集此时也不再说话 绕有兴趣地看着计言 看着计言端上的饭菜 就这样在瞪着计言 过了一会 李帅说道 侯帅 你也不要给这小子 一般见识 他是啥性格 你还是知道的 侯军集哼哼两声说道 你小子 也不用高兴得太早 毕竟咱俩这赌约 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所以一切都为时尚早 几言答道 那就请侯帅 静候加音 看看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侯军集也不再搭话 一桌子的吃食 也不再为难几言 几言终于心里放下一口气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说道 这被人盯着的滋味真不好受 挨着一千贯钱 看来也不好挣呀 臭小子 给他嘀咕啥呢 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牛静达说道 几言起身 正准备找个位置坐下 牛静达就说道 你想干啥呀 一边玩去 几言委屈的撇撇嘴 在心里想到 我吃饭还能干啥 我做的饭 还不让我吃 说着一溜烟地跑出去 离开牛静达几人的视野 孙思淼看着几言被无情地赶出去 不忍心地说道 这个李帅 就这样把他给赶出去 这样真的好吗 牛静达哈哈笑道 孙道长 你就放心吧 这小子要是没有二手的准备 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的 所以你老就放心吧 孙思渺压然 此时的几言 正在拿着他提前准备好的小碗 边吃边说道 幸好我早就料到 我早就准备好了 哈哈 小爷真聪明 哈哈哈哈 路过的士兵们 看着几言的傻样 都不由得好笑 但都是忍住了 装作没看见的 从几言身边路过 过了一会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这条路上的经过的士兵 越来越多 几言感觉 原来是一刻钟从自己这里经过的话 那现在半炷香经过一列士兵 几言也不管形象的 就自顾自己的吃着饭食 心里想到 你们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吃得比你们好 等到几言吃完饭之后 回到大帐中 李靖和牛靖达 孙思渺喝着茶 有的无得闲聊着天 心里不由地怀疑道 怎么李帅一直在喝茶 自己曾经也喝过大糖的茶 也不好喝呀 怎么老是喝茶 几言摇摇头 不想那么多了 他们喝茶观自己什么事 想着纪言来到大帐中 对着几人 行了一礼道 李帅 侯帅 牛将军 孙道长 下午好 李靖对着几言说道 纪小子 刚刚将座监派人来传话了 说你要的东西 已经做好了 让你去将座监一趟 几言惊讶地答道 这么快就已经做好了 那李帅 小子就先行告退了 过了一会 李靖看着纪言还没走 不解地问道 你小子不是去将座监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干嘛呢 几言搓着手 不好意思道 这个 那个 这个 怎么说呢 牛靖达看着纪言的样子 再好的心情也被搞没了 不由得生气道 你小子什么这个 什么那个的 有屁就放 哪有这么多的 那个 这个的 快说 李靖哈哈笑道 靖达 不用生气 这小子现在是在军中 他就是想要军中的酒 这小子让将座监做的东西 难道你刚才忘了孙道长说的话了 他要用军中的酒 做什么高浓度的酒精 做什么提纯 用哪个东西 可以治疗军中的伤兵 所以他才想把军中的酒给提纯 牛靖达听着李靖的解释道 你小子要是 能就将士们的伤 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 直接说不就完了 李帅又不是不让你用 你呀 牛靖达说完摇摇头 纪言被牛靖达训的 低头不再说话 李靖坐中间的和氏佬 是打着圆场道 行了 行了 都别生气了 纪小子军中的酒都在 后勤你要用全拿去 只要能救将士们的命 全拿去都可以 这时的纪言 抬起头笑道 得嘞 李帅等的 就是你这句话 我去了 说完纪言拿出怀里的包袱 递给孙思苗 孙思苗接过包袱 打开看了一下 里面并没有用掉很多的药材 也不由地放下心来 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孙思苗也跟着纪言 来到江座间 看着纪言怎么剃穿酒精 毕竟上一回 纪言是在一国公的厨房里 没有几个人见过 所以这次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孙思苗几人 也想看看 纪言怎么剃穿酒 几人来到江座间 江座间的负责人 一看军中的大佬 都来到自己的江座间 不就是让下人通知一下几言 怎么把军中的大佬 都给招惹过来了呢 负责人即便一脸的猛逼 但是也不得不上前相迎 对着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看着后面还跟着一个老人家 虽然自己不认识 但是最起码的眼色还是有的 毕竟能和军中大佬 站在一起的 能有几个简单的人 负责人对着几言说道 纪将军 那个你让打造的东西 已经打造好了 你切跟我来 负责人带领着 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孙思苗 几言几人来到一片作坊里面 几言看到 一个双层的圆形的锅盖 上面还有一个漏口 和自己想象的差不多 上前摸着 居然前世自己家的用的差不多 就差十艳了 点了点头道 刘将做 你做得非常好 我非常的满意 和我画的图纸 甚至是毫无差距 刘将做听着几言的肯定 微微一笑说道 将军说的哪里的话 都是将军 给的图纸比较详细 我们才能这么快地做出来 那还得麻烦 刘将做一件事 需要找两个人 把这个蒸馏锅 给我搬到后勤部去 来到厨房以后 几言所需要的东西 都全部准备好了 几言让人 把将做监的人 把蒸馏锅 放在一个锅上 纪言叫到一个 后勤部的一个士兵 说道 你 过来帮我一个忙 士兵迷糊地 指了指自己说道 我 将军是在说我吗 几言捂着脸道 那你看这里 我还能说别人吗 只见那个士兵 迷迷糊糊地 瞅了一圈 只见这里这样 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孙思秒四人 刚刚还有好多士兵的 现在只剩自己一个了 原来在刚刚 纪言等人到来的时候 那些士兵 已经很有眼色的 都已经跑了 毕竟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几位军中大佬都来了 一些事情 还是不知道的好一些 只有他自己 老老实实地 在这里看热闹 士兵憨厚地笑了一声道 那将军 你看俺能干点啥 纪言问了一声士兵 你叫什么名字 士兵回道 俺叫刘大壮 俺娘希望 俺长得壮壮的别人 就不会欺负俺了 几言打断 刘大壮说道笑了笑说道 你接下来只需要负责 把柴火点燃 不要把柴火熄灭就行 按时的加柴就好了 你的工作就这么多 其他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刘大壮点了点头 就按照纪言的话去做了 纪言看着早就已经被 李靖命令送来的几坛酒 纪言抱起其中一坛 打开闻道 这一次的酒 更比不上一次的酒 这个酒闻起来 虽然有微微的香气泛出来 但是与上次的酒都相差甚远 更不要说 跟自己前世酒比起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 纪言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 不能讲究那么多了 纪言想着 看来自己等这次回到长安的时候 要把好多的东西给搞出来 特别是酒 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到时候 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美酒中的极品 而且以后的纪言 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在心里一直酝酿着 只不过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 钱对自己以后的计划 有着很大帮助 纪言甩甩脑袋 他将李靖送过来的 所有的酒抱起来 放到大锅的旁边 把酒全部都倒在了大锅里 纪言把李靖送过来的酒 就这么一股脑 全部被倒在了一起 接着拿来将坐监打造的蒸馏锅 拿一个布条封住蒸馏锅的周围 防止他跑气 又在蒸馏锅的那个肠肝的地方 放了一个大碗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大锅里的酒 开始沸腾起来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过了一会 蒸馏锅的肠肝的地方 传出来若有若无的酒味 又过了一会 酒香味开始飘散 对于 牛靖达和侯君吉 这样的嗜酒如命的人来说 酒香勾起了牛靖达和侯君吉 肚子里的酒虫 这两人向来嗜酒如命 闻到这样美酒的香味 心里就像是猫抓的一样 只见他们两人吞了吞嘴里的口水 就连部长喝酒的礼敬 也不得不承认 真香 几言这小子的厉害之处 军帐外边的人都闻到了这股味道 正在外面 巡逻的士兵 也不由得想要看看军中的几位大佬 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军中的几位大佬 在一起集体的喝酒 但是职责所在的他们 只能从旁边路过 但是巡逻的士兵 猛吸了几口空气里的酒香味 好像能多活几年似的 巡逻的士兵自然不知道李靖 侯军集 牛靖达和纪炎等人在里边做什么 只能继续巡逻下去 军帐内唯一能够淡定自若的 除了纪炎 那就是孙思淼了 孙思淼现在关心的是 这玩意赶紧提炼出来 等着纪炎提炼出来高浓度的酒精 我还要等着救治我的病人呢 等着看纪炎所说的缝合之术呢 其他的事情 一切都和我无关 这时的纪炎看着李靖 牛靖达 侯军集都沉浸在酒香中 甚至就连烧火的刘大壮 都也沉浸在当中 心里想到 你们就折磨被吸引了 等到小爷酿成更好的酒时候 你们会不会知道 要膜拜小爷 纪炎黑黑的傻笑着 想归想 纪炎这不是还没有酿出来啊 现在想想 也是只能想想了 纪炎也不忍心打扰他们 又不得不打扰他们 毕竟再这么下去 气都被他们给吸光了 纪炎就假装喉咙不舒服 咳嗽了几声道 这气味有点呛人呀 呛得都喘不过气了 不由地用手 拍拍自己的胸口 李靖 牛靖达 侯军集几人 也被几言的咳嗽声惊醒了 几人也感觉得到 自己的尴尬之处 也学着几言咳嗽起来 以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之处 几人又一口同声地说道 几小子 说得不错 这气味是有点呛人呀 几人就这样在营帐内 走动着 不时地用手去对着空气 闪闪 就这样谁也不揭穿谁 挺和谐 也挺有默契的 几言看着牛靖达 侯军集李靖的模样 想要笑出声来 但是又不敢出声来 笑出声来 又免不了一顿揍 所以又只能憋着 憋得脸色通红 极为难受 而正在烧火的刘大壮 看着军中的几位大佬 在自己的心中 是一直是严厉的身影 从没有想到李靖侯军集 牛靖达几人 会出现在这样对我情况 所以不由地低下头 继续烧柴火 装作没看见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就这样 这样的情形 持续了一会 就被继颜打断 一注香后 继颜望着蒸馏锅的 杆子下的大碗 已经开始一滴一滴 滴下来 滴在碗中 直到第一个大碗滴满 继颜让孙思淼赶紧拿出 孙思淼装酒精的葫芦 把酒精倒进孙思淼的葫芦里 生怕侯军集和牛靖达二人 拿着酒给抢走 就这样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后 大锅里不再传出咕噜 咕噜沸腾的声音 继颜看着第二个大碗 只有大半碗 心中也是一阵激动 毕竟 这是自己第二次 在大唐提纯高浓度的烈酒 几颜看到此时 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又看到侯军集和牛靖达 已经缠了半天了 就把第二碗 倒进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坛子里 之后递给侯军集说道 侯帅 这些酒就孝敬你了 算是给你赔个不是 还望你笑啊 侯军集看着几颜递上来的酒 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这接了呢 自己就相当于原谅这小子了 不接呢 就对不起自己了 侯军集此时在心里做艰难 等我斗争 牛靖达在一旁看得也是心痒痒 在一旁用眼神威胁纪炎 好像在说 你拿着 公家的东西来给自己赔不是 小心我揍你 几颜装作没看见的 继续望着侯军集 侯军集此时终于在心里做出了决定 最后还是为了自己肚子的酒虫 选择了接受纪炎的酒 但是还是说道 小子别以为送我酒 就可以取消赌约 这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没得商量 几颜哈哈笑道 当然 侯帅我们的赌约 当然还要继续 这个酒没别的意思 就是给你单纯的赔个不是 侯军集听了几颜的话 说道 这还差不多 侯军集正准备去接着几颜手中的酒 但没想到的是纪炎 突然手一收回 这时侯军集脸色一变道 纪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耍我呢 李靖和牛靖达 也被纪炎的这么一手 给弄迷糊了 有心想要提纪炎说下话 但是又一想到纪炎不可能 是这么莽撞的人 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搏了侯军集的面子 就没有再说话 见几颜说话道 侯帅 你先别生气 听我给你解释 只见几颜解释道 侯帅 你看现在就这一点烈酒 孙道长葫芦中的小子 也另有他用 而且 这里是军中 军中的酒已经用完了 也不可能再产出这么好的酒了 我要是把这酒全部都给了您 牛将军和李帅 就该不乐意 你说是吧 所以小子就擅作主张 请侯帅和牛将军和李帅 一起品尝此酒 等回到长安 小子酿成更好的酒 给各位品尝 侯军集听了几颜的解释 脸色开始慢慢地缓和下来说道 这还差不多 等回到长安老夫 就是你不说 老夫也要去你那羊肉馆 去坐上一坐 孙思淼看着几颜的处理方式 抚摸着自己山羊湖 微笑道 真是一个有趣的小子 有趣 真当有趣 牛进达也上下打量着几颜 发现几颜慢慢地成长了许多 懂得了许多的处事方式 就对着侯军集说道 老侯 就别气了 走咱们去喝酒去 侯军集听了牛进达的话 不由地拿起几颜手掌中的坛子 这次几颜没有再躲开 侯军集诧异地看着几颜道 记住 小子 我还没有你想得那么小气 我和牛将军 都是跟着陛下 一起从前朝打到现在的 情义伸着呢 几颜此时不得不 重新打量侯军集 感觉这位大神 为什么会改变得这么大 先是却诬告李靖 有造反之心 之后又随李靖讨平突厥 后又领大军灭高昌国 功勋卓著 开始鞠躬自傲 因讨灭高昌时 私取宝物而被下狱 得适后开始心生怨恨 先后劝大将张亮 太子李承前谋反 贞观十七年 侯军集因太子李承前谋反事 受到牵连 被处死 感觉历史上记载的侯军集 好像现在有点不一样 现在已经是贞观十一年 离侯军集造反 还有六年 看来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 侯军集就和牛靖打李靖三人 拿着装油酒的坛子走出去 纪言又对着正在微笑着 看着自己的孙思淼说道 道长 在看什么 我脸上有花吗 孙思淼并没有回答纪言的问题 而是对着纪言说道 真是一个有趣的少年 大唐当有你而精彩 真是奇哉 纪言也被孙思淼的一句话 给搞迷糊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孙思淼会奇奇怪怪的 说出这么一句话 会被孙思淼的一句话 什么大唐会因为我而精彩 什么情况 难道他知道自己是穿越来的 不应该啊 就算知道 也不知道孙思淼先知道 要是他知道的话上一回 就应该知道的 突然纪言想到 孙思淼是道家的人 那会不会是袁天刚和他说了什么 纪言越想越凌乱 甩了甩发猛的脑袋 纪言也不管那么多了 自己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毕竟那边还有伤兵等着自己呢 而且现在酒精已经最好了 就差最后的治疗了 纪言望着孙思淼 正在想着什么 酒言瞅着孙思淼下巴的山羊壶 走到孙思淼旁 对着他那山羊壶 一拔一根胡子掉了 把拔掉的胡子拿在手中 在孙思淼的眼前晃悠着说道 孙道长 回神了 酒精已经做好了 我们该去救治病人了 孙思淼回过神 痴痛叫出声来 没好气地看着几言 但是又被几言幼稚的动作给逗笑了 不由地哈哈笑道 纪将军 真当是有趣 我这更肯定我的话了 那就走吧 说完 孙思淼大声笑着走出后勤部的营帐 纪言又被孙思淼搞得没有任何头绪了 反而一想 哥本来就是 有趣的人 还用你说啊 说完 看着已经走远的孙思淼喊了句 孙道长 等等我 说着 对着还在烧火的刘大壮说道 大壮 别烧了 锅马上都烧炸了 几言刚说完话 突然外面有一人 走了进来 等到那人走了进来 对着纪言说道 纪将军 你让我们打造的针也已经打造好了 你过目一下 还有你让我们准备的线也已经准备好了 你都过目一下 要是没什么问题了 小的就先下去了 几言看了一下将座间打造的针和线 都和自己预想的差不多 几言想到 这一会要不熟将座间的人送来的吉时 自己都差点忘了 要是再晚一会 等到要缝合的时候 自己没拿缝合针 那就尴尬了 而几言让将座间打造的是最简单的传统眼针 他的形状像弯曲的缝衣针 毕竟现在时间有限 能用就行了 说完就急忙地向着外面跑去 去追已经走远的孙思苗 等到几言来到外面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孙思苗的身影 一路追到伤兵营 看到孙思苗正在给那个伤的 比较严重的士兵处理伤口 孙思苗看几言来到这里 不悦地说道 你小子 年纪轻轻地腿脚功夫 怎么还没有我一个半百的老头子走得快 几言连忙称是 夸孙思苗 你老 老当一壮 您老走了半辈子的路了 走过的桥比窝 走过的路都多 我一个小年轻 怎么跟你比 孙思苗停下手中的工作 古怪地打量着几言说道 几小子 这才一会不见马屁 功夫舰长呀 几言挠了挠头 装作不好意思道 哪有吗 有吗 接着又看到几言手中拿的真和线 发现和上回几言在秦琼的府上见过一次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上回也没有来得及问 就对着几言说道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 几言对着孙思苗 打了个烧后就知道的手势道 孙道长 一会就知道这玩意的用处 非非孙思苗看着几言 有点生气道 别在那 臭屁了 赶紧过来干活 看看这位小哥的伤口 具体要怎么处理 几言应了一声 得嘞 孙言来到这位士兵的面前 收起他刚刚嬉皮笑脸的样子 脸上也出现凝重的神色 此时他手臂上的布条 都已经被孙思苗给拆开 孙言看着伤口 看到这些溃烂的伤口 看来又要不得不把这些溃烂的肉给刮掉了 然后让没有溃烂的肉露出来 流出鲜红的血液 最后再利用缝合技术 把伤口撕裂大的给缝合住 季言把自己的治疗方法 说给孙思苗听 孙思苗听后 觉得此次士兵的伤口 和秦琼的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秦琼的伤口 相对于这个士兵的受伤程度比较严重 所以孙思苗觉得 几言的计划完全可以使用 季言和孙思苗 开始各自准备着要用的工具 过了一会 季言和孙思苗都已经准备好 开始处理士兵的伤口 季言看着士兵说道 一会会有些痛 请你一定要忍住 只见那个士兵点头道 将军 只管治疗 这点小痛 我还是能忍着的 将军只管动手吧 季言听了士兵的话 递给士兵一个木棍说道 一会就把这个木棍咬在嘴里 实在是忍不住的话 就叫出来 士兵对着季言点点头 表示自己懂得 季言看着士兵都已经安排好 对着孙思苗道 那孙道长 我们开始吧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孙思苗也微微点头 开始准备动手 只见孙思苗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刀 自从在为秦琼治疗之后 孙思苗也为自己准备了一把小刀 虽然没有 自己的看着锋利 看着也不错 此时 季言也不由地拿出怀中的小刀 想到自己上次哪位人凶 送给自己刀 就不由地高兴 他和秦琼是什么关系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 没有任何的头绪 与此同时的孙思苗 先是从葫芦里面 酒倒在一个碗里 在酒倒出来的一瞬间 躺在伤兵营里的士兵 眼睛都已经直了 闻着酒香 但是被孙思苗的一瞪眼 给瞪了回去 孙思苗把小刀放进碗里 进行消毒 又把手放进去洗了洗 士兵们看着孙思苗 用这么好的酒洗手 但是都不敢发出声来 只能这样的看着 毕竟人家是大佬 几眼看着孙思苗的动作 按道看来 孙思苗自从那一次 就知道消炎的作用了 已经开始 在切割伤口上溃烂的肉 在孙思苗 割士兵的溃烂的肉时 伤兵营里的人 谁也不敢发出声音来 生怕打扰到孙思苗 而季炎看着 正在被治疗的士兵 此时满头大汗 额头的青筋一条条地抱起 嘴里的木棍 已经有很深的牙印 就差一点就被咬断了 几眼看着士兵的样子 于心不忍 对着正在治疗的孙思苗说道 孙道长 你能看不能 把他给弄昏过去 再这样下去 我怕他会撑不下去 会体现精神崩溃的 孙思苗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了一眼士兵 孙思苗也懂季炎的意思 从怀中拿出一个包裹摊开 从中取出一根根的银针 对着士兵扎去 过了一会 士兵昏了过去 旁边的士兵 看着孙思苗等我手法 都发出惊讶的声音 孙思苗一瞪眼 看了一圈 士兵们急忙地闭上嘴 季炎虽然见过孙思苗施展过一次 但是还是不由得惊讶 过了大约一炷香后 孙思苗还在聚精会神地 为士兵刮掉溃烂的肉 直到最后一刻 溃烂的肉被全部刮掉 流出鲜红的鲜血 孙思苗把葫芦里的酒 倒在一个麻布上 在伤口上进行消炎 在这个过程中 季炎看到士兵的身体不断地颤抖 突然这个士兵被痛醒了过来 孙思苗赶紧拿出银针 只见士兵再次昏睡过去 可见这个的过程有多么的疼痛 消炎过程完成了 孙思苗看着季炎示意 接下来该怎么办 示意该你了 季炎把准备好针线 拿出来在孙思苗刚刚的小碗里进行消毒 开始为士兵进行缝合 一针一针地扎在士兵的肉里 季炎就感觉扎在自己身上一样扎心的痛 季炎一针刺穿到士兵的肉里 慢慢地拉紧 防止过大的动作 再次把士兵给痛醒 而孙思苗也在一旁拿着银针 就怕士兵疼醒过来 孙思苗在一旁一直观察着季炎的缝合 是怎样的缝合 自己有点眼熟 越看越眼熟 突然想到 自己上次在一国功府 为秦琼治疗的时候 这小子不就是让自己这种手法缝合吗 只不过那时自己并没有细问而已 孙思苗知道 现在不是问的时候 所以打算等己言弄完再细问 毕竟己言在高度集中 不能有一丝地打扰 足足为士兵缝了十几针 才算是把伤口给缝合住 直到最后一针 被己言缝合完毕 孙思苗拿出一些准备好的药材 附在士兵的伤口处 再用麻布把伤口给包扎完毕 己言看着自己为士兵缝合的伤口 歪歪扭扭的也不感觉到难看 毕竟这算得上 自己第一次亲身为一个做缝合 前世也没有过 这一颗己言 一直绷着的精神终于放松下来 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也放松下来 己言一摸自己的后背 已经全部湿透了 现在已经入深秋 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 己言也出了这么一身汗 可见己言有多么紧张 孙思苗有心想要问一下 这个缝合之术 自己是不是见过 上一回 不就是缝合之术吗 有心想要问道 但是己言一抬手 指住孙思苗好奇的心 说道 孙道长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先等会 我先还会 这会有点虚脱 孙思苗一看己言的样子 不由地对着己言行了一礼道 小言是老道唐突了 只想到问医术了 未曾注意到小言的身体 还望小言不要放在心上 己言也被孙思苗的这一礼给搞懵了 有心想要躲开孙思苗的这一礼 但是己言的身体还是慢了一拍 孙思苗已经行了一礼 己言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到孙思苗的身前 扶起孙思苗说道 道长 你这是何意 你这一礼让小子受之有愧啊 这要是让大唐的百姓知道的话 让我计言怎么在大唐做人啊 道长 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 孙思苗站起身来 说道 小言 受这一礼完全的可以 老道在你身上学到了 老夫从未见过的医术 老夫行医大半辈子了 从未见过有人 会把伤口利用针和线 把伤口给缝合起来 结合上次在一国公府老夫与你相遇 本来秦国公的病情就连老夫都无能为力 没想到你只看一次 且找到了治疗的方法 来一个神奇的叙血之法 再到这次在军营里的缝合之术 老道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本来这些医术 就算开宗利派也有可能 你却全都交给老道 老道替全天下的病人 感谢你的奉献 说完孙思苗 再次对着几言行了一礼 这一次几言没有躲开 而是因为这一礼几言是该受的 伤兵营里的几个原本就受伤的士兵 再看到孙思苗居然向几言行礼 而且还说在纪言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再看了看 被治疗的士兵的伤口上面的针线 上面的治疗方法 自己等人从未见过 再转头看看几言 重新打量一下几言 在心里觉得纪将军果然牛皮 这一会几言的身体已经恢复差不多了 走上前去 扶起孙思苗道 孙道长 你放心吧 我这还有点存货 而且还有帮助你研究人体的工具 只不过 现在还无法做出来 等会到长安 我一定都给你弄出来 孙思苗一听几言还有存货 就两眼冒光说道 小言 有此心就好了 等回到长安再说 几言觉得自己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看着孙思苗说道 孙道长 这里差不多也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了 我就先去 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要给李帅汇报一下 这里的情况 孙思苗望了望四周发现 正如几言所说 就对着几言说道 你也累坏了 去休息一下吧 这结尾的工作 就交给我吧 几言说道 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底下的工作 就拜托孙道长了 说完 孙思苗对着孙思苗 失了一礼 转过身向着 营帐外走去 而孙思苗 开始继续包扎 那个士兵的伤口 直到伤口包扎完毕 又看了看别的伤兵 没有别的事情 向着李静的军帐走去 而孙思苗 这是来到自己的营帐 休息片刻 大约一个时辰后 孙思苗身体 已经全部恢复过来了 算算时间 土拨人的降书 差不多也该送过来了 就走出营帐 向着李静的营帐走去 而此时 孙言来到军帐外 在外网里面 正看见李静站在主位 牛静达和侯军吉 分别在两旁站着 底下还站着一个 穿着奇怪的衣服 一个士兵 满脸的自傲 好像全天下都是他们的一样 站在李静的下方 李静手里看着一封帖子 时不时挺起头 看着眼前穿着奇怪的士兵 脸上竟显出愤怒的表情 恨不得立刻斩杀这个士兵 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 估计这个士兵已经被李静的眼神 活刮几百遍了 侯军吉和牛静达见季言走了进来 牛静达点头示意 季言先站在一旁 季言打量着李静的脸色 差不多已经大概猜出 李静手中拿的是什么了 是吐蕃的详书 或者更可以说的是谈判书 上面的大概意思 也就是 他们吐蕃可以向大唐俯首称臣 每年可以向大唐进行纳贡 但是前提是 大唐必须派出一位大唐的公主 前往吐蕃进行和亲 要是不同意的话 就开始威胁大唐 季言记得历史上的吐蕃的松赞干部 是这样写的 甚至扬言若不许嫁公主 当轻提二十万兵 夺尔唐国 杀尔夺取公主 季言猜测的 和松赞干部 和陆东赞的商议结果 猜得七七八八 但是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时间大概回到三个时辰前 也就是季言和孙思廟 正在为伤兵治疗伤口的时候 远在三十里的吐蕃的军队 此时吐蕃的大军驻扎的地方 再也没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帐篷了 只有寥寥无几的帐篷了 吐蕃的大军 已经撤退的差不多了 战场上还能看见焦黑的痕迹 随处可见的 没有烧完的帐篷的布料 和吐蕃人的服饰 那就是 牛敬达和己言 带领人偷袭吐蕃的痕迹 一片的焦黑 只剩下战斗过后的狼藉 战场上随处可见的血迹 一滩的血迹 渗透到土地下面 都演绎着 战争的惨烈 战场上随处可见的尸体 已经被吐蕃人给就地掩埋 要是有人来看 还能看见土地被翻过的痕迹 在吐蕃撤退后的不远处 还残留着一股军队 军队中的营帐内 松赞干部和陆东赞 正在商议撤退的后事 而陆东赞看着松赞干部 正在吩咐士兵撤退的命令 此时留下的军队 是松赞干部的亲卫军 松赞干部坐着哪里皱着眉 不知道想着什么 只感觉得到 松赞干部 一直都在心里左右为难 过了一会 对着陆东赞说道 大象 你说 我的决议是正确的吗 这次的撤退 是真的被大唐的士兵 给吓怕了吗 陆东赞被松赞干部的问话一惊 但是赶紧起身 想好对策回答道 伟大的赞谱 你的决议并没有错误 只是那唐军太狡猾了 而且 你是我吐蕃最伟大的赞谱 你带领着我伟大的吐蕃勇士 评定吐蕃内乱 极大扩张了吐蕃王朝的版图 并确立了吐蕃的政治 文化 军事 经济 法律等制度 所以 你在我们吐蕃的臣民里面 一直都是伟大的赞谱开明的赞谱 陆东赞看着松赞干部的脸色 稍微的好看一些 就接着说道 赞谱 此次的决议 也是为了我们吐蕃的勇士们着想 毕竟赞谱不想 因为一个和亲公主 而牺牲我吐蕃勇士的无数生命 我们已经让大唐的皇帝 看到我们的实力 所以 赞谱的决议并没有什么的不对 松赞干部 听了陆东赞的话 也不知道心情好没有好点 而是站起身来向着外面走去 陆东赞看着松赞干部走了出去 也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真是硬了大唐的一句话 军心难测 半军如半虎 说完 也只能跟着松赞干部的步伐走了出去 松赞干部就这样 走出营帐外 松赞干部的一列清兵想要跟着 但是被松赞干部给下令撤下了 清兵有心 想要跟着 但是被陆东赞又给阻止了 陆东赞对着清兵说道 你们不用跟着赞谱和我 现在就原地站在这里 说完 陆东赞继续跟着松赞干部 大约过了一炷香后 陆东赞跟着松赞干部 陆东赞看待松赞干部停了下来 陆东赞来到松赞干部的身边 陆东赞看了一会 突然转过头 对着陆东赞说道 大象 你看看 这里躺着我吐蕃的勇士 他们都是 我吐蕃最勇猛的勇士 他们就被唐军的偷袭 永远地留在这里 此时的陆东赞 不知道怎么搭话 只能硬着头皮 低着头 装听不见 过了一会 松赞干部看着陆东赞不说话 就继续望着远方 看着自己脚下暗红色的土地 又沉思一会 半课钟后 松赞干部带着陆东赞回到营帐中 而清兵看着松赞干部和陆东赞安全回来 心里的扑通扑通的心终于放下来 幸好松赞干部和陆东赞没事 要是没回来 等到回到吐蕃 长老会的长老 不把自己剁成八半 现在终于是没事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松赞干部和陆东赞回到营帐中 商议了一阵 待到最后一笔在文书上落下 盖上自己御印 封上火器 传令道 来人 外面的清兵进来说道 赞普 有何吩咐 这封文书 你给我送到灵州方向大唐军队的指挥官李靖的手中 务必要送到 那名清兵突然说道 赞普 唐人真的会让我进达唐人的军营中 只见松赞干部摆了摆手道 你大可放心 唐人有句老话 两军交战 不斩来使 而且 你在见到唐军的士兵后 你就大声喊道就说 大唐统帅 吐蕃送来降书 必会有人 前来领你 去见大唐的统帅 陆东赞听见松赞干部说的话 有心要说些什么 开口道 赞普 这样 只见松赞干部 把陆东赞的神色观察在眼中 抬起手打断陆东赞的话说道 大象不必多说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心意已决 陆东赞还想说些什么 嘴唇动了动最后 还是没有说出口 想着真的会大唐皇帝的 会妥协吗 这场战争 就会因这一封小小的文书 逼迫强大吐蕃俯首称臣 心有不甘 但是事情已经到这份上了 陆东赞已无力改变 这一场的战争准确的来说 还是因为几言的热气球 和碎发枪 小胜一场 松赞干部 对着下方的士兵道 你去吧 记得务必见到李靖交到他的手中 清兵领命道 遵命 赞普 说完退出营帐 找来一匹马 向着灵州的方向奔去 这时肯定会有人奇怪 吐蕃人的话语 李靖他们能听吗 其实自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 松赞干部派遣唐使去往大唐求亲 就开始命令自己自己的大臣们 学习大唐的语言 清卫兵当然也在此练 一个多时辰后 清兵骑着马 来到灵州境内 看着远方的大营 唐军有序的军队在训练中 清兵开始按照松赞干部的安排 一边骑着马 一边大喊大唐统帅 吐蕃送来祥书 大唐统帅 吐蕃送来祥书 大唐统帅 吐蕃 就这样一路飞奔灵州境内 唐军的中央帐篷的聚集地 此时的李靖 侯军集 牛靖打几人脸色微红 空气中散发出微微的酒精的味道 几人刚品尝完济炎提纯的酒 回味着他的滋味 突然 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爆的声音 只见一个士兵一路小跑到李靖面前说道 禀报 李帅 外面有一人穿着吐蕃服饰的人 在我们大军的外面喊着 大唐统帅 吐蕃送来祥书的话语 所以我等特来禀报李帅 李靖 侯军集 牛靖打 几人听见士兵的禀报 几人瞬间清醒过来 用手拍拍有点发猛的脑袋 李靖走到军帐的中间 说道 快快带人给我带过来 快去 遵命 说完 士兵走了出去 此时的李靖 侯军集 牛靖打几人 也彻底清醒过来了 李靖和牛靖打 古怪地看了侯军集一眼 侯军集被两人看得不由地退后两步 侯军集打量着二人说道 你们两人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说完 两人也不再看着侯军集 过了一会 侯军集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驻相后 士兵领着吐蕃的清兵 来到营帐内 走到李靖面前 清兵对着李靖 侯军集 牛靖打一一行礼 对着李靖说道 想必这位就是李靖李元帅吧 李靖 侯军集 牛靖打 诧异地看着吐蕃的清兵 居然还会说汉语 但是 几人都没有表现出来 只见李靖开口道 就是 你在我大军外喊着 大唐统帅 吐蕃送来降书的吗 吐蕃清兵 并没有立刻回答李靖的话 继续说道 看来我说的没错 这位就是李元帅 说完又向李靖行了一礼说道 尊敬的李元帅 我吐蕃伟大的赞谱派 我来给你送来一封书信 说完从怀中拿出一封书信 递给李靖 但是李靖并没有亲自去接 毕竟一个清兵送出的书信 并不值得李靖亲自去接 这时 站在旁边的士兵 想去替李靖去拿书信 但是清兵却把书信给缩了回去 李靖不喜 脸色一变 冷哼一声 清兵连忙解释道 在来的路上 我吐蕃的赞谱交代过 一定要亲手把书信交到李元帅的手上 要不然 小的没有把书信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回去的时候 等赞谱问起来时候 小的会小命难保的 还望李元帅见谅 侯军吉和牛靖达一听清兵的话 牛靖达还好 但是侯军吉一怒 有心想要拔出自己腰间的宝剑 砍了这个清兵 幸亏牛靖达阻止的及时 李靖呵斥一句道 侯帅 请注意自己的态度 现在还有别人看着呢 想丢我大唐的脸面吗 李靖说完侯军吉才算作罢 李靖转过头 盯着清兵说道 给谁 都一样 拿过来吧 李靖都这样说了 清兵也不熟 不知好歹的人 就把书信递给了士兵 李靖接过书信 看着完整的火器 打开看着里面的内容 脸上变了颜色 慢慢眯上了眼睛 皱紧了眉头 脸色微怒 这时的几言 走了进来 看着李靖正在看书信 心里想到 看来自己的到来并没有 太大的改变历史 李靖把书信递给 侯军吉和牛靖达二人观看 牛靖达扫视一眼 牛靖达脸色有点轻起来 额上的一条青筋 胀了出来 连着太阳穴的几条筋 竟在那里抽动 显然一直在暴怒的边缘 只待爆发 但是牛靖达一直在忍着 因为此刻还不是时候发怒 侯军吉就不一样 破口大骂 李靖迅速地从外面 叫来两个人 把侯军吉拉出去 站在一旁的几言 看着李靖 牛靖达侯军吉的模样 都不用看里面的内容 就知道里面写的什么 但是就默默站在一旁不说话 青冰 感觉自己现在 就是一个带宰的羔羊 站在自己身旁的 根本就不是人 而像是三头猛兽 无边的杀意 向着自己杀来 毕竟他面对的不是别人 而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人 李靖 侯军吉 牛靖达 那个不是手握几百条人命的柜子手 一身的杀气 都是一路从死人堆里 活活地杀出来的 李靖和牛靖达 就这样望着青冰 大约一注相后 李靖开口道 你们赞谱 有没有告诉你 能不能活着离开我大唐的军营 李靖这一开口 青冰瞬间的感觉身体一清 一注相的时间 自己感觉仿佛过了几个春秋 再也没有刚来时候的高傲 赶紧回到 回李元帅的话 再来的时候 我也曾想过 自己有没有可能活着离开这里 但是我们吐蕃伟大等的赞谱 告诉我 你们大唐有句老话 叫两军交战 不斩来使 而且我吐蕃已经递交了降书 向大唐俯首称臣 所以我现在并不担心我的小命 我想尊敬的李元帅 会让我安全地离开这里的 李靖正想说话 几言突然走了出来说道 李帅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想去找个地方 方便一下 李靖摆了摆手道 去去 赶紧滚蛋 几言得了命令 捂着肚子走了出去 临走看了一眼清兵 一旁的牛静达一直观察着 看见了几言的小动作 也懒得说什么 但是心里想着 这小子出去 八成又憋了什么坏主意 而李靖也没有发现 几言有什么不对 没有被这一个小插曲给打乱 继续对着清兵说道 看来你可能赞仆懂得不少们 居然还知道我们大唐的古话 是我们大唐是有这句古话 两军对峙 不斩来使 只见那个士兵听了李靖的话 自豪地说道 我代替我们伟大的赞仆 谢谢李帅的夸奖 我们的赞仆 是我吐蕃有史以来最伟大赞仆 是他带领我们战胜了外敌 清兵想继续说道 但是这时候 牛静达打断道 你也别说个没完了 这时你们的赞仆 也就是 你们吐蕃已经投降了 已经向我大唐俯首称臣了 牛静达的话 让清兵脸色一变 有些难看 有心想要反多 但还是憋住了 继续看着李静 这时李静开口道 回去 告诉你们的赞仆 就说他的意思 我已经知道了 我会如实地禀告我大唐的皇帝陛下 清兵回道 那就有劳李元帅了 你的意思 我也会如实地传达给我家赞仆 说完 李静让人把清兵送出营帐 走出营帐 清兵感觉到 军营里的士兵已经很少 也没有多说什么 继续跟着士兵走出唐军的大营 就在李大营的范围还有 一段距离的时候 士兵突然跑了出去 等到清兵反应过来的时候 唐军士兵已经不见了 只能看见他跑出去的背影 清兵有心想要去追 这时 却出现几个人 向着自己走来 清兵看见 中间有两个自己熟悉的人 这不是刚刚在营帐内的两个将军吗 想要上前问问为什么 这时突然几个士兵形成包围圈 围着清兵 清兵发出疑问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李元帅已经同意我离开这里了 你们难道要违抗 你们李元帅等我命令吗 只见几言答道 我们可没有违抗军令 李元帅只是让你回去告诉你们 赞谱他的意思 但是却没有说是活人 还是死人去告诉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 违不违抗军令这一说 清兵听了几言的话 愤怒道 你们这些狡猾的唐人 你们会后悔的 我们伟大的赞谱 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说完 纪言就下令动手 几个唐军忍了这个家伙好长时间了 直接动手 几个回合下来 没有拿下清兵 反而一个士兵还受了伤 纪言看着僵持的情况 估计唐军会拿不下清兵 就望着侯军吉说道 看来还要麻烦侯帅了 侯军吉二话不说 正好这会 有气没地方撒呢 几个唐军看侯军吉上了 快速地退出战圈 把战圈交给侯军吉 只见侯军吉 对着清兵的胸口来一拳 清兵躲闪不及 直接受了这一拳 瘫痪在地上 站不起身来 侯军吉也是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 拿出自己配剑 拔出对着清兵的头部杀去 一剑下去 清兵的脑袋和尸体分家 纪言看着清兵的死亡 再看了看侯军吉 狠辣的眼色 一丝后怕 拍了拍胸口 侯军吉看着清兵说道 死这么快 我这气还没解呢 接着又对着几言说道 小子 这回算你赢了 老夫不会赖账 等回到长安 老夫就派人 给你送到你府上 说完就向着军帐内走去 几言听了侯军吉的话 有点小窃喜 毕竟一千罐铜钱入账 毕竟一千罐对着自己 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看着地上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清兵 上去又上去补了两脚 吩咐几个士兵 把这给处理了 事情回到 几言肚子疼为借口 走出营帐 找到正在生气的侯军吉 侯军吉看着纪言 正笑嘻嘻地过来 对着纪言说道 怎么滴 你小子怎么回来找我 纪言说道 侯帅 你先别生气 我来找你有点事 侯军吉看着纪言奸笑的样子 一脸嫌弃道 你小子又想干什么 有话就讲 有屁就放 纪言完全没有把侯军吉的动作 放在心上继续说道 侯帅 别这样 我们要一致对外 对吐蕃的那个清兵 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凭他那小小的吐蕃 还想娶我大唐的公主做梦吗 侯军吉听了纪言的话 不由得来了兴趣 说道 你小子又想干什么 憋了什么坏主意 侯帅你不能这么说啊 我能有什么坏主意啊 都是为了大唐着想 这时的侯军吉 好像找到了 倾诉的对象 只见他愤怒地说道 你小子还算有点不错的 知道他小小的吐蕃 凭什么娶我大唐的公主 要不是他们已经 对我大唐提交了降书 我现在就像带领着 我大唐的军队踏平吐蕃 让他对了断了这个念想 让他知道 我大唐的公主 你吐蕃曲步的 纪言听了侯军吉的话 也愤愤道 侯帅 咱们就先拿这个清兵 收点利息 怎么样 侯军吉一听 挺乐意的 正好自己的棋也没地撒呢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那你小子 打算怎么办 纪言对着侯军吉说道 咱们先这样 再这样 对 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这样 剧情回到刚才 纪言命令完人把 这里给清理干净 纪言来到李靖的军帐 李靖正在思考着什么 牛靖达也在一旁站着 牛靖达看见纪言进来 对着纪言说道 事情 办完了 办得怎么样 纪言看着牛靖达 点点头 李靖看着牛靖达纪言的对话 有点懵 问道 怎么回事 牛靖达听见李靖问 就开始梦游九天的技能 就到处乱看 纪言挠了挠头 突然跪下对着李靖说道 还望李帅恕罪 小的 把那个吐蕃的清兵给杀了 李靖有心 想要怪纪言几句 就来了句 算了 杀了也就杀了吧 就当为侯帅出气了 这时纪言突然在嘴里嘀咕来了句 清兵是侯帅亲手杀掉的 可不是我杀的 所以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到时候真正的说起来 我也只是出出意见 最多也就是从犯 李靖没有听清 纪言嘀咕的什么 就问道 你小子嘀咕什么呢 纪言连忙摆手说没啥 没啥 李靖古怪的看了纪言一眼 没有说话 继续思考着什么 过了一会 李靖也不是想了 拿起桌子上的纸盒笔 开始写起了字 写着写着 居然没没了 发现还在那里低着头 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头 故意装腔的咳嗽一声 纪言抬起头来 看着李靖说道 李帅 你嗓子不舒服吗 李靖听了纪言的话 有心想要把纪言给揍一顿 但是看在他这次的 蒸法吐蕃的过程中 为大唐立了不少功劳 就忍了下去 给了纪言一个眼色 看着莫艳 是一枚没了 要磨磨 纪言看着李靖的动作 立刻瞄懂 但还是嘴欠的来了句 李帅 你没没了 就直说吗 那还用的着装嗓子 不舒服呀 李靖的脸色 瞬间垮了下去 有些生气道 你怎么那么多事 好好磨你的磨 管好你自己 尤靖达 目睹了纪言的 做死的整个过程 心里吐槽道 幸好 李帅心胸大方 要是侯帅 正好找不到理由呢 你早就不知道 大谢几块了 这时的纪言 也不敢再乱说话 老老实实地抹起了墨 大概一炷香后 李靖写完一张纸 把它放在一旁晾杆 几言看着上面的字体 让纪言这个写字 如蛇画图的人 都不得不夸声好字 只见李靖的书法里 融入了军人的坚毅 果断和进取 也蕴含了将士们 坚毅决然的信心 里面 往往还有一种 飘逸的感觉 呈现给人们 几言看第一页上面的内容 主要介绍这次的军情的总结 第二页 居然主要讲的是几言 在军中表现的点滴 等到李靖写完之后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 等到所有的笔墨都干了 这时 侯军集居然进来了 李靖说道 侯帅 我现在要把这次的情况 禀报给陛下 让朝廷做出决断 你们看看 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侯军集摆了摆手道 我不用看了 李帅汇报就行了 说完还是不甘心地说道 要我说 我带领着大军 直接把他吐蕃给踏平 哪还有那么多事 李靖也没有搭侯军集的话 而是把写好的书信 折叠好 找来一个信封 上面写上陛下亲戚 把书信放进去 把吐蕃的帖子 也给放进去了 封上火七 对着外面喊了一声道 来人 外面的士兵走进来对着 侯军集 牛靖答 纪言失了一礼道 参见 李帅 侯帅 牛将军 纪将军 有何吩咐 李靖把封好的书信 递给士兵说道 八百里加急 务必把这封书信 交于陛下 士兵保证道 是 元帅 属下一定把书信 交于陛下 说完退出营帐 李靖 侯军集 牛靖答 纪言几人都不说话 营帐中 呈现一种诡异的感觉 靖得可怕 这时 牛靖答出声道 纪小子 走跟我出去 让我看看 你秦伯伯送给你的 虎头刘金枪的枪法 有没有点掌劲 走跟我去叫场 纪言也懂得 牛靖答的意思 向着李靖和侯军集 行了一礼 跟着牛靖答走了出去 营帐的李靖和侯军集 安静了一会 李靖望着侯军集 脸色无比的凝重 率先开口道 侯帅 你怎么看待此时 还有朝堂上的决定 侯军集的全身的气势一变 仿佛又回到了 杀伐果断的侯军集 沉思了一会说道 李帅 应该已经猜到朝堂上的人的决断了 又何必来问我呢 此时营帐附近在无一个士兵 仿佛在这个 时间都知道了什么 而李靖和侯军集 在营帐中商量什么 只怕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校武场上 纪炎从自己的营帐中 拿出虎头刘金枪和牛靖达 一起走向校武场上 此时 校武场上只有纪炎和牛靖达二人 牛靖达拿起一把长枪 向着纪炎说道 纪小子 你只管进攻你牛叔 让我看看你的武功的进步 纪炎拿起虎头刘金枪 使出罗家枪的其中一路中的一枪 对着牛靖达挥去 实打实地落在了牛靖达拿的枪上 只听见牛靖达说道 嗯 进攻的路子还凑合 但是力道不足呀 把纪炎的虎头刘金枪给打回去道 再来 纪炎卯足了劲 向着牛靖达挥去 但还是被牛靖达轻轻松松地给挡住了 纪炎直接被牛靖达反击的力道 没有承受住 给击倒在地上 只听见牛靖达说道 力道试得够了 但是这个破绽百出呀 到了战场上对敌 你用尽你全部的力气 等待着你却是受伤 甚至死亡 站起来 继续 力道还不错 破绽已经少了很多 继续 起来 纪炎就这样 被击倒在地上 又站起身来 向着牛靖达冲锋 又被击倒 站在校武场上的李靖和侯军吉 看着正在被牛靖达训练的纪炎的样子 看着纪炎被击败后 快速地站起身来 继续训练着 有点差一道 这小子 倒是还有点长处 最起码 这一点还不错 侯军吉也看着几炎现在的样子 也微微有点悸动 说道 这小子 好像有点不服输的样子 不撞南枪不回头呀 就是他这枪看着有点眼熟呀 李靖望着几炎手中的拿的枪 也有点眼熟道 那好像是罗承兄弟的虎头流金枪 怎么会在他的手中 我记得 自从被前太子算计死后 这杆枪就放在了秦琼的手中 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中 罗承世事天下第七条好汉 燕王罗翼的儿子 秦琼的表弟 精通枪法 因皮肤白皙 面容俊俏 但却不苟言笑 人送绰号冷面含枪撬罗承 之后 更是在乱世中建功立业 为李唐立下了汉马功劳 罗承是虚拟的人物 所以他的结局 也只存在于小说之中 小说中写到最后 罗承率领大唐的士兵出击 攻打罗承刘黑榻 不料受到了太子李建成 和齐王李元吉算计 关闭城门 不让罗承进城 最后 罗承被苏定方乱箭射死 在小说中 不过有关于罗承的小说不止一本 所以也有了不同的结局 一种就是刚刚说的 被李建成李元吉陷害 万箭穿心而死 第二种 是被三皇子李元吉害死的 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 都跟李元吉有关 也都是被剑射死 第三种就是 罗承并没有死 侯军吉看着几言使出的枪法 也有点熟悉 继续观察了一会 对着李经说道 李帅 你看这小子使用的枪法 像不像罗承使用的罗家枪 李经被侯军吉这么一说 观察了一会 两人得出的结论 几言使用的 就是罗家的号称 有108路的罗家枪 侯军吉和李静 也得出来一个结论 那就是 侯军吉突然说道 李帅 你说是不是秦琼 动了收徒的心思 你看这小子的招数 从刚当到现在 才多少时间 现在已经能和牛将军 打上十几个回合了 李静也在时刻观察着 牛静达和几言的动作 发现还真是 几言已经在慢慢的 适应牛静达的攻击方式 不再是一味的 毫无保留的进攻 而是有心机的进攻 二人也被几言的悟性 和学习能力 惊为天人 再说就是 几言已经过了练武的年龄 但是还能有这么高的悟性 二人不惊奇才怪 李静看着几言 也有点动心了 但是几言已经被人家预定了 侯军吉和李静突然想到 在几言给秦琼的治疗的时候 出了那个夺血续命之法 就奇怪 这小子 为什么会懂那么多 此时的侯军吉更郁闷了 看着几言的样子 是又喜欢 喜欢他的悟性 还有脑子里装有奇奇怪怪的法子 总能让人惊为天人 也很恨 恨得那是牙根直痒痒 二人就这样 看着对打的忌言和牛静打 远方的吐蕃 松赞干部和陆东赞 正在帐篷中 喝着麻奶酒 陆东赞站起身来 看向营帐中的地图 灵州距离他们所在的地方 也不过三十里 起码最多也就半个时辰 这已经过去四个时辰之多 心里想到 看来那个清兵 估计已经凶多吉少了 松赞干部望着陆东赞 陷入沉思地看着地图 对着陆东赞说道 大象 你怎么了 在想什么 陆东赞听着松赞干部的问话 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松赞干部刚刚还高兴的脸上 脸上出现阴险的表情说道 看来 大唐的李静 也是小人一个 什么狗屁的军神 陆东赞笑道 赞普 李静是不是小人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和李静的 多次交手和见面 感觉李静不至于 为一个清兵放下身段 但是他手底下的就不一定了 毕竟我们的提的意见 都会让他们愤怒的 松赞干部疑问道 就算李静手底下的人 那也不是他默认的 陆东赞被松赞干部的话 然 这时 夕阳已接近西山 西边的天空一片通红 把灵州附近的山脉的轮廓 清清楚楚地勾画出来 美极了 转眼间 灵州境内的李静大军的孝武场上 孝武场上的李静和侯军集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纪炎的样子 灰头土脸 衣服上也都是尘土 像是一个乞丐 直接就躺在孝武场的土地上 此刻的纪炎已经虚脱了 经过将近几个时辰的训练 一直是纪炎在跌倒 爬起来 跌倒之后 又爬起来 此刻的牛静达 也被纪炎打不到的小强精神给累坏了 一屁股坐在纪炎的旁边说道 纪小子 你很不错 等以后多加练习 习惯掌握虎头流金枪的时候 虎头流金枪会在你的手中大放异彩 事实证明 你秦伯伯没有看错人 把虎头流金枪给你 也算是聊了他的一番心愿 纪炎站起身来 又坐在牛静达的旁边一问道 聊了我秦伯伯的一番心愿 是什么意思 牛静达看着纪炎说道 你可知 你使用的枪是何枪 用的又是什么枪法呢 纪炎看了自己手中虎头流金枪一眼答道 知道呀 我使用的枪 乃是我秦伯伯当年驰骋将场的武器 枪法乃是罗家枪 牛静达听了纪炎答话 也算是满意的点点头说道 你说的不错 虎头流金枪确实是你秦伯伯的武器 而你秦伯伯还有一个武器乃是双减 而虎头流金枪乃是前朝的靠山王杨林所送 那时候你秦伯伯乃是杨林的十三太保之一 而罗家枪乃是罗承罗将军的传家枪法 而罗承作为你秦伯伯的表弟 在大战王世冲的时候 被李建成和李源急不开城门为由 被乱剑射死 在最后时刻 是你秦伯伯上前救治 而罗将军将他罗家的罗家枪 临终受命 给你秦伯伯 为他的罗家枪找一个传人 已不至于让他罗家枪给断了传承 牛静达说完看着秦伯 秦伯伯点点头表示都懂 示意牛静达继续讲下去 牛静达接着继续说道 那你可明白 现在你秦伯伯 把这虎头流金枪和罗家枪传给你 你可懂你秦伯伯的良苦用心 再加上今天的表现 我终于明白你秦伯伯对你的评价了 等到你那天真正的成长起来 不要忘了 你秦伯伯的苦心 牛静达说完站起身来 拍拍屁股后面的尘土 向着校无场外走去 留下目瞪口呆的季言 此时的季言陷入了沉思 这时季言来到大唐 第一次感受到长辈对自己的关怀 季言在前世 也一直没有受到过父母长辈的关怀 再回想刚刚牛静达对自己说的话 在联想到自己 为秦伯治疗完成之后 他把虎头流金枪送给自己的时候 秦伯是在强忍着 刚好没几天的身体 不顾家人的劝阻 执意地为自己掩饰罗家枪的枪法 因为伤口的原因差点再次因为掩饰枪法 导致伤口再次破裂 事情在季言的脑海中 一遍一遍地回忆着 难道秦伯真的要收自己为徒 季言想了一回告诉自己 季言呀 季言 你就不要这样想了 人家要收你为徒弟 早就收了 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有收啊 但是又一联想到牛静达的一番话 季言站起身来 对着快要落下去的夕阳 大叫了一声 心里想到 管他呢 就算人家真的要收自己为徒弟 现在还没有收 那是自己还没有达到人家的标准 所以 自己就要加倍地努力了 那就先定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 先把虎头刘金枪给掌握了 再谈论下一个目标吧 季言对着夕阳大声叫道 加油吧 季言 你一定能达到秦伯伯的标准的 而站在远方的 牛静达不知道何时又回来了 看着季言的状态 好像因为自己的一番话 变了一个人 不由的心味道 看来 我秦大哥没有看错人 要是秦大哥看到这一面还有多好 也会为这孩子而感到高兴 说完 牛静达又看了一眼季言 扭头向着自己的营帐走去 而季言并没有看到牛静达的这一幕 大声喊道的季言 此时也是状态满满 心情大好 拍了拍自己屁股 今天和牛静达对比中 从中收获良多 也成功地认识到 自己许多的不足 比自己练了好几个月的练习效果 还有用多了 看来 之后要加紧练习了 还要多找牛静达等人对练 虽然自己多数都是在被虐 但是从中真的受益匪浅 真是有个好的师父 真好 最起码能少走好多的弯路 季言一天收获满满的 回到自己营帐 命人打了一盆的洗澡水 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洗去这一天的疲惫感 一刻钟后 季言洗完澡 走出澡盆 看着和牛静达对打的衣服 已经都是尘土 直接拿进澡盆子里洗了一遍 从营帐中 拿出一点从家里带来的香皂 涂满全身 又用水给洗掉 香喷喷的 把衣服顺便也给洗了 又找了一件衣服 穿好衣服 半个时辰后 一切都已经洗漱完毕 季言的肚子叫了起来 季言走出营帐 到后勤部看看 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毕竟这才刚过吃饭的时辰 来到后勤部 看着正在吃饭的后勤部士兵 说道 正好 我也没吃呢 给我也来一份 正在吃饭的 看着季言来到后勤部 又被季言的话给雷到了 赶紧起身 说道 季将军 怎么来 来了 季言看着说话的士兵说道 把你嘴里的菜 给我吃干净再说话 还有我饿了 没吃饭呢 来这里找点吃的 士兵三下午除二的 把嘴里的饭菜 给咽到肚子里 又对着季言说道 垃圾将军你等一下 我给你去重新做点饭 季言看着士兵 要去重新做饭 就叫住士兵说道 不用了 就照你的的 给我来一份 就行了 季言的话 也把士兵给惊呆了 因为最后后勤部吃的饭 都是剩下的 还有就是已经凉了 季言看见士兵呆了 叫道 干啥呢 发呆呢 季言走到锅里 拿起一个碗 自己盛了一碗饭菜 就这样 季言吃饱喝足 把碗顺便也给洗了一下 回到自己营帐 季言想起今天干的事情 上午先是给侯军吉做赌约 下午又是治疗伤兵 接受吐蕃的祥叔 再到和牛静达的对练 说到吐蕃的祥叔 突然想到 上次偷袭自己 资重一个吐蕃士兵 自己再上回突袭杀了鞭巴 但是那回 还俘虏了一个神射手呢 想起上回驾驭热气球 去偷袭吐蕃的后方 一个两日的神射手 就把飘在百米高空的热气球 而且 热气球的外表 还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外表 都能轻易射穿 再想到自己俘虏的那个 是三日的神射手 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厉害 要是能收尾己用 哪该有多好 季言想想都激动 有心想要去找李静 问问那个吐蕃的俘虏关在哪里 但是看向外面的天色已经变暗 估计李静也应该休息了 打算明天一早 再去找李静问问 季言 吞去身上的衣服 躺在床上 一天的疲惫感瞬间袭来 季言没过一会 就传来睡意 鼻尖传来 鼻酣声和打呼噜的声音 夜市安静的 这个时候 注定有人是忙碌着的 比如 正在八百里加急的士兵 正在骑着马 经过驿站 进去休息了大约半个时辰 休息一下身体上的疲劳 喝了点茶 换了一匹马 驿站的小二帮着士兵 牵出来一匹马 士兵骑上马 继续向着长安的方向行去 一夜无话 这时候 天才刚刚打明 东方的天空泛起一点光亮 于堵白的天空 薄雾明明 天刚刚亮 睡意未尽的季言 翻个身穿上衣服起床 而季言耐不住床 被余温的传递 起来后 走出房门 看着天才刚刚微凉 大概是卯时 季言呼吸着早上的空气 甚是清新 昨天一天的倦意 从今天的第一口空气 飘之不见 季言拿着虎头流金枪 来到校武场上 此时校武场上 甚是空旷 只有几言一人 季言看是在校武场上 打着罗家枪法 直到打把108路枪法 给打了一边 季言开始试着 用前世的军队的训练之法 季言打算先从俯卧称做起 训练自己的体能 以至于增加自己的臂力 在脑海中回忆着 前世军队的训练之法 直到季言做了20组俯卧称 一组10个 季言现在已经全身都是汗水 休息了一会 感觉恢复过来 季言又继续扎马步 天色慢慢地变亮 期间巡逻的士兵校武场上 也出现个别的士兵 来校武场上训练自己 他们看着校武场上的季言 做着奇怪的动作 但是看着季言类的模样 都感到很奇怪 半个时辰后 季言终于坚持不住 打站的双腿 再也坚持不住 堆坐在下面 站在远处的牛静达 看着季言 露出欣慰的眼神 就是看着季言做的动作 有点奇怪 怎么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就做了那么几个 能把季言给累成这样 有心想要问季言怎么回事 就向着季言走去 到了季言的面前 递给季言一个不惊 季言接不惊 擦身上的汗 抬起头看着牛静达道 哎 牛叔怎么来校武场了 牛叔起得挺早的呀 牛静达对着季言 就是一脚踢向 季言的屁股说道 你小子 就知道打去你牛叔 昨天还没有挨够事吧 接着又说道 起来 我看着你那奇怪的动作 坐着挺累的呀 来教牛叔一下 让让牛叔尝试一下 季言听着牛静达的话 惊讶道 啊 牛叔 你让我先会 我先会 再叫你练习 那行 你先在这休息会 我先热身一会 一注相后 季言恢复过来 喊道 牛叔 我们开始吧 季言上前 教牛静达最基本的俯卧称 季言给牛静达 做了个基本动作 做了个示范 牛静达就开始做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牛静达做俯卧称 有点生疏 但是等牛静达 做了一百个的时候 已经慢慢地掌握俯卧称的动作 当牛静达做到二百个的时候 就开始熟练掌握俯卧称的动作 而站在一旁的季言 已经被牛静达给惊呆了 古人的体质都那么好吗 自己一共做了二百个 而且还是分组 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而牛静达还在坚持地坐着俯卧称 早就听说以前的人身体素质好 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好 看来古人成不起我 几言心里不由地吐槽道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直到牛静达做了三百个的时候 牛静达才有点体力不支 停了下来 此刻的牛静达 也已经汗流加倍 走到季言身边 季言拿不经给牛静达擦汗 牛静达边擦汗边说道 季小子怎么样 你牛叔做的还算可以吧 你这是什么动作啊 你牛叔早上锻炼 不知道多久没这么累 没出过这么多的汗 你小子怎么研究的奇怪的动作 季言跟着牛静达 坐在校舞场的边上说道 牛叔 小子这是有感而发 发现的此动作 可以快速锻炼人的臂力 所以小子称他为俯卧称 牛静达听着季言的解释道 俯卧称 名字不错 这俯卧称做着挺耗体力的 幸好你牛叔也不差 让你牛叔再坐两天看看 先看能不能值得全军推广 这一动作 季言听了牛静达的话 心里想到 这么快就发现俯卧称的用处了 想要全军推广 现在季言并不想把训练将士的方法说出来 等到那一天 自己掌军的时候 季言打算给大唐训练一只无敌之师 让他们踏足地球的每一寸角落 前世的季言 曾经在一天无聊的晚上 在用电脑上网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 我愿重回大唐 奏脚指工商 这我汉家衣裳 心我礼仪之邦 我愿重回汉堂 再谱盛世华章 何惧道足且长 看我华夏而郎 再造盛世大唐 想着前世的华夏 在末年 因为朝廷的腐败无能 再加上一个女人把持朝政 扶持傀儡皇帝 一些有志人士 得不到能得到的帮助 让泱泱华夏 沦落为外国人的抢钱的地方 谁都来欺负一下 谁来就抢走大把财富 甚至再割一点地 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想想八个国家 组成两千多人的一个联军 把一个有这几千万人的朝廷 几十万的大军 活活地给吓怕了 戒严在想着大明的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不割地 不赔款 不和亲的那个汉人的 最有骨气的大明帝国 而同时 那个女人同时和几个国家开战 已造成的我泱泱华夏 被人任意欺辱 颐和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 只因为在那个朝代 她失去了我华夏民族五千年来传承的品格 与我大清的风骨 隋唐的风延 与大明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的精神 失去了整个华夏 真正的华夏的风骨 戒严想想都愤怒 曾经的戒严也是一个愤青 戒严不由地握紧了自己手中的拳头 戒严曾经也一个梦想 就是重回大唐 但是是现在戒严实现了 再经过这次 吐蕃人因为一个和亲的公主 就要发动战争 所以她要 有一天 让地球的所有的国家 有这么一个 强大到他们不敢想象的国家 让他们万国来朝 而且现在大唐已经慢慢地走向繁荣 而戒严要把大唐变得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繁荣 此刻的戒严 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只见戒严的脑海一阵清明 隐隐地感受到了 心中的有一个目标 心性更加的坚定 可能戒严没有感觉到 而坐在戒严旁边的牛静达 却是亲眼看着戒严 眼中流露出的失落伤感的气息 牛静达不明白 戒严为什么会突然伤感起来 但是牛静达并没有打扰戒严 而是继续看着戒严 过一会 又看着戒严身上流露出一股气势 仿佛戒严突然想通什么事情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让牛静达看着戒严 像是变了一个人 但是又说不上来 就是看着不一样 而戒严此时也确定了心中的目标 心中变得清明 有了前进的动力 不再像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只想着把自己的小家 变得好好的 就这样安然地度过晚年 而现在的戒严 在经过一系列的事情 比如一直对自己不离不弃的翠娘 对自己只见过几面的秦琼 把陪自己多年征战的虎头刘金枪 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罗家枪送给自己 再到这次 对自己一直以长辈的身份 帮助自己的牛静达等人 所以他自己 在这个世界并不孤单 当一个人心中有一个目标 就会对明天憧憬着 对未来憧憬着 当人没有目标 天天如机器人一般地生活着 如行尸行走在这个世界 戒严站起身来 感觉自己消耗的体力 已经全部恢复过来 感受不到任何的劳累 戒严感觉自己的体力仿佛更胜一筹 俯身拿起放在一旁的虎头刘金枪 走到校舞场中 掂量一下手中的虎头刘金枪 比以前拿着要轻松很多 戒严此时信心暴增 开始舞动着手中的虎头刘金枪 从罗家枪中的108路的枪法 一一施展开来 戒严舞动的过程中 而在一旁坐着的牛静达 此时有点惊呆了 就这么一会 这小子怎么会进步那么多 在看着戒严舞动的罗家枪中 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古板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 只按着戒严中记录的招数来施展 戒严这个过程中 开始尝试变换着罗家枪的招数进行对敌 罗家枪讲究的是灵活对敌 而戒严舞动的过程中 灵活中带有一丝神韵 和罗家枪的精髓整合利用在一起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牛静达这种的高手看来 戒严已经慢慢地掌握罗家枪的精髓 只要以后慢慢地多加练习 定能全部掌握罗家枪的全部精髓 跨入当代宗师之列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一注相后 戒严在没有任何休息的情况下 把108路枪法全部施展完后 身上只是稍微地出点汗 并没有感觉到以前的疲惫感 戒严把虎头流金枪收起来 看着牛静达的眼色 有点像看着怪物 看着自己的牛静达说道 牛叔回神了 牛静达张开口问道 你小子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进步这么大 戒严摆了摆手解释道 心有所悟 突然一下就进步了 心有所悟 什么情况 说详细点 牛静达似懂非懂地问道 戒严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就在脑海里组织一下语言说道 牛叔 我说的心中所悟 按照我自己的经历 我已经解开了自己心中的芥笛 确定自己心中所能保护的人 并确定我自己为什么而活着 现在我已经找到 我要为什么而活着 牛静达听见戒严的话 问道 那几小子 你现在为什么而活着 我现在是为我的一个小家 为翠娘而活着 为守护他 再然后为我大唐而活着 我要让大唐变得更加强大 让我大唐 强大到 人们听到大唐二字 就感觉到害怕 牛静达听戒严的话 问道 为什么要先守护小家 再守护大唐呢 戒严看像已经挂在半空的太阳 看向远方 说道 只有这样我 才能无后顾之忧的 为我大唐开疆阔土 为我大唐打下万事的王朝 牛静达听了戒严的话 也能感觉到戒严的牵挂 但是转念一想 这小子现在有点锋芒毕露 不懂得隐藏 要是回到朝堂上 说不定会背 那些闻尘吞的骨头 渣子都不上 毕竟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大臣 有几个是那么好对付的 牛静达有心要敲打一番 对着戒严的屁股 就是一脚 戒严赶紧跳起来说道 牛说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牛静达看见戒严 还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对着屁股又是一脚 戒严想着 牛静达不会无缘无故地踢自己两脚 就想着 难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就望着牛静达 看着牛静达的脸色严肃起来 牛静达看着戒严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戒小子 你可知道 在你没有绝对的实力的时候 不要说出太绝对的话 你小子现在就是太锋芒毕露 不懂得隐藏自己 这要是在朝堂 估计你的这一番话 又会被那些文官 给你来按一个无需有的罪名 所以 你现在需要懂得隐藏自己 让自己隐藏起来 变成一个在朝堂上可有可无的人 戒严听了牛静达的教训 才知道自己 现在是处在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 忽略了这个时代 连忙对着牛静达说道 牛叔 教训的是 小知之错 你的话 以后定当铭记于心 牛静达看着戒严的态度点点头道 所谓鸣枪一躲 案件难防 明着的 我和你亲伯伯 还有一众的武将 可以帮你挡着 可是这案件 就不得不防 戒严点头秤势 牛静达突然又一想到 你小子最好做好准备 你小子在这一次的军功中 得的是头功 我会和李帅 侯帅联名为你上书 我想陛下会封你为侯的可能性 会很大 所以 你小子最好有点心理准备 既然听了牛静达的话 已经 自己居然会被封侯 也不得不惊讶说道 小子 一定会做好心理准备的 在这里多谢牛叔了 好了 你也不必如此 毕竟我们三人只管上书 最后的决定权 还在陛下的手里 具体封不封你为侯 还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告诉你 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就算真的不封 那也只是你的年龄问题 毕竟在你这个年龄我大堂 还没有出现过 像你这么小就封侯的 既然听了牛静达的话 也算有了个心理 有了个准备 既然听完牛静达的话 看了看校舞场上已经出去了 很多训练的士兵 大概估算了一下时辰 到了晨时 也就是后时七点钟 牛静达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去处理军务 对着既然说道 走吧 也练了一早上 去吃点东西吧 既然跟着牛静达 向着校舞场外走去 走着的过程中 既然突然想到 昨天晚上想到的事情 就向着牛静达问道 牛叔 你还记得上回吐蕃 偷袭我资重您的时候 俘虏吐蕃的一个人吗 牛静达答道 记得啊 当初不是俘虏一个 跑一个 到最后跑的那个 还不是被你给解决了 怎么会突然问到这个人呢 既然停下来 对着牛静达开始讲解 上次自己开着热气球 偷袭吐蕃的时候 那个吐蕃的弓箭手 一剑 把自己的热气球 射下来的过程 一一地讲出来 再给牛静达说 自己看到吐蕃的神射手 额头上 有两个太阳的奇怪标志 再想到上次俘虏的士兵上 也有同样的奇怪标志 而且有三个 既然想到两个标志的 就那么厉害 更不要说三个的 牛静达听几言的话 就来了兴趣 不由得骤起没来 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陈思义会说道 小子 要是照你这么说 估计这个士兵 是吐蕃的神射手 在贞观八年 我们和土玉魂的战争 在那次的战争 吐蕃小规模地 骚扰我们大唐士兵的时候 我曾经遇见过 一小股的吐蕃的士兵 见过他们当中一个弓箭手 远距离地射出一箭 当时射杀我们的一个指挥官 因为躲闪不及被杀 我那个时候估计 他和我们的距离 大约有五百尺那么远 而这样距离 在我们大唐能做到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比如说太皇 直里渊 你秦伯伯 还有就是李帅 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 在这场战争胜利之后 我还特地地找你秦伯伯了解了一下 尤静达接着说道 当时秦伯伯说 在这样的距离 需要我们大唐五弹弓 才能达到这么远的距离 可是你又想想拉开五弹弓 需要多大的臂力 以前你秦伯伯在巅峰时候 可以拉开五弹弓 但是这些年 他的身体因为受伤 现在大唐八成就李帅 一人能称得上大唐的第一神射手 而那吐蕃的神射手 是有专门的一个组织 需要从小就开始训练 一直到这里面的成员 经过层层的选拔 最后成为有标志的神射手 才能出来历练 戟炎经过牛静达说的 有一点想不通 要是他们从小就训练 岂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 这样的神射手了 牛静达对着戟炎 就是一脑瓜崩 戟炎喊疼 只听见牛静达说道 你小子看着挺聪明的 怎么这个时候会犯傻呢 要是这样的神射手多的话 那吐蕃的人统一自己的国家了 也会等到现在才有点眉目 吐蕃这才刚好点 就有点嚣张的 要来娶我大唐的公主 戟炎看牛静达越说越歪 赶紧问道 那牛说 你知道那个吐蕃的弓箭手 哦 是神射手在哪里吗 牛静达伸出双手说道 不知道 这个你要去问李帅了 话说 你小子找那个神射手干嘛 戟炎正想回答 被牛静达打断道 你小子 不会是想收服他吧 吐蕃点了点头 小子 我想告诉你的是 他们那样的组织 都是有纪律的 不会向某一个人臣服的 当然你要是降服了他 对你 对大唐都是一件好事 好的牛说 你先回去吧 我去找李帅问问 神射手关押在哪里 吐蕃说完 向牛静达告了个别 向着自己的营帐走去 牛静达看着 吐蕃的不肯服输的模样 脸上露出一副 苦笑不得的样子 吐蕃回到自己的营帐中 洗个澡 洗去全身的汉字 换件便衣 纪炎看着士兵送来的早餐 吃都没吃 就直接跑了出去 来到大军议事的军帐中 来到营帐中 看着李静 正在吃着早餐 纪炎也不客气地坐下来 和李静一起吃着 站在一旁的士兵有点冷眼了 这位纪小将军 真不是一般人 更为关键的李静 居然还没有说什么 士兵只见李静说道 你小子 今天怎么会醒得那么早 来我这不可能单纯地来我这 陪我吃个早餐吧 全部咽到肚子里说道 李帅 瞧你这话说的 我就不能来陪你吃个早餐吗 李静放下手中的筷子 擦去嘴巴上的残渣说道 你小子会那么好心陪我吃早餐 你就是 那就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人 说吧 我看你小子能憋着什么坏点子 纪炎哈哈笑道 李帅我这次找你来 还真有件事情 我就知道你小子 就不是那种能闲助的人 说吧 到底什么事情 纪炎望着李静说道 不知道 李帅可还知道 上次偷袭子重营的时候 俘虏的那个吐蕃士兵 李静点点头 示意纪炎继续说下去 纪炎接着道 那李帅可有发现这个吐蕃的士兵 和别的吐蕃的士兵的不同之处 李静被纪炎的这么一问 也确实差异到了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发现到这一点 想了一会 对着点点头纪炎说道 我确实发现了 那个吐蕃士兵的 和别的吐蕃时候的不同之处 当时 我看着他的臂力惊人 和一个人料反咱们好几个的士兵 但是他的武功却是不咋地 所以 当我命人细心观察的时候 发现他是吐蕃的神射手 当时 我就想收复他 毕竟收复他 我们大唐说不定会利用他 培养出一支弓箭队 但是他是软硬不吃 就是不肯递服软 所以现在还关押着 话说 你小子会知道 他是神射手的 怎么会问起他 几言再次把自己 遇见神射手讲了一遍 在联想到俘虏的神射手的时候 再到今天早上 自己问牛静达的经过 所以就特来问问你 李竞在听到几言说 要降服他的时候 不由地说道 你小子 也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毕竟我们都已经 费了好大的劲 用了不知道多少的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使他服软 那家伙的骨气硬着呢 你小子能有什么好办法 几言故作神秘地说道 小子自有妙计 俗话说的话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墙梯 所以 您老就不用关心 我用什么办法了 就坐在这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李竞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 哈哈笑道 行 你小子可以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在这等着你的好消息 李竞从外面叫来一个士兵 命令士兵带着纪言 去关押吐蕃神射手的地方 纪言又吃了一口桌子上的饭菜 示意士兵等一下自己 过了一会 纪言终于吃饱了 站起身来 跟着士兵 走了一阵子后 来到一个专门关押俘虏的营帐 士兵仰起门帘 示意纪言走进去 纪言走进去后 看着被两条链子锁着的人 正闭着眼盘坐着 两条铁链紧紧地扣住他的手腕 让他的活动区域 就只有那么一小块地 纪言从他的手腕上观察到 有深深的勒痕 看来在这里 也是没少挣扎 士兵对着纪言说道 纪将军 在我们这几天的拷打中 只知道他会说汉语 也有自己的汉族名字 叫巴桑 其实的 就什么也不知道 就这样一直不说话 给他饭 他也吃 就这样耗着 见士兵说完 纪言哈哈笑道 放心 不怕他嘴硬 就怕他嘴不硬 要不然 小爷也没办法 让他感到害怕 让他沉浮于我 让他为我所用呀 说完 纪言脸上流出一丝丝诡异的笑容 要是了解纪言的人在这里 一定会为某人而感到悲哀 因为了解纪言的人都知道 当纪言露出这样的笑容的时候 就会有整人的点子 特别是得罪纪言的人 和纪言想整的人 旁边的士兵 看着纪言的表情 居然感觉到有些猥琐 不由得想离凪言原点 不由自主往后面退几步 要是让凪言知道 士兵说自己猥琐的话 纪言会马上反多道 嘿 你过来看看 小爷哪里猥琐了 你来看看 小爷哪里猥琐了 当然 纪言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谈坐着的巴桑 听了纪言的话 不以为意地睁开 他那一直紧闭的眼睛 撇了一眼纪言 说道 小子 你也不用白费力气 我吐蕃的勇士 最起码得骨气还是有的 更不要说我们这些神射手了 估计你 也从你们的手里 哪里了解我们的情况 我们是有信仰的 我们的牛神 我特地的在网上查了一下 有关吐蕃的图腾信仰 有很多争议 比如牦牛和犬 这里就用牛图腾好了 纪言听了巴桑的话 话不以为意 冷冷地说道 我费不费力气 我不知道 我这个人向来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等会你就知道 我是不是白费力气了 纪言向着外面 又叫来几个士兵 将军 有何吩咐 纪言望着还在 微闭着眼睛的巴桑笑道 你们几个去把他给我吊起来 记得双脚 双腿 给我绑结实点 对了 把他眼睛也给我蒙上 还有最重要的 把他给我倒吊着 把衣服也给我扒了 巴桑听见纪言的话 也装作视而不见 但是当听见纪言 要扒自己的衣服的时候 有点不淡定了 巴桑想要反抗 几个士兵走上前去 巴桑开始后退着 几个士兵相视看了一眼 点点头 只见四人 商量好 两个人抓手 两个人抓脚 一个人抓腰部 就这样有配合地冲了上去 三下五除二地 把他给按倒在地 巴桑被按倒在地 依靠他那强大的臂力 三番两次 想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 唐军给撂反 想站起身来 但是关键时刻 纪言也加了上去 纪言双手使劲压在 巴桑的臂膀上 手臂放在巴桑身上的纪言 感受到巴桑手臂传来的力道 也不由得诧异 心里想到 真不愧为三日神射手 这臂力真不是吹的 要不是自己 今天早上心有所悟 实力有所精进 还真的 不一定能拿下你呢 纪言原本没想到 巴桑的臂力 会如此的大 怪不得刚刚四五个士兵 都没有 把他给按倒在地 纪言收起轻视的心情 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收服巴桑的心 也越加的坚定 恨不得马上把巴桑给制服 收为己用 开始加大手臂上的力道 这回躺在地上的巴桑 再也动弹不得 巴桑有心 想要站起身来 但是他那的功夫 也就你普通的士兵 强那么一丁点 但是也强不到哪去 要不然 也不会被一个小小的 资重宁给俘虏 他一直依靠的是 他那天生臂力 给他带来的神力 和敏锐的洞察力 以及从小到大的系统性的训练 一步一步地成为神射手 几个士兵也没用多大力气 把他给绑了起来 纪言看着巴桑已经 不再有任何的反抗念头 在纪言看来 巴桑已经视死如归了 就开始命令人 上前把他给绑起来 吞去上身的衣服 开始实行纪言接下来的事情 但是在退去巴桑的过程中 巴桑开始拼命地挣扎起来 而在纪言把巴桑身上的一个物件 给打落在地上 这时被按倒在地的巴桑 像是发了风的乱动 眼睛开始慢慢地变红 愤怒地看着地上的 一个半月形的玉石 要不是此时的巴桑 已经被绳子给拴起来 估计几言几人已经按捺不住了 但是几言几人不由地加大力道 让接近发狂的巴桑 再次压倒在地上 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看着 远处的玉石 想要用手去把他给拿到手中 但是手臂一直被铁链给锁住 再加上几言等人的制裁 所以一直在挣扎着 但是几言经过刚刚的观察 几言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巴桑神射手 一直护着自己的脖子中东西 但自从自己等人 把半月形的玉石打落出去 巴桑就一直注视着他 几言伸手想去拿来看看 到底什么东西会值得 一个三日的神射手 在这种情况下 也要护着的东西 几言从外面又叫来几个士兵 来接替他按着巴桑 几言看着按着巴桑的士兵 示意他们加紧力道 几言腾出手来 想要去拿巴桑一直护着的东西 走到玉石掉落的地方 把他给捡起来 放在手中 仔细地观察者 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玉石 拿到长安 说不定也就能换几文钱 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会 发现这块玉石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几言突然看到巴桑那渴望的眼神 一直看着几言手中的玉石 恨不得把几言给吃到肚子里 恶狠狠的 就这样一直看着几言手中的玉石 几言拿着玉石 走到巴桑的面前 把玉石对着巴桑的眼睛前摆动着 又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玉石 望着巴桑说道 想要这个东西吗 几言把身体蹲下身体 以至于让巴桑看见玉石 只见巴桑看着几言手中的玉石 拼了命地点动着自己头部 渴望的眼色 无时无刻地 想要几言手中的玉石 几言望着巴桑的渴望的眼神 突然把玉石收到起来 把他握到掌心中 巴桑看着几言把玉石收了起来 而巴桑由于愤怒和绝望 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只不断地喘气 发着抖 他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 就这样看着几言 而几言也不能示弱 毕竟自己是要收服他的 怎么能认怂呢 几言也严肃起来 不甘示弱地用眼睛望着巴桑 陈思一会 又把掌心中的玉石露出来 说道 想要他很简单 臣服于我 为我效忠 为我所用 巴桑听了几言的话 陷入陈思 心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更陷入了恐惧之中 想了一会 再次闭上了眼睛 心中好像决定了什么 不再关心外界的事情 陷入冷静之中 好像刚刚的事情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近乎发狂的不是他 几言看着这一幕 心灵感觉到颤抖 对于巴桑表现的冷静 非常的震撼 果然成为三日的神射手 需要非常的冷静力 这样也就更加 加重几言心中 要收服巴桑的渴望心情 但是几言还是没有表达出来 而几言继续看着巴桑说道 你要是不要了 那我可就要把他给扔了 几言装模作样 走了出去 但是看着巴桑的身体 一直在颤抖 一直在克制着自己 克制着心中的愤怒 几言估计 巴桑这个组织 有着很严厉的纪律 而玉石对于巴桑来说 也一定的很重要 至于为何的重要 这个几言就不得而知了 几言在外面待了一会 还在制裁着巴桑的士兵 看到几言进来说道 将军 接下来 怎么办 还要继续吗 几言点点头示意继续 几个士兵开始把巴桑给倒掉起来 而巴桑看了几言一眼 恨不得把几言给吃了 几言选择视而不见 几言走出去 向着江座尖方向走去 去准备等下要用的东西 已经被吊起来的巴桑 眼睛也被黑布给蒙了起来 什么也看不见 虽然已经被吊起来 但是对于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卵用 毕竟对于身为神射手的巴桑 眼睛虽然很重要 但是耳朵也是他判断方向的重要工具 此时的巴桑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想起刚刚的玉石 眼睛中的泪水 不自觉地流下来 在脑海中回忆着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 鸟与花香 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天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天就这样地工作着 突然的某一天 一群黑衣人的闯入 彻底地打乱了 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来到这里 看着这里的人们 在这里开始 强掳这些人们家中的小孩 而巴桑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候的巴桑 正在田中放牛 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的 被一群黑衣人 带到一个小黑屋子里 等到巴桑醒了过来的时候 巴桑站起身来 打亮着小黑屋的样子 发现这个小黑屋里面 墙壁很高 只有一个小小的透风口 阳光根本就不能透进来 所以显得屋子 特别的黑暗 潮湿 而巴桑这时的心中 有些害怕 但是八岁的巴桑 已经懂事 并没有继续 让自己害怕下去 而是在第一时间 安慰自己 到自己一定要冷静 父亲曾和自己说过 当自己每一天 离开了他们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第一件事 一定要把自己 给冷静下来 因为只有你冷静下来 你才能有活着的希望 活下来就代表 有逃出去的可能 所以 这时候的巴桑 看着自己附近的小孩 陆陆续续的 都已经醒了过来 巴桑看着醒来的小孩 望着他们大的有十岁 但是 巴桑属于这里面 个头最大的 因为巴桑小时候 有一天 一个男人 说是自己的父亲 而从小无父无母的巴桑 就渴望得到父亲的关怀 就快乐地 和自称是自己的父亲 住了下来 当有一天 父亲居然发现 巴桑的臂力惊人 就开始每天教巴桑锻炼身体 父亲也隔三差五地 去山上打猎 每次都能带回来一点 兔子什么的 导致巴桑比同龄人 长高很多 巴桑看着醒过来的小孩们 有乱哭的 哭着要出去 找他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巴桑在这里 不哭也不闹 倒是显得比较格格不入 尤为的特殊 巴桑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 身旁再也没有人哭了 也许是哭累了 只有一声 接着一声的抽烟声 突然小黑屋的大门 突然被打开 一丝丝光亮照射进来 刺在巴桑的脸上 显得格外的诡异 一群全身都被黑衣裹着的黑衣人 一个黑衣人走在前面 出现在巴桑的眼前 巴桑站起来看着黑衣人 而黑衣人也看着巴桑 在巴桑的心中 是看着黑衣人 只露出一个眼睛 背着手显得格外的神秘 但是有一点巴桑肯定的是 这个人一定是这群人的首领 巴桑小小的心灵 有点害怕 但是一想到父亲说过的话 就又惺惺大增 黑衣人眼中的巴桑 却显得尤为的特殊 在自己经过那么多的 小黑屋里面众多的孩子 巴桑是第一个和自己对视 也是唯一的一个 这个孩子给黑衣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只是给黑衣人 留下一点印象而已 又转着看了几眼 小黑屋里面的孩子们们 扭头向着外面走去 巴桑看着他们走了出去 突然黑衣人的首领 转过身来对着巴桑说道 你很不错 巴桑听着他那沙哑的声音 显得格外的可怕 让人听见他的声音 不由的后背发凉 像几百年没有说话一样 巴桑看着黑衣人的背影 瘫坐在地上 巴桑已经彻底的没有力气 急促地呼吸着 就算巴桑再怎么冷静 他也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巴桑就这样瘫坐在地上 静静地望着大门关闭的地方 巴桑就这样 瘫坐在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直到关闭着的大门再次打开 这次进来的不再是黑衣人 而是一个老妇人 老妇人拿着食物 把食物分发到 各个孩子的手中 孩子们早已经被都饿坏了 巴桑此时也早已经饿坏了 等待着老妇人来到巴桑的面前 却没有巴桑想要得到的食物 只见老妇人蹲下身 对着瘫坐着的巴桑说道 孩子 走吧 跟我来 我带你去见一个地方 说完也不等巴桑同意 直接拉起巴桑的手臂 巴桑被墙拉起来 一路上跟着老妇人 走在一个通道里 巴桑打量着自己四周的墙壁镶嵌着 巴桑从来没有见过的珠子 巴桑感觉到格外的神奇 但是 老妇人一直拉着自己的手臂 巴桑收起来好奇心 就这样 老妇人一直拉着自己的手臂 来到一个房间 而房间的摆设 只有简单的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而桌子上摆着 现在巴桑最想吃的食物 老妇人松开巴桑的手臂 对着巴桑说道 去吧 孩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这是首领吩咐 特意为你安排的 巴桑走了进去 看着桌子上的食物 有警惕地看了看老妇人一眼 从桌子上的食物中 拿出一个鸡腿 开始吃起来 老妇人看着巴桑微笑道 走了出去 把门也给锁上了 巴桑在吃饱的时候 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墙壁都是岩石 地面也都是岩石 根本毫无任何可能 能从这里逃出去 唯一的出口只有门口 但是门口已经被老妇人锁住了 这时的巴桑出奇的冷静 就这样巴桑待在这个房间里 不知道多少时间 这里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太阳 只靠着墙壁上的夜明珠照亮 巴桑发现 直到自己饿了 对着外面叫一声 就会有人给自己送来饭菜 自己想上厕所 门就会自动地开 当有一次巴桑想要逃跑的时候 只记得一阵晕眩 自己就再次回到这个房间 巴桑还不信这个邪 还是同样的结果 第三次 第四次 直到第二十次 巴桑再也不想着逃跑了 直到某一天 巴桑对外面叫着自己饿了 这次进来的却不是饭菜 而是一个黑衣人 巴桑看着黑衣人 没把饭菜送来 看着这个黑衣人有点眼熟 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要把我给关到什么时候 黑衣人 看着巴桑还记得自己 还是那沙哑的声音说道 小家伙 没想到你居然还认得我 我还是那句话 你很不错 说完还是原样的看了巴桑一眼 就走了出去 巴桑有心 想要追追上去 但是黑衣人的动作很快 等到巴桑走到门口的时候 黑衣人就已经不见了踪迷 巴桑再次回到床上坐着 直到又一天 一个黑衣人把巴桑领到一个练功房 让巴桑在这里等着 巴桑在这里等着 还是那个自己熟悉的黑衣人 来到巴桑的面前 说道 你以后就跟着我 你可以叫我空老 就这样 巴桑每天跟着空老 学习武功 但是发现巴桑在武功上 并没有太大的悟性 在弓箭上却有很大的天赋 而且臂力却又天生的强大 像是老天专门赐给他的传人 他要把自己一身的剑术 都要传给巴桑 让他接自己的衣钵 直到15年后 巴桑终于在空老的教育下 成为了组织里最年轻的三日神射手 空老让他下山去帮助吐蕃的军队结束内乱 接着在下山历练 巴桑出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前往吐蕃的大营 而是根据自己而识的记忆 经过千山万水 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自己原来的村子 但是当巴桑来到自己原来的村子 已经荒凉很多年了 巴桑回到曾经和父亲生活过的地方 只见到一个尸体 尸体的心口有一道伤口 尸体早已经化成森森白骨 巴桑看着白骨穿着的衣服 是父亲一直都不舍得换的衣服 巴桑发出愤怒的吼声 惊动了山林中的白鸟 直见白鸟乱飞 巴桑哭了一阵子 沉住心中悲痛的心情 把白骨收起来 但是在收白骨的过程中 巴桑发现一个在白骨手中 一直紧紧握着的玉石 巴桑观察了一阵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 但是 想到父亲一直把他握在手里 巴桑把玉石收起来 为自己的父亲立一幕 当巴桑想给自己的父亲立碑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父亲的名字 只能作罢 巴桑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巴桑终于完成了 小时候的遗憾 但是自己父亲的死亡 巴桑已经猜测到 害自己父亲的人 那就是一直训练自己的组织 巴桑一想到是组织 就不得不放下心中的仇恨 这在十五年里 巴桑是深深地感受到 组织的强大 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仇恨 重新拿出来玉石 看着他 想着 这是父亲留下等我唯一的遗物 所以 巴桑把他好好地收藏起来 巴桑开始向着组织安排的任务 向着吐蕃的大军走去 等到巴桑见到吐蕃的大军的时候 见到陆东赞和松赞干部 说明自己的来意 是组织安排的 松赞干部和陆东赞欣喜万分 为巴桑摆接封宴 此时的巴桑已经眼眶红红的 眼泪已经把蒙住巴桑眼睛的布条给浸湿了 在上一次的夜戏资重营的过程中 陆东赞把巴桑派去 想要给唐军来一个猝不及防的袭击 但是没想到唐军会奇怪地军阵 而巴桑的武功和鞭巴是不能比的 鞭巴成功地逃走了 因此 巴桑还特别怨恨鞭巴抛弃自己 侮辱吐蕃士兵的勇敢 再到今天的被几言给吊起来 此时的几言已经从姜座监回来 拿着让姜座监的打造的水漏斗和一个牛巾 但是这个牛巾已经被人给掏空了 几言那水漏斗左右 倒置一下不由地感觉古人的智慧 特别是能把一根细细的牛巾 给用人工地把它给从中掏空 当时几言大为惊叹 而那个姜座监的降座 给了几言一个白眼说 这个很简单的 当时几言只感觉自己受到了打击 精神上的十万点打击 想上去把那个降座给打一顿 但是还是忍了下来 万一人家说得对呢 几言手中还拿着一张张奇怪的东西 几言翻看着 一张指的扑克 没错 那就是扑克牌 是的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几言特地的让姜座监 打造了一副扑克牌 以至于接下来不会无聊 几言走营帐中 士兵们看着几言回来 其中一个士兵 看着几言手中拿的东西 疑问道 纪将军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 几言故作神秘地说道 秘密 等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纪言来到巴桑面前 看着巴桑的蒙眼的布条 已经湿透 就奇怪地望着几个士兵 问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士兵答道 纪将军 自从你走后 这个巴桑就一直地抽烟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也就没管他 纪言解下不惊 看着巴桑已经通红的眼睛 有点不可思议了 奇怪一个大男人会哭成这样 也是奇怪了 但是纪言才不会管他苦不苦呢 现在只在他臣服于自己 自己才会真正地关心他 巴桑直勾勾地看着纪言 纪言也懒得理他 让士兵重新找个布条 给他重新给他蒙上眼睛 眼睛对于神射手很重要的 要是因为这一点点的眼泪 把眼睛给留下什么后遗症 那纪言就得不偿失 纪言把手中的漏斗 放在黎巴桑的耳朵很近的地方 纪言知道 神射手的耳朵 是除了眼睛最灵敏的 所以要把这个漏斗 放在巴桑听见 而不能看到的地方 要不然一切都白搭了 做完这一切 纪言把几个士兵叫到外面 交代等一下要做的过程 纪言交代完 要做的事情 几个士兵点点头 表示自己都懂 说道 将军 放心 兄弟们一定配合好 绝不让将军失望 士兵们 一想到等下那个吐蕃的神射手 要面对的酷刑 不由得打一寒战 纪言几人再次回到营帐 只见纪言大声说道 哎 你们几个给我找个小刀来 士兵马上答道 将军 你看我这把刀 怎么样 合不合你的意 不合你意 小的再点你找 纪言点点头说道 可以这把刀 就行 毕竟杀鸡烟用牛刀 到挂着的巴桑 听见纪言的话 冷哼了一声 晃动一下身体 表示自己的不屑 看来 有人很不屑 咱们得说法呀 纪言接着说道 既然有人不屑 那咱们 就给他来玩玩 咱们大唐的新刑法 让他看看这刑法的厉害 这时巴桑开口道 小子 你们大唐还能出现 什么新的刑法 老子在这几天 长得少吗 来让我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方法 纪言听着巴桑 不屑的话语 浑然不在意 继续准备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纪言还特地命人送来一个桌子 等会斗地主用 接下来的事情 纪言想想都刺激 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准备完毕 纪言看差不多了 就大声说道 兄弟们 你们有听说过 一个人的身体上 有多少血液吗 士兵们也大声回道 将军 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请问将军 你说的这个 我们都不知道呀 那将军能给我们讲讲 这个人身上 有多少的血液吗 纪言一直盯着巴桑 看着巴桑 还是无动于衷 也不急于这一时 毕竟好戏还在后面呢 继续说道 那行 本将军就在这里 给你科普一下 人的身上 一共有多少血液 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体内总的血量 约为体重的8%左右 若体重为100斤 则血量为8斤 一个士兵对着纪言说道 那将军 你看看我有多少血液啊 纪言打量了一下 对着士兵说道 我估计 你有130斤 所以 你的血液 大概有10斤大概 接下来几个士兵 纪言都给他们算了一下 突然有一个士兵说道 那将军 你看这个吐蕃的士兵 有多少血液啊 被吊着的巴桑 也在认真的 听着纪言的话 本来还无动于衷的他 但听着有人问到自己 现他也想知道 纪言说一下 自己的血液的重量 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见 居然有人能 算出身体血液的重量 就听见纪言说道 我估计 这个士兵的体重 大概在150斤左右 也就是说 他的血量在12斤左右 几个士兵 争先恐后地答道 那将军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找人实验过吗 几言摇了摇头道 这个还真没有实验过 这个还是我 在一次偶然的时候 听孙思淼孙神医说的 到现在还没有实验过呢 这时的几言 不得不把孙思淼 给拿出来挡枪 没办法 谁让你老人家的名气大呢 再加上你老的医术 那是太好了 在大唐的百姓的心中 孙思淼那就是神仙 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所以还望你老见谅 下回还给你做红烧肉 话说几言自从上回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孙思淼了 八成又出去采药 出去到处游医去了 下回见了李帅问一下 就知道了 突然 士兵们都看着八丧说道 将军 你看 这不是 有个县城的人吗 你一直说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非我族群 其义必诛 所以这有个县城的义族 正好可以拿来实验一下 而且他也啥都不说 正好可以发挥一下最后的余温 可以为我大唐的医学做贡献 将军你也可以 到下次再见孙神医的时候 告诉他老人家说的对不对 这个士兵说完 纪言都想给他竖起大拇指 来个大大的个赞 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纪言装作思考地看着八丧 士兵的提议让八丧 此时的心里有些恐惧 身体出现轻微的颤抖 要不是纪言一直看着八丧 恐怕还真不能没有发现出来 想A会说道 你说的这个提议不错 我现在 也正想为孙道长试一下 孙道长的提议 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那行就按你说的办 纪言开始命令人 准备好的工具 开始实施计划 几个士兵上前抓着八丧的手臂 对着八丧的脖子 拿出刀子 正要割的时候 纪言突然打断道 慢着 记得要割一个小口 血液能流出来就行了 一下子全部流出来 那样没有意义了 士兵对着纪言说道 放心吧 将军 小的一定按照你说的办 八丧的脸色 慢慢地从淡然到恐惧 不断地变化着 纪言也不说话 就这样看着八丧 时间好像静止了 只有八丧的脸色 在不断地变化着 八丧也能感觉到 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像毒蛇一样地盯着自己 随时发起进攻 这时的八丧的内心 从刚开始的玉石 再到这一步步的放血计划 八丧强大的内心 再也坚持不住了 露出恐惧的面容 对着几言大声吼道 卑鄙的汉人 你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方法 天下怎么会有你这种 如此恶毒的人 你一定会受到老天的惩罚的 你会不得好死的 八丧骂着几言命令 士兵们继续 对着八丧的脖子 假装划了一道伤口 士兵提前准备好的水 慢慢地滴在八丧的身上 几言把水漏抖 倒置过来 发出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 模仿血液的流出来的声音 滴答声由急到缓 由大到小 传到八丧耳中 此时的八丧 感到血液正从自己的脖子上 一滴一滴流出 听着滴答滴答的流血声 八丧越来越感到害怕 顿时觉得整个营杖 都笼罩在阴森恐怖之中 他看见几言化成魔鬼 正向他走来 来吸他的血 给一点一点地偷走 此时的八丧 更加地恐惧了大喊道 唐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这个魔鬼 八丧说着说着 居然声音中带有一丝丝的哭腔 求求你 给我来个痛快的好不好 不要再这么折磨我 求求你了 给我来个痛快好不好 几言冷冷地笑道 怎么现在知道 害怕了 很简单 想要我放过你 臣服于我 对你我都好 你也不用在这里 继续放血 我也不用在这里陪你受罪 毕竟留你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用的 既言看着八丧又陷入沉默了 也就不管他了 找个地方坐下来 休息一会 其实只要八丧稍微冷静一下 就能发现几言的方法的漏洞 虽然可以模仿血流动的声音 但是血液是带有一股血腥味的 稍微上过战场的老兵 都能分辨出来 血的味道 但是八丧已经精神状态崩溃 心态几度地陷入恐慌 人往往在极度恐惧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恐怖幻觉的影像 或是一幅幅极端恐怖的画面 所以八丧才会陷入 几言的陷阱当中 几言坐在那里 对着八丧说道 你放心 你现在不会死去的 按照刚刚我给你计算的 你身体的血 明天晨时才会流完 到那时 你会成为一个皮包骨头的骨架 正好也可以 留给孙道长 做研究人体的结构 所以 你好好珍惜你 未来的十二个时辰的时光吧 想继续活下去 就说一声臣服 八丧开始在嘴里 嘟囔着什么 不要 杀我 不要不要 放我的血 你们这群魔鬼 你们都是魔鬼 几言也懒得听 只等待着臣服 二子 几言招呼几个士兵坐下 起初 士兵们都不敢坐下 几言几番命令到 士兵才坐下来 从怀中 拿出扑克牌 放在桌子上 几人看着扑克牌 不知道是什么 问道 将军此为何物 这个东西叫做 扑克牌可以用来姐们用的 来我给你们讲讲他的规则 这个东西怎么玩 几言解释到 直到一刻钟后 几言才把斗地主的规则 给这些士兵讲清楚 几言开始发牌 第一把的时候 几言是地主 地主赢 第二把 还是地主赢 直到第二十把的时候 还是地主赢 几言此时不由得有点尴尬 几言也不再继续下去 看着外面的时辰 已经五十了 到吃午饭的时间 几言直接对着一个士兵说道 你去准备一些饭菜 记得要丰盛一些的 直接给我送到这里 这时的八丧 已经是游进登库的八丧 突然说道 唐人 我愿意臣服 我愿意 说完这句话 八丧再也坚持不住地昏了过去 士兵则是领命 跑出去 几言看着八丧脸色发紫 嘴唇发白 已经昏死过去 几言上前 解开蒙住八丧眼睛的布条 命令其中一个士兵 把水漏斗和流血装置给撤出去 又命人把八丧的身体给放正 之所以把流血装置给撤出去 毕竟不能让八丧给看见 要不然 刚刚一切的准备都没有用 几言拿出水瓢 对着八丧的脸泼过去 八丧睁开眼睛看着几言 眼色中露出恐惧的目光 摆动着身体 一直想要后退 但是因为绳子还绑在他的身上 后退的过程中摔倒下去 几言有心想要扶他起来 但是几言的手掌刚要碰到他的时候 八丧却使劲地蠕动身体 眼色中透露出无尽的恐惧 仿佛看见的不是人 而是一个拿着镰刀的恶魔 几言也不在上前 蹲下来 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八丧说道 八丧 你可还记得 你刚刚说过的话 再说一遍 蜷缩的八丧 拼命地点着头 嘴里嘟囔着说道 我愿意臣服 我愿意 几言再次听到 八丧愿意臣服的话语 不由得开心道 看吧 我早就说过 让你早臣服于我 还拿有那么多的事情 关键你还不信我 看吧 现在你弄成这样 我也于心不忍 你早认个怂 我也不会把你给弄成这样呀 我也在这劳累一上午 你说说你 是不是做得不对 几言命令两个士兵说道 去 把他的绳子给他解开吧 将军这样 真的没问题吗 要是是他是装的 解开绳子 直接逃跑了怎么办 士兵狐疑地问道 几言感觉说的也很有道理 看了一眼蜷缩的八丧 这个样子 绝对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要是装出来的 那几言会立刻 把他给杀掉 毕竟这样的热门太可怕 但是又看这八丧 已经在精神崩溃的边沿徘徊着 要被吓傻了 觉得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去 再说了 这里可是有着五万大军的 就是他长了翅膀 也不可能飞出去 几言点点头 示意没事 让士兵继续执行自己的命令 几个士兵把八丧扶起来 解开他身上的绳子 八丧突然站起身来 把几个士兵吓坏了 想要再次把他给绑回去 但是已经晚了一步 只有纪言坦然地 背着手站在那里 不被八丧的举止所惊动 只见八丧双膝跪地 对着纪言行了一股怪的礼仪 又磕了三个头 站起身来对着纪言说道 奴仆八丧 拜见主人 纪言打量着八丧 只见此时的八丧身上 散发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冰冷 和刚刚还蜷缩在地上的八丧 根本不是一个人 纪言和八丧就这样对视着 纪言观察到 在八丧的眼睛看到 一丝的敬畏 没错 就是一丝敬畏 对自己的敬畏 不知道为什么 上午还在蒸蒸铁骨的八丧 会突然沉浮 纪言虽然对自己的流血装置很有把握 但是那样 让八丧沉浮的方式 是让八丧感觉到害怕 而不是现在的敬畏 八丧再次开口道 主人你也不用感觉 倒什么不可能 我上午确实是对你 确实是畏惧 畏惧一个能想出这么恶毒的方式 来逼一个人就范 纪言听着八丧的解释说道 那你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我好像在你的眼中看到 好像对我有那么一丝的敬意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八丧答道 在你放我血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到了儿时的自己 梦见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劝我 不要和你对抗 要我臣服于你 说我是斗不过你的 甚至最后还会死掉 那样 我的父亲会在天上 不会再见我的 还有就是 听到主人对待自己的下属 没有半点的架子 待人亲和 臣服于主人是我的荣幸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八丧并没有告诉己言 那就是 在八丧刚出来历练的时候 空老曾经告诉八丧说道 当你帮助吐蕃平定内乱的时候 等到吐蕃和大唐打仗的时候 空老告诉自己 会有一劫 度过去 八丧将一飞冲天 反之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的八丧 一直以为 组织一直是属于吐蕃的势力 后来空老告诉八丧 他说 组织存在世间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组织不属于任何人 不属于任何朝代 组织本不应该属于这个世间 因为组织 被任何的朝代的皇帝 所不允许存在的 因为组织 它是凌驾在皇帝头上的一把剑 当一个皇帝昏庸无道的时候 组织会把这个皇帝刺杀掉 当时最著名的皇帝 吴墨帝孙浩 孙权之孙 迷信风水 为满族盈欲大肆修建宫殿 科捐杂税繁多 选天下官吏之女 百姓苦不堪言 而对外传言是得病去世的 其实不然 是当时组织出手 把他给刺杀掉 而当时空老让八丧帮助松赞干部 是因为早年空老给松赞干部的一个沉默 季言听着八丧的解释 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突然想到 在前世的时候 季言还是程序员的时候 那一天 因为在写代码的时候 自己的电脑突然弹出一个广告 季言不小心地点进去 里面写道 当一个人出现极度恐惧的时候 他的潜意识会慢慢地 改变自己心中所不想要做的事 再以梦境的方式 利用心理的执念 把他给呈现出来 以至于让一个人的观念慢慢改变 就因为看这条广告 还把季言写了一晚上的代码给弄没了 第二天 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这时 据端饭的士兵 回到营帐中 季言也不再追究什么说道 你也不用叫主人 叫我公子就好了 叫主人好像是我逼迫你一样的 你也不用自称奴婢啥的 记得要叫公子 八桑答道 是 主 公子 小的记住了饿了吧 季言问道 八桑抚摸着肚子 不好意思地笑道 被公子折磨了 一上午是有点饿了 突然 八桑想起 季言放了一上午的血 为什么自己现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上的不适 有心想要问季言怎么回事 但是一想到季言在想到什么 整治自己的方法 后背不由的一凉 打了一个寒颤 季言看着还站在原地的八桑说道 你怎么了 怎么还站在那里 八桑不敢知是季言的眼色 只是低着头回答道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刚刚血 放的有点多 感觉头有点的晕 说完赶紧跟着季言坐了下来 吃起饭 季言听到八桑的借口 不由的感觉到好笑 但是还是憋住了 心里想到 还血放的有点多 那只是 他自己的错觉 具体还是因为被倒置太长时间 季言几人吃完饭 季言突然说道 八桑带你去看一个 好东西 让你看看 这个东西厉害 还是你的弓箭厉害 说完 季言站起身来 八桑也跟着季言的步伐 来到季言的营仗 只见季言再见面翻了一会 从中拿出碎发枪 又来到校武场 八桑问道 公子 此为何物 季言并没有立刻回答八桑的问话 而是拿起碎发枪 对着校武场上的一个穿着吐蕃护甲的稻草人射去 只听见 砰的一声 站立着的稻草人 瞬间四分五裂 身上的护甲 也不见了踪蕃 季言对着目瞪口呆的八桑说道 怎么样威力如何 和你这个三日的神射手 一笔如何 过了一会 八桑从震撼中醒过来 对着几言答道 公子 这个武器虽然威力甚大 但是根据我刚刚我的观察 这个武器也仅限于近战 远战的威力 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又说道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公子拿着此武器 一发射必会惊动敌人 这个东西 需要一击必杀的 等到那个时候公子 就会成为一个火把子 而我作为神射手 可以再射出一箭之后 就可以转移位置 最为关键的是 我可以做到无声杀人 所以我可以肯定 此武器还是比不上我 季言听着八桑的分析的 头头是道 也不由得觉得自己 收服八桑是正确的决定 在听见八桑的自夸 季言有心 想要让八桑试验一下 他的射箭的水平 一个声音从季言的背后传来 我就知道 是你小子在搞事情 别人再在军营 都不敢触犯军令 你小子倒好就你喜欢 无缘无故地搞出点事情 季言转过身 看着李静 侯军吉 牛静打几人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道 李帅 侯帅 牛将军 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我这也没干啥 就是让八桑开开眼见 说完 李静和侯军吉 牛静打三人望着 季言旁边的八桑 八桑感觉到 有着三头猛兽在盯着自己 只有面对空脑的时候 才感觉到的压力 仿佛自己有一定点动作 他们都能干掉自己 自己甚至不能有一丝的反抗 李帅一边轻笑着 一边则是抚摸着他那小胡子 哈哈笑道 你小子 行呀 我多长时间都没有 收服的神射手 都没有让他服软 你却只去了一次 就让他臣服了 跟老夫说说 你是用了什么方法 季言故作神秘地笑而不语 面带微笑 李静 侯军吉和三人 看着季言这副高深莫测 故作神秘的模样 也确实激起了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三人心中的兴趣 但是更多的还是想打季言一顿 毕竟开玩笑的对象 要看清楚 对方到底是谁 要是对方耍赖 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 是那种能动手 就不多逼逼的人 牛静打抓着自己的手指 把自己的手指发出咯吱 咯吱声音 表示自己 对你表达方式很不满意 要是再不能让我们满意 那就小心被揍 所以 你小子最好 还是乖乖地讲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否则 我会不介意的 把你给揍一顿 再让你说出来 季言看着牛静打的样子 要打自己的节奏 不由地后退两步 知道牛静打的意思 季言转过头 看着在自己后面的巴桑一眼 说道 那个巴桑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 我和几个将军 有点事情要谈 说完季言 把李静 侯军吉 牛静打 三人叫到一旁 季言又看了站在远处的巴桑 一眼又走了一段距离 季言知道 巴桑的听力很好 故意走到 大约立巴桑 有二百步的距离才停下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三人 跟着季言 像是防贼一样的 远离巴桑 侯军吉这时忍不住地问道 吉小子 你到底在搞什么情况 要是不给我道出个一二三 就是有李帅和牛静打 劝着我也要揍你一顿 季言看着侯军吉 不耐烦的样子 又看见李静和牛静打的 脸色也差不多了 估计是一直在忍着 赶紧解释道 李帅 侯帅还有牛将军 你们不要急 听我解释 我这也是有情可原的 毕竟要是让巴桑听见了 又不一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那你小子快说吧 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快说 三人不停催促道 吉言不急不慢地解释道 李帅 侯帅 牛将军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我是怎么降服巴桑的 侯军吉看着季言的样子 就要伸手去打在季言的身上 幸好牛静打拦着一手 估计吉言的脑壳 又要疼几天了 侯军吉冷哼一声 仿佛季言再敢磨蹭一会 估计腰中的佩剑 吉言生气地说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那么会磨蹭了 磨磨蹭蹭地干啥呢 赶紧说 吉言也看着三人在发飙的边缘 看了一眼 还在远处站着巴桑 确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吉言就把自己的流血装置 给三人说出来 再到自己 利用人的心理阴影和恐惧 用水滴代替流血的滴答声 再蒙上巴桑的眼睛 搞得这一个事情 最后再到巴桑沉浮于自己的过程 给三人全部讲了出来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达三人 听了吉言的话 三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随即额头地挤出一个穿字 沉思着 三人相继对视一眼 不由地感觉吉言的瓷法狠毒 利用人的心理 随即让被施行的人感到害怕 瓷法当真是一种疾形 李静开口道 吉小子 那你是如何想到 如此狠毒的方法 吉言听到李静说瓷法的来源 哈哈笑道 李帅 侯帅和牛将军 你们说瓷法狠毒 我却不敢苟同 毕竟让一个人臣服 或者是让犯人 交代他所犯的罪证 攻克这个人的心理 是最好的办法 比你们的那些驱打成招 严刑拷打 我这个好多了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几人 听着吉言的解释又说道 那要是 这个犯人的心理极其的强大 就是拒不交代 那样也只能严刑拷打 此人有何怎么办呢 吉言随即沉思一会 抬起头说道 按照 李帅的意思说 一个人的心理再强大 也会有破绽 也会有担忧的人 是个人心中就必有牵挂 小子就能对症下药 让他开口 除非这个人的心石头做的 就算他的心是石头做的 小子就也有办法 在他的石头心上 撬开一个缝隙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三人相识 看了一眼对方后 哈哈大笑 吉言也被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三人的动作 搞懵了 是听见李静说道 那几小子 你那流血装置 现在在何地方啊 吉言被李静的突然一问 随即答道 小子的流血装置 小子已经命人送到了 将坐监中 因为小子答应他们 用完之后 就让他们观摩一番 随即 李静对着侯军吉和牛静打二人说道 看来 以后我的刑具当中又可以 多一种让犯人交代事情真相的杀手锏 等回到长安 老夫就是拼出老脸 也必定为你小子请公 所以 你小子就等着吧 吉言得到了李静的保证 向着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三人施了一礼说道 那小子就多谢各位的厚爱 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 三人各自抚摸着 自己胡子随即相视一笑 哈哈笑道 如此可教也 蒲玉 而且还是一块上好的蒲玉 就是刹打磨和雕刻了 吉言接着又说道 小子 详情李帅 侯帅 牛将军看一下 巴桑这个神射手的本领怎么样 李静说道 正好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三日的神射手 可以让他给展示一下 让我等三人看看眼界 说完 李静 侯军吉和牛静打 吉言重新回到校武场 看着 还在原地站着的巴桑 三人打量着巴桑 侯军吉和牛静打二人 上前对着巴桑的双肩施压 巴桑本欲想反抗 单数看向纪言 只见纪言点头示意 巴桑没事不要乱动 巴桑放下抵抗 任由二人施力 侯军吉和牛静打二人 对着巴桑的手臂摸索一番 才算作罢 之后说道 小子 这巴桑是个好苗子 希望在你的手上 能发挥出他的作用 不要在你手上埋没了他 巴桑看着几人回到这里 侯军吉和牛静打二人 对着自己就是一顿的摸索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纪言接着对巴桑说道 巴桑 让我们就看一下 你的射箭的箭术 巴桑脸上露出一副苦瓜的样子 答道 公子 我的弓箭在上侧就丢了 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弓箭 所以无法展示 只见后方的李静说道 就料道 你的弓箭问题 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你先在此地等一会 我已经命人回去拿 估计这会也应该来了 李静刚说完 就看见一个士兵拿着弓箭 和一个箭楼里面 还有几根箭 跑到李静面前 把弓箭递给李静 把弓箭拿在手中抚摸了一番 直接递到巴桑的手中 巴桑接过李静的弓箭 打量着 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子喜爱 忍不住开口道 真是一把好弓 旁边的牛静达开口道 那是 你还不看看 这是谁的弓箭 这可是太皇赐给李帅的 巴桑听完 对着纪言点了点头 纪言示意 巴桑可以开始了 只见巴桑拿着弓箭 走到校舞场的中间 而纪言看着校舞场的巴桑闭上眼 沉淀了一会 突然张开眼睛 露出一丝的金光 紧盯着前方靶子 巴桑再次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气势变得冰冷 巴桑左手持弓 双脚开力与肩同宽 让身体的重量均匀地落在双脚上 并且巴桑的身体微向前倾 拿出一根剑搭在弓弦上 搭剑 预拉 开弓 瞄准 一气合成 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 发射出去 只见射出去的剑 一瞬间就到达远处的靶子头部 瞬间穿过稻草人 稻草人的头部也因此而炸开 巴桑再次拿出三根剑 直接发射出去 还是原先的动作 三发剑 还是一个稻草人的头上一支剑 准确地命中稻草人的头部 巴桑转过身 再次回到李静的身旁 把弓箭递给李静 只见李静摇了摇头 没有接过弓箭 巴桑有点狐疑 气炎也有点搞不懂 李静这是要干嘛 但是 作为任老静的侯军吉和牛静达 知道李静这是要做什么 毕竟李静 现在已经很少在上战场 一直都是坐在大军中指挥大军作战 上战场杀敌 已经很少有机会了 所以他不希望自己武器 在自己手里埋没了 所以今天再看见巴桑的剑术 起了爱才之心 只见李静过了一会 张口说道 我这把弓箭放在我的手里 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 我也不想让他在我的手中 一直地埋没他 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能发挥他的威力 巴桑听到了李静 要把这个弓箭送给自己的时候 不停地抚摸着自己手中的弓箭 爱不是手 纪炎看着巴桑 像是小孩一样 看到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爱不是手 可是犹豫不决 恋恋不舍 怕有人突然给他抢走一样 喜爱地不愿放开手 纪炎狐疑看着一把弓箭 能让巴桑喜欢成这样 问道 李帅 你这个弓箭 请问是什么材料做成 李静听见几言的问话 不由地来了兴趣 兴奋地说道 我这把弓 它说名叫蛟龙弓 刚刚静达也说过了 这乃是太皇所赐 至于它的材料 我们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这把弓 当年乃是冠军侯获居病所使用 汉武帝赏赐冠军侯获居病的勇猛 而赐给他的 更为传说的是 这把蛟龙弓 乃是上古的铸剑大师欧爷子所铸造 当然这只是传说 具体的谁也就不知道 几言想象过 蛟龙弓的珍贵 没想到会这么的珍贵 冠军侯获居病的威名 不论是现在 还是几言的前世 都是如雷贯耳 获居病是汉家一代战神 18岁上阵 大胜而还 平生无疑败计 甚至比李广 魏清等老将还厉害 因彪炳的战功 被封为大司马 票计将军 冠军侯 这是他生前就封下来的 领有冠军后果 所以在经过李靖的讲说 继言终于意识到 蛟龙弓的珍贵 就单单冠军侯使用过的武器能差吗 那答案 显而易见的是不能的 继言连忙对着李靖施了一礼说道 李帅 我替巴桑谢谢你的好意 一定不会让蛟龙弓埋没的 他的样子就发自内心的高兴 过了一会 李靖 侯军吉和牛静达三人 不再看着巴桑 而是向着笑舞场外走去 继言再失了一礼 送李靖侯军吉和牛静达 三人离开 继言目送着三人离开后 看着还在抚摸着蛟龙弓的巴桑 大声说道 回神了 蛟龙弓都送给你了 以后都是你的了 想怎么摸就怎么摸 还差这一会吗 巴桑被继言的一吼 才回过神来 转身看了看周围 发现李靖 侯军吉和牛静达 早已经不见了 对着继言说道 公子 怎么首领都不见了 他们走了吗 继言对此时的巴桑 也是无语了 看来他是喜欢蛟龙弓 喜欢到了极点 刚刚自己和李靖的对话 估计一句都没有听见 继言把刚刚的李靖交代的话 重新说了一遍 包括蛟龙弓的名称 不要把蛟龙弓 埋没到你的手里 巴桑的气势瞬间一变 向继言保证道 一定不会让首领的蛟龙弓 埋没在自己的手里 继言听着巴桑的保证点点头 表示知道就行 继言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巴桑看着继言的脸色 一变也不在 抚摸手中的蛟龙弓 把蛟龙弓放在背后 望着继言 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继言沉思了一会 转过身去 说道 巴桑 你可有后悔跟着我 巴桑也并没有立刻的回答 脸上露出思考的表情 过了一会说道 公子 我或许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对你的是恐惧 但是到现在我对你 再到今天 三位首领对我的看待 让我感觉到对待公子的 不再是因为恐惧 是因为公子的待人之道 到现在 奴婢对公子的 只有敬畏和尊敬 巴桑在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想了一番后 终于在心里下定决心 对着几言说道 公子 其实我在到吐蕃的之前 我的师父曾经和我说过 我在此次下山会有一劫 甚至会有死亡的风险 但是这个劫 我度过去 就会遇见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的师父嘱咐过我 要是我度过这一劫 就让我跟着这个贵人 所以我就在公子的身上 赌了一番 在结合刚刚首领 把蛟龙宫送给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赌对了 公子就是我师父说过的贵人 继言听着巴桑的话语 有些诧异 不由得对巴桑口中的师父 来了兴趣 居然还能掐会算 算到自己是巴桑的贵人 一问道 那你就没想过 你要是赌错了呢 巴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我当时的情况 我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只能拼一把 事实证明 我没有选错 公子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几言哈哈笑道 行 那就当你没有选错 我会让你在我大堂 大放一彩的 随即继言想到那个玉石 在自己的腰间摸索一阵 把玉石拿在手中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之后就递给巴桑 问道 巴桑 这个玉石对你很重要吗 我观察了一阵 好像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难道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巴桑看着继言 把玉石递给自己 并没有真正的扔掉 把玉石拿在手中 说道 这是我父亲唯一留下的遗物 唯一可以思念我父亲的东西 巴桑 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给几言讲了一遍 再到自己见到父亲死的时候 也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玉石 几言随即皱眉 有点不可思议 什么人会把一个村子里的人 给屠杀掉 毕竟一个与世无争的村子 更不可能得罪什么人 偏偏 在巴桑的父亲到来的时候 巴桑被人掳走 之后没过多久村子里 就被杀戮一空 再加上巴桑后来发现 村子里的小孩都不见 而更为惊奇的是 巴桑的父亲 居然死也要护住玉石 又是怎么一回事 几言感觉这件事情 和巴桑的父亲 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 往往人在最后死的时候 会爆发出自己的潜能 会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看得很重 但是几言搞不懂 什么样情况下 居然到死能抓着一块 普通的玉石 巴桑重新 把玉石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几言问道 那你可知道 你的父亲在你小时候 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巴桑摇摇头 答道 我小时候 是吃村子里的百家饭长大的 直到我父亲回来 我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而且那个时候 就听村子里的人说的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奇怪的是 我父亲一直并未提过 我母亲的事情 而且我也问过他 我母亲的事情 但是都被我父亲 以我还小就给盖过去了 当属自己小 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那你在你这次回去的时候 可有在你家原本的房子里 发现什么打斗的情形呢 几言说出自己心中的一个猜想 巴桑沉思一会 猛然提起头说道 要不是公子一提 我还真没发现 当时我在给我父亲 收拾遗骨的时候 我的父亲身上 居然有几处断裂的地方 房门也都是破裂的现象 但是我还以为是时间久了 才会没怎么当回事 公子一提 我就想起来 父亲好像是仇杀 而村子里生活的人们 只是顺带的 几言没想到 巴桑居然这么快 就推断出 自己的父亲是属于仇杀 不由的感觉 巴桑的头脑 真是尤为的可怕 几言看着巴桑安慰说道 好了 这件事情 也不能急于一时 毕竟事情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就算你现在 回去查起 也是毫无头绪 还不如现在先养好精神 等以后 有机会再去慢慢的查看 以后 我也会帮你的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 你现在身后是有大堂的 几言还没有说完 就见巴桑对着几言跪了下来说道 尊敬的公子 多谢你为巴桑着想 多谢公子对巴桑的再造之恩 巴桑愿世世代代代的 侍奉于你的左右 至于我父亲的事情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介怀 毕竟我和我的父亲 并没有太过多的说话 所以 公子并不需要太大的挂怀 几言赶紧掺起巴桑 说道 行 那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只要活好当下就行了 说完几言突然想到什么 对着巴桑说道 你可还记得 和你一起 偷袭我资重您的指挥官 只见巴桑使劲地点点头说道 他化成灰我也不会忘记他 他居然临阵脱逃 自己一个人逃亡 把我给丢在了这里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把他给挫骨扬灰 以为我的心头之恨 几言看着巴桑的模样 哈哈笑道 既然你这样说 那就就大可放心好了 我已经帮你把他给杀掉 现在他已经是死人 尸体八成都已经化成灰 还有你要记住 我们要做文明人 不要动不动就要吃他肉 和他血的 将他挫骨扬灰的 巴桑有点不懂 问道 敢问公子何为文明人呀 几言一想 文明人是自己前世的名词 古代并没有这个词 巴桑也更不可能的知道 连忙解释道 这个文明人的意思 就是我大唐君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做文明人 巴桑也急忙附和道 十公子 我知道了 我以后要做文明人 纪言看着收的 第一个小弟开心的样子 突然想到 一件事情 对着巴桑说道 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不要惊讶 巴桑点点头 示意纪言说 你们吐蕃已经投降了 已经向我大唐俯首称臣了 巴桑好像早已经料到了一样 纪言并没有在巴桑的脸上 发现什么不一样的表情 只听见巴桑说道 果然 师父他老人家 一切都已经料到了 再说 我去帮吐蕃 那也是 帮我师父还吐蕃的一个人情 我虽然生在吐蕃 但是我却对他 没有半点归属感 纪言听见巴桑再次听见 他提起自己的师父 就不由得来了兴趣 想要知道 巴桑所说的师父 到底是何须人也问道 巴桑 你对你的师父了解多少 只见巴桑摇摇头说道 我对我的师父 一直让我教他空了 而且我和师父也很少有接触 除了在教我剑术的时候 其他的时候 并不会和我多说一句话 而且他教我剑术的时候 都是派人去通知我的 其他的我就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我对我的师父 没有一丝的了解 只知道 他叫空了 纪言只感觉 巴桑的师父无比的神秘 摇了摇头 管他呢 想他那么多干嘛 反正自己和他又没有仇 纪言也不再想那么多了 转身 也向着孝无场外走去 巴桑把后背上的蛟龙弓 拿在手中 赶紧地追上纪言的步伐 纪言回到营帐中 望着后面跟来的巴桑 指着营帐中的地面 对着巴桑说道 巴桑 这几天 就先委屈你 在这里打地铺了 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营帐了 只能先让你在我这 等到大军回到长安 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等我们回到长安 再进入我府邸里 吃好的喝好的 巴桑连忙摆手说道 公子 不必如此 你能收留巴桑 就已经很好了 我不敢再祈求什么 那行吧 等会我会让人送来一床被子 这几天 你就先自此睡下吧 说完 纪言对着外面的士兵说道 你帮忙去 后勤不领一双床被 就说纪言要的 士兵领命道 向着后勤不跑去 就这样 纪言和巴桑在营帐中 过了一会 士兵把被褥送来 巴桑接过被子 整理好被褥 纪言带着巴桑 在大军中无目的地转着 路过江座间的时候 居然看见有人 在给马的蹄子 修脚 纪言感到好奇 就走上前看去 看着一个江座间的师傅 正在拿着一个刀 削掉马蹄上烂掉的部分 纪言就忍不住地问道 师傅 你怎么不用马蹄铁啊 这样不是能更好地 保护马的蹄子 不被地上的石头破坏吗 正在修马脚的师傅 忽然一愣 听见有人跟自己说话 抬起头来 看着纪言说道 纪将军 原来是纪将军啊 你看小的正在给马蹄子修脚呢 不能行李了 还望纪将军见谅 纪言对着江座间的师傅 摆了摆手说道 不用在乎那些虚的 你就先回答我的问题 纪言又把问题 给江座间的师傅重复一遍 江座间的师傅突然一愣 并没有听过什么马蹄铁 对着纪言的马蹄铁疑问道 敢问纪将军 这马蹄铁是何物 我给马修脚 仔细算来 已经有三十年来 从来没有听说过 马蹄铁是何物 纪言也是惊了 感情自己又犯糊涂了 据史料记载 马蹄铁最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由古罗马人发明 关于马蹄铁在我国的记载 大概是五代前后 当时处于河西走廊的甘州回湖 已经掌握了给马定长的技术 直到元代 才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 现在的唐朝并没有马蹄铁的记载 更不可能使用了 纪言一拍脑袋 在这个还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自己说的太多的东西 都还没有出现 纪言发现自己忽略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 纪言并没有回答修角师傅的话语 而是直接向着姜座间里走去 站在纪言背后的巴桑 也搞不明白 纪言这是怎么了 看着纪言的背影 也赶紧跟了上去 纪言走进姜座间内部 那个姓刘的负责人 看着纪言的到来 赶紧起身 向着纪言这里走过来 纪言也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进去 姜座间的意识听 姓刘的负责人 也是哑口无言 对着纪言的动作也是苦笑 但是转念一想 纪言每次来都能给姜座间带来 新奇的东西 第一次带来 碎发枪 第二次的蒸馏锅 上一次的流血装置 纪言到现在 弄得那几个东西 还在让姜座间的老将座研究着呢 让自己这里研究的老将座们 都不得不夸 这纪小将军 怎么能想出来 这么多的新奇东西 姓刘的负责人 在这里不得不想起来 纪言让座的水漏斗 当时纪言说 用什么玻璃的时候 自己当时也是一梦 姓刘的负责人反应过来 不知道玻璃是什么 当时 纪言在江座间的库房转了一圈 走到某个架子上 才发现个水晶 纪言看着眼前这个遗量 说着这个可以代替 当时 自己是好说代说 还是让纪言给用去了 自己禀报李帅 却得到的是一句他爱折腾 就让他去折腾去吧 直到不打天给捅破个窟窿 就不用再禀报我 姓刘的负责人 不由觉得 李帅和纪言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关系 能任由纪言这样的特权 从他负责江座间这么些年来 还从来没有见过 李静对谁有这么的恩宠吗 只觉得 既然李静都这么说 他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尽最大 可能得满足纪言 但是他转念又一想 好像纪言并没有 在自己的江座间弄出什么垃圾 反而都是自己 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江座间的负责人在外面 心情期待的纪言 从议事厅里 走出来能带出什么东西 毕竟纪言每次来 都能让自己耳目焕然一新 而在一时听的纪言静下心来 拿起桌子上的纸和笔 这段时间 纪言自从上次画出 碎发枪的图纸之后 发自己的头脑越来越清晰 对未来的事物 只需要一想 就能出现在纪言的脑海中 就像这次的马蹄铁 纪言刚刚只是在自己的脑海中想到 马蹄铁的原理 制作方法 制作的过程 展现得一清二楚 纪言不知道 这算不算自己穿越的金手指 纪言在脑海中 回呈现着马蹄铁的原理 再在纸上画出一式一图 纪言转念又一想 既然把马蹄铁也给画出来了 那就顺便把马蹄铁也给发明出来吧 纪言心里想着马蹄铁和马蚪的样子 很快纪言的脑海中 就出现马蚪和马蚪的样子 纪言把它们一并画了出来 在纪言画完之后 心里想到 果然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金手指 纪言试着 又想了几个东西 脑海中 就一一的实现 显现在纪言的脑海中 突然纪言感觉脑袋一阵的晕眩的感觉 和身体的疲惫感瞬间袭来 让纪言有点猝不及防 毫无任何防备的摔倒在地面上 一直在外面 守着的巴桑听见声音 急忙地走进议事厅 看着纪言摔倒在地 快速地走到纪言面前 把纪言扶到椅子上 观察了四周 并没有打斗的痕迹一问道 公子 你这是怎么了 怎能会然摔倒在地上 纪言听了巴桑的问话 苦笑道 没事就是 有点不舒服 腿一软就摔倒在地 不碍事 让我休息一会就好 巴桑看着纪言的样子 也不像什么不舒服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 怎么会突然摔倒了呢 巴桑也没有想那么多 既然纪言没有说什么 巴桑也就懒得想 纪言坐在椅子上 才感觉自己好一点 但是身上的疲惫感 还是没有好一点 感觉身体特别的疲惫 想睡觉 心里不由吐槽到 自己虽然是有了金手指 但是 这也不是 想用就能用的呀 经过刚刚的事情 纪言再也不敢随便 在自己的脑海中 乱想什么未来的东西 毕竟已经有刚刚的情况 纪言再也不想体验一下 一刻钟后 纪言感觉自己的身体 腿部终于能使上点进来 站起身来 活动一下 还时不时地传来 若有若无的无力感 纪言咧嘴苦笑 看来要慢慢地来恢复了 拿起桌子上的图纸 站在身边的巴桑 赶紧搀扶着纪言 但是纪言摆了摆手 示意不用 就这样走出议事厅 找到江座监的负责人 把图纸交给他 让他看着打造出来 姓刘的负责人看着纪言 走出议事厅 赶紧起身走到纪言面前 接过纪言递来的图纸 拿在手中看了一下 不知道这次纪言画的 看半天也没有看懂 纪言望着姓刘的负责人 看半天也没有说话 就疑问道 刘将座 看懂没有 只见被纪言叫到的刘将座 抬起头 尴尬地笑道 还行 纪将军明示 属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纪言哈哈笑道 结果刘将座手中的图纸 对着刘将座 一一解释道 刘将座 你切来看 这个半圆的铁环 是给马蹄用的 就像我人一样 把脚给穿上靴子 所以我给他起名叫做马蹄铁 接着又说道 这第二个名叫马鞍和马凳 是更好的让人控制好马 还有一个叫做钉子 纪言直接拉着刘将座 来到外面 看着正在给马修理马脚的过程 让刘将座 看着马脚中卡的石头 树枝 说道 我的马蹄铁就是保护马脚不被受伤的 而马鞍和马凳 就是让骑马的人更容易控制马的 懂了吗 纪言也不管刘将座 听没有听懂就吩咐道 你赶紧给我打造出来 一个时辰的时候 我需要看到样品 刘将座听了纪言的话 拿起图纸 招来几个老将座开始研究 纪言就坐在一旁 看着他们忙碌着 就这样 几个老将座 好像已经看明白马蹄铁的原理 开始打造 纪言就这样等着 半个时辰后 李靖 侯君吉和牛靖达 再次出现在江座间 走到纪言的面前 对着纪言的屁股 就是一脚说道 纪小子 听说你又搞出来了 什么马蹄铁 马鞍和马凳呀 纪言不知道什么人 踢自己的屁股 正欲起身反抗 但是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赶紧起身拉着巴桑 乐呵呵的行李道 哎呀 李帅 侯帅 牛叔你们 怎么有空来这江座间呀 我这不是闲不住 就在江座间弄点小玩意 侯君吉不耐烦的 说道你小子 那么多的废话呢 赶紧讲这马凳和什么马蹄铁 到底是什么 纪言看着侯君吉的怒气 赶紧安慰道 侯帅 你先消消气 不用着急 等到马蹄铁出来了 我再给你们一一介绍 现在介绍 估计你们也不一定相信 那行吧 我们就在这等一会 侯君吉说道 李靖又接着说道 要是你小子敢有半句谎话 小心 军法从事 行 李帅 咱们就再等一会 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 纪言赶紧让出板凳 让李靖和侯君吉坐下 言瞅着三位大佬 怎么会来到降座间 要是路过 鬼都不信 更不要说是人的纪言了 纪言抬起头 看着远处露出笑容的刘降座 纪言一切都已经知道了 事情回到半课中前 刘降座拿着图纸 来到议事厅 纪言分析着 马蹄铁是何物 过了一会 纪人分析出的结果是 纪言说的可行 刘降座就抓紧派人去通知 李靖 侯君吉和牛靖达 等到士兵把几言的马蹄铁禀报 李靖 侯君吉和牛靖达的时候 李靖挥手把士兵退下 几人沉思一会 牛靖达率先开口道 马蹄铁要是真如那小子 说得如此的神奇 那我大唐每年最少可以减少 上千马匹的伤亡 几人商量着 如何是好 牛靖达突然出声道 咱们 在这里商量 也没有什么用 咱们三人就去将座监去看一看 不就知道了 只见李靖和侯君吉二人相视一眼 点点头 三人走出营帐 向着将座监走去 镜头转回 几言站在那里 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终于这个时候 刘将座拿着季言设计的马蹄铁和马鞍走出来 来到季言的面前 说道 季将军 你要的马鞍和马蹄铁已经打造好 马蹄铁稍后送道 李靖 侯君吉和牛靖达几人 都看着几言手中的马鞍和马蹄铁 瞅得几言头皮发麻 几言赶紧拿起马蹄铁和马鞍 对着李靖侯君吉和牛靖达三人解释道 这个马凳 就是一队挂在马鞍两边的脚踏 供我们的士兵 在在上马时和骑马时 用来踏脚的马具 而马凳的作用 不仅是帮助士兵上马 更主要的是在骑行时 支撑骑马者的双脚 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马的优势 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士兵的安全 接着又说道 等到马蹄铁打造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一个马蹄实验一下就知道 它的效果 吉岩刚说完就听见一声滋拉的声音 刘将座又把马蹄铁和吉岩要的铁钉送过来 吉岩摸着马蹄铁 还有点热乎 又接着说道 马蹄铁的作用就是 防止马蹄和地面接触 受地面的摩擦 积水的腐蚀 会很快地脱落 定马蹄铁的 主要是为了延缓马蹄的磨损 马蹄铁的使用不仅保护了马蹄 还是马蹄更坚实地抓牢地面 对骑乘和驾车都很有利 吉岩说完走出 吉岩来到外面 看着修马脚的士兵刚好 修完马脚 正好可以把马蹄铁装上 吉岩对着士兵说道 把这个马蹄铁给这个马蹄装上 士兵一起声看到吉岩 再看到 李靖 侯军吉和牛靖达三人赶紧行礼 还没等士兵说话 吉岩就拉着士兵 让他先给马蹄装上马蹄铁 士兵惶恐 看着李靖 只见李靖点点头 示意跟着吉岩做就行了 吉岩在一旁指导者士兵 一步步地给马蹄装好马蹄铁 之后把四只马蹄子都给装好 吉岩再把马蹄铁和马蹄都放在马背上 吉岩来到李靖面前请示道 李帅 已经装好了 可以找一个士兵 骑上马在校舞场上跑一圈 试一下效果如何 吉岩来到校舞场 李靖本玉找一个士兵 骑上马蹄跑一圈 但是被侯军吉阻止道 李帅还是让我试一下吧 正好我也想看一下 这马蹄铁的作用 吉岩上前 交代侯军吉 如何使用马鞍的方法 侯军吉按着吉岩的办法骑上马 开始在校舞场上奔腾起来 骑在马背上的侯军吉 感觉到马兴致冲冲地奔跑着 而自己也真如吉岩所说的 能更好地控制马 侯军吉还故意骑到地面不平的地方 但是马还是能毫无顾忌地奔跑着 在侯军吉在校舞场上 骑着马跑完一圈之后 再次听到李靖的面前 脸上露出一丝丝的笑意 侯军吉从马背上下来之后 吉岩看着侯军吉脸上的一丝丝笑意 就知道自己的马蹄铁和马凳 马鞍都达到了 侯军吉想要的效果 来到李靖面前说道 李帅看来这小子 说的有点道理 有了这个马蹄铁 确实可以保护马蹄 刚刚我故意跑到地面不平的地方 但是马还是 毫无顾忌地向着里面奔去 再也没有以前不敢走的状况 接着又说道 而且 那个马鞍和马凳也 确实有效地控制马匹 这样我大堂的时候 在对敌的时候可以更好地控制 在对敌的时候 不用分出太多的心思控制马 可以更加地用心作战 有了他我大堂的骑兵的战力 可以再次提高一个等级 李靖和牛靖达 听着侯军吉的话语 不由得高兴一番 对着吉岩说道 小子 越来越不错了 你小子这一下 为我大堂一年省下了 上万贯的军费 回到长安 等我禀报陛下 又是大功一件 在唐朝 百姓家里平常的马蹄 普遍都是十几贯钱 而唐代战马 就要上百贯钱 这还不算每年的粮草 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呢 甚至还有一些好的马蹄 高达上万贯钱 在唐代最著名的 就是李世明的昭陵六郡 六郡是李世明 在唐朝建立前 先后骑过的战马 分别名为 全毛瓜十罚赤 白蹄乌 特勒彪 青锥 萨鹿子 被人认为是无价宝 可见一匹好马 是千金难买 为纪念这六匹战马 李世明另供一家闫立德 和画家闫立本 闫立德弟弟 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 列至于林前 古代更有李白的江金行中 曾写到五花马千金球 可见一匹马的珍贵 李靖 侯军吉和牛靖达 几人回到江座监中 李靖叫来江座监的负责人 吩咐道 给我连夜 打造马蹄铁和马凳 还有马鞍 争取把大军所有的马 都给我装上马蹄铁 刘将座听了李靖的话语 脸色一沉 有些难看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李靖看着刘将座的面色 为难的样子 一问道 怎么刘将座 你是想违抗军令不成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素素说来 刘将座惶恐地 立刻跪倒在地请罪说道 李帅 不是我江座监不愿意打造 而是我们江座监 此次带出来的铁料 已经不多 李靖听了刘将座的话 发怒的脸色缓和下来 面露一问说道 你江座监 此次的铁料 为何用得如此之快 具体还能做多少驸马铁铁 刘将座回答道 我们江座监的铁料 大部分都来实验 碎发枪和热气球的打造了 期间因为技术的原因 浪费了很多的铁料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这件事情 纪将军也是知道的 李靖看向纪言 只见几言点了点头 说道 李帅 此次是我的疏忽 这件事 我也是有参与的 因为碎发枪卡黄的原因 磨坏了很多的废铁料 所以 此事并不能全怪刘将座 此事 我身为江座监的负责人 也有原因的 说完几言 也跪倒在地 李靖听完纪言的话语 想起来 自从上次将纪言江座监的官弦 一直都在 江座监挂着名 也是为了他的方便 李靖叹了一口气 扶起跪在地上的几言 又把刘将座给叫起来说道 你们也不用这样子 这件事情 是我太心急 李靖换了一个口气说道 刘将座 现在有多少铁料 就现在这几天做多少吧 毕竟这件事情 对于我大唐的战马 有着不可想象的好处 你就尽可能的能做吧 说完李靖就不再说话 向着外面走去 一副患得患失的样子 纪言有心 想要继续说话 但是被牛靖达阻止 纪言被牛靖达的这一举止 所搞不懂 只听见牛靖达说道 小子 你可知道 你这次发明的马蹄铁 为何李帅会有 那么大的触动吗 纪言有心 想要吐槽我要是知道了 我还会在这里吗 我早就去当元帅了 但还是装作一副 不知道的样子一问道 牛叔刚刚不是说过 可以为我大唐 减少数万贯钱的损失 上千战马的消亡吗 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纪言转念一想 这也不至于吧 毕竟上次 自己发明出的碎发枪 热气球 自热视军粮 也没见理经这样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望向牛靖达 只见牛靖达拍了拍 纪言的肩膀说道 小子 你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 最重要的是 李帅 曾经也有一匹宝马 也是因为马蹄坏掉的原因 一直无法再上战场 最后那匹宝马 好像也知道自己的马蹄子情况 不能再陪李帅驰骋将场 就在某一天的夜里自尽 从此这件事 就成为李帅心里的一个过不去的看 纪言听了牛靖达话 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 马居然会自尽 纪言从前世 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说 马会自尽 纪言感觉自己的三观被颠覆 以前是听说过宝马通人性 但是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别人说 马会自尽的事情 说到宝马通人性 那就得说说这匹赤兔马 赤兔原是吕布的坐骑 后来跟随关羽争战沙场 关羽战死沙场 这匹马也绝食而亡 追随主人去了 赤兔马 其浑身上下 火炭般赤 四提踏雪 无半根杂毛 从头至尾 长一丈 从提至巷 高八尺 嘶喊咆哮 有腾空入海之状 关于他的记载 最早建于三国志吕布传 素有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之称 历史上有很多的马通人性 比如绝影无影绝影 一代萧雄曹操的坐骑等等 所以此时的几言也懂得了 自己发明的马蹄铁 对于好马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了 怪不得李静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了 此时的几言 对着牛静达点点头 牛静达也欣慰地脸上露出笑容 如此可较也 转过身去 走出江座间 向着外面走去 几言看着江座间 全员已经动员起来 身上刚刚的疲惫感 再次传来 向着刘将座告了一声 就让巴桑扶着自己回到营帐中 几言躺到床上 休息着 巴桑再擦拭着 蛟龙宫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眨眼间一下午转瞬即逝 到了 晚上几言简单的吃点 士兵送的晚饭 继续睡觉 恢复着自己的体力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内 这时长安的街道 显得格外的冷清 街道两边的商铺 也都已经关好门窗 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 只有一排排的穿戴整齐的士兵 在大街上巡逻着 显然此时已经到了长安宵禁的时间 此时的长安城的北门的士兵看着 已经没有人出入了 看了以下时辰 已经到关城门的时辰 这群士兵的一个 靠着墙壁 坐着一个年轻的士兵 他那白中 透红的清秀的面孔 两个眼睛闪闪发光 时刻盯着城门外 两条漆黑的细长的眉毛 有力地向上扬 将到顶端时 才弯成形 他的右手 很自然地伸到衣巾下面 手掌轻轻握着 靠在自己身上的长枪 一个士兵 向着靠着墙壁上的小队长说道 秦将军 已经到害时了 该关城门 原来今夜当职的居然是 异国功夫的大公子 秦淮玉 自从纪盐帮秦琼的 伤治好之后 秦琼现在的身体 已经慢慢地好转 作为秦琼的大儿子 秦淮玉来说 已经不需要秦淮玉 每天地在家相陪 作为将门之子的 秦淮玉来说 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需要到军队里历练一番 这是大唐 已经形成多年的习惯 秦淮玉当然也不再例外 秦淮玉站起身来 看向远方 已经没有百姓 看了一会 下令到 关城门 几个当职的士兵 听到秦淮玉的话 开始关城门 等到城门快要关注的时候 突然听见外面传来 若有若无的声音喊道 别关城门 不要关城门 不要关城门 松州紧急军报 将军 不要关城门 松州八百里 加急军报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秦淮玉皱起眉头 在听到松州军报的时候 想起来远在松州的恩公 不知道怎么样 赶紧下令停止 关城门说道 打开城门 速速打开城门 士兵们也听见外面的声音 在听到八百里加急的时候 不用秦淮玉说 也赶紧地打开城门 毕竟延误了军情 是要被砍头的 只见一个 全身狼狈的士兵 骑着马走进城门 再见到秦淮玉的那一刻 再也坚持不住 从马上摔落下来 幸好站在一旁的秦淮玉 眼急手快 快速地 接住摔倒的士兵 只见那个士兵急忙说道 秦将军 这是前方 松州传来的八百里紧急军报 望秦将军 帮我把他交于陛下 秦淮玉打量着士兵的模样 只见士兵从自己的怀中 拿出一封秘信 交于秦淮玉 接过秘信的秦淮玉 仿佛接过了一座大山 而不是一封信 快速地骑上马 向着皇宫的方向而去 半个时辰后 秦淮玉骑着马 来到皇宫的宫门前 大声喊道 我乃一国公之子秦淮玉 特来送松州 八百里加急军报 望各位速开宫门 只见宫门口打开 露出一对士兵 看见秦淮玉说道 尔等何人 赶在皇宫门前叫嚣 秦淮玉再次说道 我乃一国公之子秦淮玉 特来送松州 八百里加急军报 望各位速开宫门 耽误了前方的军情 尔等就是死罪一条 当值的士兵赶紧地打开宫门 秦淮玉看见宫门打开 架的一声 策马进入皇宫内院 一个当值的士兵 问到另外的一个士兵说道 皇宫不是不让骑马吗 为什么这一国公之子 就可以在这皇宫里骑马呢 只见另外一个老典士兵回答道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是不是新来的 年轻的士兵挠了挠头说道 那个还是大哥你的眼尖 我确实是刚来几个月 还不知道这皇宫里面的规矩 还望大哥告知一二 老一点的士兵 感觉这年轻士兵的马屁拍到位了 就笑呵呵地说道 你小子不错 小子你叫什么呀 小的名叫薛仁贵 是河东到匠州龙门县修村人 这才刚来长安当兵没几个月 老士兵接着说道 那个人贵啊 今天我就给你普及一下 咱们这里的条条框框 实际上 我们听到秦淮玉的时候 还不至于什么 但是 当我们听到八百里加急的时候 不论我们在干什么 在做什么 在什么的时辰 我们听见八百里加急这五个字 就是死也要让开道路 让他们过去 唯令者是会被诛九族的 所以一般的情况是 没有人有这个胆子 敢在皇宫骑马 但是这个东西 是要分情况的 只见薛仁贵点点头 这时的几言事 没有在这里 要是在这里的话 当听到这个士兵 说自己是薛仁贵的话 一定会跳得飞起 薛仁贵 名利 自仁贵 汉族 河东到匠州龙门县修村 金山西 河京市修村 人 唐朝初年名将 北魏河东王薛安都六十孙 薛仁贵出身于河东薛市南祖房 于贞观末年头军 征战数十年 曾大败九姓铁乐 降伏高沟梨 击破突厥 功勋卓著 留下了梁策西干戈 三剑定天山 沈永收辽东 爱明向周成 托帽退万迪等典故 唐高宗时 薛仁贵类官至瓜州长使 幼领军魏将军 简叫戴州都督 封平杨俊公 永传二年 薛仁贵去世 年七十 侧赠左宵魏大将军 幽州都督 薛仁贵的一生 可以说前半生家道中落 家境贫寒齐七柳氏说 有出众的才干 要等到机遇才能发挥 而大唐崇尚军功 而正值青年的薛仁贵 正想离一份军功 特来到长安投军 当时攻打吐蕃的时候 薛仁贵没有被选上 征军名单当中 只能在长安城中当一名 小小的守城门员 要是上回 征兵的时候 薛仁贵出现在 征讨吐蕃的大军当中 说不定会有另外一番奇遇 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 还有一个奇遇在等待着他 而此时骑着马的秦怀玉 来到大明宫的门口 表明自己身份 对着一个士兵说道 还请这位小哥通报 就说 我乃一国公之子秦怀玉 送来松州八百里加急军报 小皇门一听见 八百里军报 对着秦怀玉说道 还请这位小将军 在此等待一会 我这就去通报陛下 说完小皇门快速地踏着小碎步 一路小跑着 来到后宫 小皇门对着守着后宫公门门的 一个年老的太监说道 王公公 一国公之子秦怀玉 带来松州军报 前来见过陛下 还请通报 只见那和微眯着眼睛的王公公 睁开眼睛 闪出一丝金光 气势一变 要是有武功高手在此 一定会感觉到 此时的王公公 是个绝世高手 毕竟跟着皇帝 做大内高手的王坤 由此身手也不奇怪 王公公听到小皇门的话 对着屋内的李世民喊道 陛下 外面一国公之子秦怀玉 送来松州八百里军报 而屋内的李世民 和长孙无垢 正准备吞下衣服就寝 就听见外面王公公的话语 听到松州军报的时候 就急忙地起床更衣 对着床上的长孙无垢说道 观音毕 你切不用等我了 就先睡先吧 这松州自从上次传来军报 这一会又是八百里军报 应该是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 朕要去处理一下 就听见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道 陛下 军情要紧 陛下也不是担心 几言那小子的表现吗 说不定这次 就有这小子的消息呢 只见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小子 朕就是不放心他 毕竟朕的宝贝女儿的心思 都在他的心上 朕这几天那在处理公务的时候 都快被他给闹腾坏了 三天两头来朕这里问问 有没有计言那小子的消息 长孙无垢再次说道 陛下 你还是赶紧去处理松州的军报去吧 毕竟军事要紧 当值的婢女 为李世民更衣 整袋整齐 打开房门 对着外面的王坤说道 传朕口谕 诉传长孙无济 房玄陵 杜如慧 进宫来见朕 走出房门 转身又说道 让一国公之子秦淮玉 带到偏殿来见朕 而站在宫门外的 秦淮玉焦急地等待着 小皇门的归来 就看见一个内侍 来到秦淮玉的面前说道 敢问 可是一国公之子秦淮玉 秦淮玉赶紧回答道 在下正是秦淮玉 那就对了 跟咱家走吧 随我去见陛下 秦淮玉跟着内侍来到偏殿前 内侍走进去 示意秦淮玉再次等候 他去通报 李世民正坐在偏殿的桌子后面 等待着什么 内侍对着李世民说道 陛下一国公之子秦淮玉 带到 赶紧让他进来 内侍退出偏殿 对着秦淮玉说道 秦将军 请进吧 陛下就在里面 秦淮玉走了进去后 来到偏殿里 对着站在上方的李世民行礼道 微臣秦淮玉参见陛下 李世民说道 淮玉赶紧起身 松州的军报在哪里 快快呈上来 此事李世民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 就想看到松州前线传来的军情 秦淮玉起身 从怀中那是松州的军报 递给李世民身旁的内侍 李世民结果军报 看着上面完整的火漆 撕开书信 拿在手里 先看见李靖写的 看到前半部分的时候 看到吐蕃居然被牛静打得突然 居然给吓得像大唐俯首称臣了 李世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丝的笑容 在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都是些计言的功劳的 居然还见到孙思苗 发明出一种新型的治疗手法 李世民不由的龙颜大悦 果然自己没有看错他 这小子就是缺少历练 要是用我们的话 挤岩就属于那种挤牙膏的 就要使劲得挤 而且每次挤 都能让人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 李世民接着看最后部分军情的时候 脸色越来越黑 脸色愈加愤怒 李世民声音由低到高 渐渐地咆哮起来 脸色胀红 劲发轻 脖子胀得像要爆炸的样子 拳头把桌上捶得霹雳啪啦作响 大声吼道 一个小小的吐蕃 居然屡次地挑衅我大唐 三番两次地 想求取我大唐的公主 朕屡次地拒绝 居然还想集结大军 真当我大唐的公主 能是你一个蛮夷之地的能取得 李世民说完 把李静的公文放下 又看向松赞干部写的祥书 过了一会 把松赞干部写的祥书 更是扔到在地 脸色更甚满脸的怒色 只差一个火印子 就能把他给引爆炸 站在一旁的秦怀玉 有心想要把李世民 摔在地上的折子捡起来 但是被一个大手抢先了 秦怀玉扭过头 看着见三人急忙行李道 参见长孙大人 房大人 杜大人 为首的长孙无忌 对着秦怀玉摆了摆手 示意不必多礼 看着手中的折子 陷入沉思 之后又递给房玄灵 和杜如慧观看过了一会 两人的脸色并不好看 三人沉思了一会 谁也没有说话 三人都在等人说话 毕竟有个人说话 自己也能看着这个人的发话 来接皇帝的下话 谁也不愿意 在这个时候 去除皇帝的眉头 毕竟现在的李世民 正在火头上 过了一会 李世民看着下面没人说话 就对着长孙无忌说道 无忌 说说你对此事的看法 对这次吐蕃的 俯首称臣的文书怎么看 站在下方的长孙无忌 在这一刻 再也没有办法 不发声 房玄灵和杜如慧两人 心里总算放下一口气 皇帝已经叫化 长孙无忌 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回禀陛下 以微臣看来 我大唐这些的国力 并不惧怕吐蕃 就算以吐蕃目前的实力 集结二十万大军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要是真的开战 我大唐的边界都不安宁 西图诀一直在我大唐的边界 虎视眈眈 所以现在我们的大唐 并不再适合开战了 而且马上就要入东 我大唐的战士 在吐蕃的地界 本身就不适应 所以这个时候 吐蕃退兵对于我大唐 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 至于和亲之事 我们就可以以公主年龄上小为由 等到几年之后 等我大唐平定突厥之后 那时候的吐蕃 对于我大唐 不足为惧 李世民听了长孙无忌的分析 脸色稍微的缓和一点 秦怀玉虽然没有看到军报中的内容 但是这个时候 也大概听懂了其中内容 心里也不由的愤怒 一个小小的吐蕃 屡次犯我大唐的边界 居然还想和亲 现在的秦怀玉都恨不得 披上战甲 骑上战马 飞奔到松州 与那高原上吐蕃的军队 杀他的七进七出 把那松赞干部 与陆东赞 杀死在那高原之上 但是这样的想法 也只能想想而已 李世民看到 长孙无忌 杜如慧和房玄灵 又把桌子上的书信拿起 拿给三人看 说道 这是今天晚上传来的松州的军报 你们都看一下 李世民身旁的内侍 把军报送到长孙无忌的手中 长孙无忌打开手中的书信 看着过了一会 又把他递给 房玄灵和杜如慧二人 二人看完之后 脸色稍微的缓和一点 杜如慧看完 重新把他交给李世民 只听见李世民说道 三位如何看待 此次的资崇营的对政计言 有何评价 此时长孙无忌 房玄灵和杜如慧三人的内心 是不平静的 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初在太学门口 利用象棋赚钱的小子 到现在 居然能发明出那么多的东西 对着这次的战争 有着决定性的成功 三人并没有怀疑 在这军报中的真假 因为此次的领军是李静 绝对不会谎报军情 一是李静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再加上谎报军情 是欺君之罪 谁也没有那个胆子 敢谎报军情 长孙无忌 房玄灵和杜如慧三人 内心平静下来 长孙无忌率先开口道 回禀陛下 微臣也没有想到 当初只是在太学门口 摆摊赚钱的臭小子 到现在 居然在军营里立了如此大的军功 当初臣还是看他有点小聪明 有点天资 就采取爱才之心 没想到他居然如此的争气罢了 说完 长孙无忌微笑着 抚摸着自己胡须 心里满满的自豪感 毕竟几言有此成就 和自己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这只是次要 重要的 当然还是他自己的努力 这一次 房玄灵和杜如慧 也不再沉默下去了 房玄灵率先开口道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得此良将 真是天佑大堂呀 祭谢难为我大堂 又添了一笔浓重的莫彩呀 杜如慧也在下面开口道 无非也是那种恭喜的话 二人都能看出来 皇帝是真心的 想要重用祭言 次数的祭言 就相当于 是皇帝身边 不可多得大红人 以后得朝堂之上 必有祭言的一席之地 再加上这次的军功 二人又在心里不得不想到 皇帝李世民 会不会因此而封侯 初唐时期 大唐重视军功 就算为祭言封侯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时 只听见站在上方的李世民说道 这小子好是好 但是就是太懒散 缺少打磨 就在打磨几年 才能得以重用 就在观察几年吧 李世民接着又说道 此次的吐蕃退兵 对于我大堂 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好事 这马上也临近年关了 我大堂现在内有外患 外有吐蕃 一直在我大堂边界作祟 西边有西突厥 也在指时不时地 骚扰我大堂的局面 东面也有高沟里 也是一直的虎视眈眈 内有有世家的忧患 不能全国一心地距离对外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 陈思一会 接着又说道 那就等到年后 等朕处理完我大堂的内忧的时候 等到那个时候 朕在一一地收拾他们 长孙无忌 房玄林和杜如慧 甚至就连底下的秦淮玉 几人得到 一个强烈的信号 就是李世民要开始动世家的根基 也是这几年 世家的手都已经伸得太长了 都已经伸到朝堂之上 在这里面 当属太原王家 最为的大胆 但是李世民想要动世家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俗话说 百年的王朝 千年的世家 世家也不是 想动就能动的 现在的世家 在皇朝内 已经太根深蒂固了 一个朝堂之上 有一大半都是世家的举荐来的 朝堂之上 谁有能说自己和世家 没有一丝丝的关系 在这个朝堂上 每个大臣都和世家 有着千世万缕的关系 当然有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千古明经魏玄成魏征 这个大臣 可能和世家 没有半点的关系 长孙无忌 房玄林和杜如慧 几人沉思下去 这时的几人 更是不敢开口了 恨不得此时就蹦回家 把和世家的关系能断的 全都给断了 毕竟谁也不愿意惹火上身 秦怀玉也想回家 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的父亲 李世民眼神直直的盯着前方 无尽的黑夜 仿佛能看见什么 过来一会开口道 无忌 你们都回去吧 明天早朝 正会宣布松州大军准备回朝 各位都回吧 长孙无忌 房玄林 杜如慧再次行礼道 陛下 你也早些休息 微臣告退 几人拉着秦怀玉 就向着宫外走去 秦怀玉还正有点猛了 就被长孙无忌拽出宫外 等到秦怀玉反应过来 就看见长孙无忌 房玄林和杜如慧 开始向着各自的府邸走去 秦怀玉此时也向着 自己家的秦府走去 而李世民再次回到立正殿 也就是长孙皇后的寝宫 李世民在外看着 还有灯火亮着 就走进去看着长孙皇后 还在床上披着衣服 再做衣服 李世民走上前去 假装生气道 观音币 不是早就让你休息了吗 怎么还在做这针线活呢 交给下面人 做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劳累自己的身体呢 你本来身体就愈加的不好 长孙无垢 放下手中未做好的衣物 把他给放在一旁 安慰坐在一旁的李世民说道 陛下 我这不是想多给成钱 做一件衣服吗 这几个月 成钱自从上次的原因 就性格变得怪异 我也是担心他 李世民听到长孙无垢 提到李成钱 就心里来气 这几日甚至听说 因为东宫之内的几个婢女 打碎一个碟子 就仗毙几个宫女 李世民也是听说 再加上这几日的军务繁忙 也没有来得及调查 是真是假 李世民也不好告诉长孙无垢 怕他再次担心 身体出现个好歹 李世民急忙地转移话题说道 观音币 你猜这次松州送来了 什么军报吧 你一定猜想不到 当然也有关于那小子的 当李世民说到计言的时候 脸色故意一变 长孙皇后看着李世民高兴的样子 就说道 看陛下高兴的样子 一定是松州传来什么好消息 难道是吐蕃投降 但是当长孙皇后 又看到李世民脸色一变的时候 那脸上露出一丝丝的慌张 赶紧问道 陛下 难道解你小子在松州闯下什么祸端 望陛下看在臣妾的份上 就绕他一命 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惊慌失措的样子 不忍心再继续吓他 就哈哈大笑 开口道 好了 朕的皇后 朕和你开个玩笑 那小子在松州活得好好的 这次的松州之战的投工 当非他莫属 长孙皇后听见李世民的哈哈大笑 小泉泉向着李世民的胸口打去道 陛下 你坏 你好讨厌 顾一下臣妾 此时的长孙皇后只想 人家用小拳拳捶你胸口 李世民听到的长孙皇后的话语 苏心一软 把长孙皇后拥入怀中 对着怀中的可人 开始手脚步老实 深入长孙皇后的肚兜之中 长孙皇后在李世民的怀中 口气如蓝 长孙皇后没有额外的装饰 她盘着青丝 更让人觉得清秀典雅 发丝自然地垂落下来 划过耳机 白皙红嫩的左耳 立正殿的油灯光线 忽明忽暗 长孙皇后的脸庞 却始终带着似有若无的微笑 嗯 一声轻盈 长孙皇后的郊躯仿如遭到惦击 呼吸陡然加重 交呼一声 信念寒情地回头瞪了李世民一眼 李世民嗅着那芬芳的气息 微不可查地低了低头 满眼的白嫩 顿时觉得脑袋一热 一紧去解开长孙皇后的衣服 只见衣带见宽 李世民说了一句 观音币该就寝了 只听见长孙皇后 声音如丝地奔了一声 李世民吹灭油灯 如狼似虎地猛扑到长孙皇后的身上 嗓子眼里火烧火燎 饥渴的对准 他那殷红的小口就咬了下去 床上传来李世民的沉重喘气声 和长孙皇后的交喘声 释放出浓浓春意 而刚回到家的秦怀玉 被企业的秦琼上茅厕 撞了个正正 秦琼 郑玉要回房继续睡觉 但是看见秦怀玉回来 上前问道 怀玉 今天晚上不是你当职吗 怎么会这个时辰回到家中 秦怀玉把今天自己的所见所闻 都要告诉秦琼之后 却被秦琼所打断 秦琼回到房间披件衣服出来 让秦怀玉跟着自己来到书房 让他好好地说道 当秦怀玉把今天晚上松州送来的军报 再到皇帝表扬计言 再到皇帝发出要整治世家的信号 一一到来 站在一旁的秦琼 听到自己儿子的话语 不由地感慨一番 没想到当初为自己治病的小家伙 已经成长到如此的地步 欣喜万分 看来自己没有看错这小子了 看来自己收徒之日已近在眼前 但又想到吐蕃的军队 也不再多想 一切都在明天的早朝之上 看陛下如何决断 看来明天我也要去朝堂上看一看 要不然就要错过这场盛宴了 转过身对着秦怀玉说道 怀玉 你切回去当职去吧 不要管那么多 不该管的事情 只需要记得 今天的事情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都没有发生 除了我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吧 只见秦怀玉摇摇头说道 这件事情 只有长孙大人 房大人和杜大人知道 我回来的时候 也只告诉父亲一人 那就好 你记住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的母亲 秦琼不放心地 再次嘱咐到孩儿遵命 那孩儿就先去当职去了 父亲早些休息 秦怀玉走后 秦琼沉思一会 嘴里自言自语道 看来 接下来的日子 大唐又是一番龙唐虎穴之地啊 只希望陛下不要做得太武断 弄得百姓天怒人怨 秦琼不免担心这什么 就这样 大唐的长安城内一片安静的可怕 只有几个地方传来若有若无的明火 一夜无画 第二天的卯式皇宫门口外 一群群的大臣们 这聚一堆聊天 那聚一堆互相的客套着 王大人好 刘大人好 秦来身体可好呀 突然 有人看见这群人的当中的人 看见秦琼 纷纷上前行礼喊一声秦将军 竟然身体好点了吧 秦琼一一回礼 直到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杜如慧 等人都来到秦琼面前问候 只见几人 不约而同的 都互相的点了点头 仿佛像达成了什么交易似的 这时的一个五大三粗的 满脸胡渣的黑人 咧着大嘴说道 一群酸儒 就知道假客套 那天 把你们一个个的都揍一顿 只见秦琼声音阻止道 咬金 秦琼不得胡说 皇宫门前 不得再胡说 程咬金黑黑笑道 秦二哥 你怎么会来早朝 平常不是都在家里养着吗 怎么突然前来报道呢 秦琼看着程咬金的大黑脸 都快笑出一朵菊花 说道 这些天 经过孙道长和纪炎那小子治疗 我这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就今天就来看看 程咬金听到秦琼说到纪炎那小子 要是让秦琼知道 是自己在陛下面前禁言说 让纪炎那小子 去松州哪里历练历练 说不定要免不了秦琼的数落 但是又一想到纪炎那小子 在松州怎么样 混得还可以步 正想说话 皇宫的门打开 一个内侍喊到众大臣上朝 程咬金也只能作罢 跟着秦琼来到太极殿内 文臣站一排 长孙无忌站在第一个 依次是房玄陵和杜如慧等人 武将也站一排 秦琼站在最前方 紧接着是程咬金和玉翅公等人 众人跪下对坐在那龙椅上 身穿五爪金龙袍的李氏名下跪道 微臣参见陛下 众爱卿平身 众人站起身来 李氏名问道 今日早朝 众爱卿可有什么事情要做 只见李氏名说完 只见一个文官走到中间 说道启禀陛下 微臣有一事要做 讲 只见那人说道河东道 谁家丢了一头牛 什么的 坐在龙椅上的李氏名也懒得听 直接挥手道 你们看着处理就完 过了一会 又见几个大臣 有事要揍 无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住相后 李氏名见无人在说话 就说道 那阵就说一件事 那就是 关于松州和吐蕃之战的事情 各位大臣们 都知道重头戏要来了 就见 李氏名旁边的王坤 拿着李氏名递出的军报 王坤开始读起来 底下的大臣们听完之后 众人对着军报的内容 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一个个小小的资众营队 正居然拿到这么多的军功 比他们听到吐蕃投降的内容 还要感觉到不可置信 毕竟谁也不可能相信 一个钢马二十岁的毛头小子 会这么的牛皮 程咬经倒是不淡定了 自己把他给整去松州 是为了让他受苦的 没想到倒成了 他立功的地方了 但是看着大臣们的脸色 都感到不可思议 站在一旁的秦琼 昨晚本身就高兴 但是又听到皇帝 让王坤当着重大臣的面 念纪炎的功劳的时候 心里也是止不住的欣喜 李氏名并没有在意 在座的大臣的表现 自己刚开始 也是不敢相信 那小子 会发明出那么多的好东西 但是李氏名说 一次李氏名可能不会在意 但是 这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几言 李氏名也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事实了 看来这小子 还是挺争气的 只见李氏名 直接越过纪炎的功劳 直接问着诸位大臣道 诸位爱卿 对这次吐蕃的撤退 有何看法呢 只见文臣和长孙无忌的一个老头 上前说道 老臣 以为此番吐蕃的退兵 对我大唐还是有好处的 一番大道理下来 也是和长孙无忌的话语 差不多都相同 李氏名对着老头说道 孔爱卿 言之有理 原来此人就是孔颖达自充远 冀州衡水 经河北衡水市 人 孔安之子 孔子三十二代孙 唐朝经学家 孔颖达八岁就学 曾从刘超问学 日诵千言 熟读经传 善于辞章 随大业初 选为明经 受河内郡博士 补太学助教 随莫大乱 毕地虎劳 经河南省行阳四水镇西北 入唐 任国子鉴祭九 曾奉唐太宗命 编撰五经正义 荣和南北经学家的见解 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 经学大成的著作 底下的大臣们 见文官的头头 都没有说话 只见长孙无忌开口道 陈复义 有了第一个开口的 就有第二个 房玄陵和杜如慧 也连忙说道 陈等复义 就连一脸猛的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陈咬经也赶紧附和道 只见太极殿中 响出陈等复义 李世民看着底下的大臣们 都已经同意 就说道 既然列位成功如此 那朕即可你只让 松州大军 班师回朝 说完 王坤喊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过了一会 李世民一挥手 退朝 陈等恭送陛下 请不吝点赞